独家出品 很多偶然都是有看不见的必然因素 你觉得偶然 其实是你看不到被黑然 第一眼看到那个人从宾馆里出来 侧身躲在胖子男人身前 埋头走的女人有点像赵莉莉 杨东轩就想冲过去揪住他 只是还不能确定 忍住冲动 没有跑过马路 想等认准了再捉住他 看他还有什么脸在吵 那两人出宾馆搂包着 杨东轩在街道对面跟着走 越看越觉得笑 准备跳过路边护栏 冲到街对面去 却见那对狗男女到一台车边 开了车门 女人坐进车里露出脸 他终于看清了 真是赵莉莉 翻过护栏跳到马路上 可那车起步开走 等他跑过街这边 只看见跑远的车位 杨东轩肺都要启炸了 狗日的贱货 一拳吹在户栏上 砰的一声响 过路的人都转头看他 以为遇上神经病了 这时候也没法去捉奸 气冲冲回到家 啪 杨东轩一脚将家里的铁桶 踢得飞起来 咣当一声 飞撞在墙上 让他即将暴力的身子 找到了泄火口 下意识地攥紧拳头 一拳击打在客厅墙面上 墙面承受不了冲击力 凹进去 打坏一块水泥墙砖 手指节破皮流了些血 也不觉得痛 这样的伤 让杨东轩总算冷静一些 是啊 赵莉莉早在半年前 就不对劲了 自己早对他有所怀疑 只是没有实证 没有实据 赵莉莉这个恶婆娘 哪会承认 像今天这样 看到他给男人抱着走 自己出现在他面前 他都能够快速地镇定 之后一口否决所有的事实 他做得出的 如果真是这样 自己真能够将他打成残戒 杨东轩一屁股坐在地上 瘫软了 没有一丝尽力 对的 半年前具体是哪一天开始 无法确定 就是那段时间 赵莉莉开始变了 之前回到家底 赵莉莉对见他 他最多的就是不停地叨念 甚至是恶毒的咒骂 都是为了他的工作调动问题 赵莉莉是在偏远的九曲沟香上班 来回市里二十几里路 车又少 很不方便 活动调离九曲沟香 已经一年都没有响动 赵莉莉将这一切的不顺利 怨气都发泄在杨东轩身上 见面吵架几乎成为两人生活的一个环节 吵完架后到床上去肉搏 将所有的精力怨气种种都消耗发泄出来 但半年前却变了 杨东轩没往深处想 赵莉莉似乎不再有那么多的怨气 两人的吵架也少了 赵莉莉对他慢慢变得冷冰冰的不理 看他什么都看不顺眼 看不顺眼也不像之前那样吵架 而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巨傲 逐渐的回家 也不像之前那样按时 深夜回家一身酒气 以前也不是没有应酬 可感觉完全不同 赵莉莉对这些没有任何解释 渐渐两人在床上的活动也少了 虽然感觉到不对劲 杨东轩却不肯往那方面想 夫妻之间的基本信任都不存在 那生活在一起有什么意思 三个月前 赵莉莉突然调回城南区 还在城南区复联当上了副主席 成为副科级干部了 之后在家里对杨东轩更挑剔 不论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 晚上回家更没有准时 杨东轩偶尔问起 杨莉莉非常尖刻的问 杨东轩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谁都像他那样下流 那样没有底线 种种往事 当真每一点回想起来都追心的痛 想明白了赵莉莉能够调回来 不是他有什么能力 而是用身体本钱换来的吗 呸 贱货 这就是赵家的家风 我呸 也不知什么时候 杨东轩坐到书房电脑前 开机上网 平时上网主要是浏览一些新闻和专业方面的网页 但今天一下子上了QQ 还在QQ签名上写了求约炮 连杨东轩自己都想不到 他真会做出约炮这种事 当天下午 一个叫秋水一身的网友搭话聊半天 将这事莫名其妙定下来 两人还通了电话 只不过秋水一身一点都不肯透露他的信息 从通话声音听 可确定是一个女人 有些寂寞的女人 想想也是 不寂寞的女人也不会干这样的事 心里其实很忐忑 也不是杨东轩怕事 这种事从没经历过 但也听说过 只是真要自己来做 总觉得不可思议 只是秋水一身跟他的电话 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还不时报出车的位置 让杨东轩不得不承认 真有一个女子从不知之地坐车过来见他 约炮 杨东轩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订房 等听秋水一身说他下车 爆出城南区街道招牌来 才确信 对方真过来 急急忙忙到酒店去订房 还到外面的小吃呢 准备不少的烧烤 带进房间去 而秋水一身 已经在出租车上 要他报出房间号 杨东轩又担心 会不会是有人设了圈套给自己钻 但在城南区是他熟悉的地方 也不会有人专一针对他这种本地人设圈套 车站那一带 骗子确实有 主要物色的是往来旅客 他们能够很准确地分辨出是不是本地人 招惹本地人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 捞不到钱 还有可能遭到打压 这一点杨东轩不是很担心 尽量让自己平静一些 想想秋水一身 即使不出现 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 自己不过损失订房间的钱不算什么 如果秋水一身真的来了 自己跟他是不是放纵一回 体验一回 还得看他的意思 坐下来彼此见面聊一聊 说说话 也是他目前最好的解脱 不说容貌如何 单单是听秋水一身的声音 就让他有种慰藉 很温柔 又有点软弱 这种音调显然不是平秋式的说话习惯 打电话说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秋水一身 不肯多说自己的情况 说既然是约炮 过后彼此都不会影响对方的生活 最多就是网上聊天 或今后有机会再约炮 总之是不能说住址之类的信息 杨东轩也不好缠着问这些 这时进到房间后 将房间里的冷气开足 不说别的 单单这样的酒店里休息一晚 也能够让自己消散一些 那些负面情绪 心里多少有些期待 等房间门给敲响 杨东轩的心 咚咚咚的狂跳起来 深吸一口气 将房门开了 见外面一个声翘翘的背影 但从背影看 身材确实棒 一米六五左右 紧身牛仔裤 那屁股虽没有骨翘丰满 但那腰枝宛如柳枝似的 虽站得直 也能够想象得到 扭败起来 那种风情万端 乌黑的头发不长 其间非常 不自禁地吞了一口口水 杨东轩往过道两边扫一眼 见没有人说 就是一身 那人不应 往房间里直接撞进来 杨东轩忙让出道来 顺手将门关上 还小心地将横栓 也关上 免得有人开门冲进来 以防万一 转身看 见进来的女子 背着窗座 窗外光线较强 看不清她的脸 而女子已经将桌上 放的烧烤 拿在手里开吃呢 杨东轩见她这样 隐隐觉得不对劲 有这样的女子 跟人老远约炮的吗 就是一身 你以为还有谁 声音跟通电话的声音一致 让杨东轩放心不少 往前凑了一些 饿了吧 要不我给你再叫一个餐来 不行 想让我吃胖呢 吃胖了 你负责 说话的声音 一下子变了 完全是一个少女的声音 平时在学校 经常与女生说话 立即听出来了 你是谁 杨东轩警觉起来 注意看 正在吃着烧烤的女子 分明是一张嫩嫩的脸 而身体也没有展开 即使腿 腰肢各处都显得长 但那种没有展开 完全看得出来 上女 按网上的定论 是罗利 我就是秋水一山 是来约炮的 那声音又回到通电话的声音 说过后 一阵放肆的笑 笑得天昏地暗 那笑声清脆劲 就如同一根根针刺 密集地刺在杨东轩的心上 顿时他愣在那里 不知所措 平时跟初中女生打交道多 对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心态熟悉 面前这位自然是家里 那只最叛递 对网上虚无的东西最好奇 不惜以身相识 如果今天换一个人 面前这个女生 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可很难说 杨东轩有些担心 站着不动干什么 那清脆刺耳的声音 将杨东轩从懵懂中震醒 见女子笑得非常得意 这样的恶作剧之下 完全达到他要的效果 快坐到我身边来 我们做完事 我还要回去呢 来吧 直奔主题 节省时间 说着招手让他到身边去 还拍了拍自己的腿 意思是要让他坐上去 杨东轩哪敢挪动半分 没有仓皇逃出房间 已经算很不错了 你是谁 我送你回家吧 杨东轩沉声说 目前最好的办法是 好言将面前这女子送回去 怎么了 你这样很危险 知道不知道 会有什么危险 你是平秋市医中的老师 我看过你的日记 少女催生的说 又有些不屑于完事 你跟我估计 完全一致 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你是不是遇上感情问题了 说出来 我帮你出气口 保证你所向披靡 万女臣服 之后两三个小时里 不论杨东轩怎么套问 都无法套问出少女的信息和来历 交谈中 她表示对杨东轩十分关注 会一直关注下去 对她有好感了 之后 少女坚决不要她送 表示回城的车票都准备好了 出酒店拦下出租车就走 几个小时后 秋水医生来短信 表示自己已经回到家 之后 都是秋水医生给她发短信来 不少稀奇古怪的短信 让她深刻体会到小母女的威力 直到一年之后的春季开学 秋水医生突然到平秋市一中九年级戒毒 才知道她叫宋润秋 小巷子进去不深 一堵冤墙 后是大门 大门上吊着大铜环 很亮 铜环敲门很响 杨东轩尽量放清醒 大门开了 却见是方兮的老麻方穷 在门后笑面如花 杨东轩召唬 今天在家不忙呢 方穷笑脸更甚 老师来了 说着让杨东轩进院子 今天我想跟老师了解 兮兮的学习情况呢 杨东轩点点头 再过一个月就要中考了 家长关心一下是必然的 上学期末 方穷的化学成绩才79分 对她而言成拉分可目 影响升学成绩 本学期开学通过班主任找杨东轩 要她帮周末单独补一补 班主任提出来 最初杨东轩建议在班级或办公室抽空单独辅导 但方穷和她家长都想在周末补一补开小遭 进到客厅 却没见方穷 方穷呢 杨东轩说 她爸爸今早突然接她到县里 明天才能回来 那是做吧 我们也好交流交流 说着焉然一笑 笑容里有说不出的韵味 让杨东轩心头 砰砰的乱跳 忙 转头 不敢看她 当真是魅力无边的笑啊 好 杨东轩心气有些浅 胆怯 无法完全掩饰 她对方穷不在 而她魅力无边的老妈单独留在家里等 确实有些意外 只是方穷说 要了解情况 只有安心下来 方穷穷穿着浅紫色的外套 很宽松 完全是居家的装饰 素颜无瑕 简便 让人心神摇动 杨东轩不是第一次见方穷 怕跟她眼睛对上 觉得方穷的热情会让她从心底有种激昂 这样的冲动会让她看着她时 忘乎所以表现出侵略和直接 对女人看得太直接 杨东轩本来是不在意的 只是方穷将女儿交给自己辅导 总不能让她认定自己是色狼呢 要不如何放心将女儿交给自己来单独补课 杨老师不忙吧 方穷很大方的笑着 她的脸盘不完全是哪一种脸型 比瓜子脸要丰满 比鹅卵形要稍显瘦 虽是素颜 但色泽丰润 妩媚动人 说话时 表情在动 又不是刻意 每一些细小的动作 都会让杨东轩感觉到心里 都像琴弦给轻轻撩薄 不由的 有一股颤流 向自然周身而散 让杨东轩心里暗切 有念头想 如果方穷 不是自己学生 或不是自己家教的学生 自己 没必要这样顾虑 不过转念想 不给方穷做家教 有没有机会认识面前这个 一太万千的淑女 我不忙 杨东轩尽量让自己平静些 将心思转移说 我先说说方希的情况吧 谢谢老师 方希的化学成绩提高很大 他自己也有信心了 他们同学都夸杨老师教学水平高呢 惭愧 是我没做好工作 让方希开始化学跟不上来 怎么怪老师啊 是方希自己开始没用功 他自己说一开始太轻视了 初中化学确实有这样的规律 开始一个月 内容看起来比较浅 又多是一些实验等知识 但其中 有些要记忆的知识点 学生平时没注意积累 到第四单元 知识积累多了 一时要消化又消化不下 让学生产生一种难同的假印象 是的 我听方希和同学们说 老师开始提醒过大家 只是当初不在意 结果真吃亏 如今到了五月 方希的成绩虽有提高 但还没有完全稳固 不过 只要他这段时间沉下心来 将教材吸毒一遍 到六月上旬 再狠做几套题 能够将成绩稳固在九十八分以上 要考满分 还要看临场发挥 这样我就放心了 只要考到九十分以上 作为家长都放心的 方穷说 其实不单是化学之药 其他学科近到五月了 复习以梳理教材为主 将知识系统完善起来 才能够保证高分 初下还是要辛苦老师知道 学生自己把握不准 方希这边 我会有安排 杨东轩觉得 要跟家长说一下 他的目标是要方希拿满分 这个如今真不好说 得看实体情况 也要看方希的领考心态 我相信老师 学生们也都相信你 方穷说 杨老师 这段时间辛苦了 今天没有课 正好请你吃个饭 也是我们一片心意 饭就不吃了 之前跟方希母女吃过一次 是在餐馆里 很客气 让她有些不自在 杨老师就别推脱了 平时我也忙 老师也忙 是不是 就这样吧 你又不肯领情 我心里也不安呢 方穷说着站起来 往楼下走 请稍等一下 我换件衣服 杨东轩也不好 站起来走人 太不礼貌 等方穷款款在楼梯上走 宽松的衣服 将他的身材 有些遮掩 却又动人心闲处 他觉得 这样追在后面 看背影 是比较安全的 这一等 将近半小时 下集预告 杨东轩 有没有和方希的妈妈 方穷 去吃饭 吃饭后 又发生了什么呢 出片 杨东轩平时做事 很讲究效率 很怕等人的 今天 却还好 也不知是不是在 方希家 或者方穷 这样的女人 会让人 多有耐心 和期待 终于听到 下楼的脚步声 一双高跟鞋 随即 是一节 修长的腿 两腿交替 走出一种节奏来 让杨东轩心里 随着步子而动 随后 黑裙 没过膝 继而看到 大红外套 将身子裹得紧 曲线玲珑 丰满性感的女人 剑刺出现在面前 杨东轩 仰视着 一时间 看得吃了 当真是一个游物 大红外套 将身子包裹得紧 杨东轩 似乎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失态 方穷的外套 类似唐装 但又不是 领口的扣子都扣牢了 胸和腰也扣牢 整个身材完全给染露出来 杨东轩自己从失态下惊醒过来 立即感觉到自己的状况 忙 转头不看 压力大了 脸一热 杨东轩自己知道那失神的样子 肯定落在方穷眼中 却不好解释 换成方穷 不是学生的老妈 这时候肯定斗上两句 能不能真占便宜 是一回事 见到这情况 自己又失态的 都不戏弄几句 还叫男人 方穷自然看得出 杨东轩的变化 对他这样子 心里也在笑 觉得自己的打扮 是达到目的了 说 杨老师 我穿这衣服 是不是很显老 杨东轩转头 看着方穷 见他问得认真 虽琢磨不出他的真意 也将自己之前的心切 掩饰过去说 哪会显老 再说 本来就不老 你跟方姬在一起 绝对像姐妹一样 哪里 方穷笑起来 女孩都九年纪了 老太婆了呢 可不比杨老师 才工作几年 二十几岁 风华正茂 我少说 带你一轮 女人 绝少会谈自己年龄的 但此时在家里 方穷面对自己女儿的年轻教师 说这样的话 也没有心态上的不是 不过 这样说 也确实是故意夸大 想了解一下 杨东轩的想法 年轻的男人 有些喜欢比他更年轻的女子 而有些却喜欢丰满成熟的 觉得这样的女人 才真正有女人味 都说 女人的年龄是绝对秘密 杨东轩笑了一下 方穷这样说 让他心里压力小些 我们走到外面去 绝对以为你是我妹妹 再说 你们当初结婚早一些 最多大我一两岁 主要不是在一个学校读书 要不我们可能是同班同学呢 开始有嘴 说话 顺畅多了 杨东轩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 丰满性感的方穷 感觉到隐隐有些萌动 这是无法自控的 这样的女人在身边 有情绪 那是情不自禁 杨老师 之前一直以为 你是很纯的那种 谁知这么会讨女人欢心啊 方穷笑吟的 脸色更现亮丽 人更精神生动 我要是有这样一个 帅气年轻的弟弟就好了 今天穿一件年轻点的衣服 就是怕走在街上 让人见了笑话老是你呢 听你这样说 自信多了 杨东轩知道方穷是离异的 方熙对父母的情况 也能够正视 心里没有那种 单亲家庭子女的过激心态 方熙去年还跟我说过 要我再找一个人过日子 我心里一点自信都没有 你说 现在这些孩子是怎么了 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懂事的 孩子能够正视家长的个人生活 我不觉得是坏事 有这样的心态 对自己的成长有益啊 如今 七八十岁的老人 都还要 组建新家庭 是不是 当老师的 就是会给人做思想工作 方炯说 杨老师 听你这样说 也动心了 有没有熟悉的人 介绍一个 当然 性格 品行要像你这样的才好 杨东轩有句话 非常想说出来 却憋在肚子里 神态有些扭捏 杨老师想什么呢 走吧 我们吃饭去 跟帅哥走走 先适应适应 方熊说着 往杨东轩身边站 杨东轩不知道 他会不会跨着自己的手臂走 心里忐忑乱跳起来 一股淡淡的香气扑鼻而入 让人轻心醒神 方熊却只是笑 很灿烂 杨东轩隐隐觉得有些可惜 吃饭虽说不停地说话 但没有再进一步的亲密 吃过饭后 方熊说请杨东轩去洗脚暗头 杨东轩推辞了 两人一起往回走 杨东轩感觉到方熊似乎有句话 没说出来 他心中也有句话 不敢说出来 心里琢磨 等方熊毕业了 要是再遇上方熊 真可勾搭一下 杨老师 不好了 方熊冲进办公室 语气惊慌 怎么了 你慢慢说 不急 午餐后办公室人不多 杨东轩站起来 方熊平时虽活泼开朗 但进办公室都很有礼貌 宋任秋给人在校门外围住了 你快去救他 校门外 快走 门卫和校警呢 都不在 他拔他 杨东轩心急之下 粗话都冲出口来 拔腿就跑 也不等方熙带路 平秋市位于江南省西北 地理位置偏远而险阻 跟外界的沟连倒是不缺 有两条铁路在市里交汇 又有一条高速路和两条国道跟省道沟通 南来北往的人流不少 特别是城南区 市里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所在地 人流杂乱 也是治安最复杂的地方 平秋市一中位于城南区郊外 不过说郊外是十几年前的说法 发展到如今 平秋市一中已经给临次置笔的建筑群包围 从学校往外走 门口有一条街巷子将近两百米才到外面大街 这里是社会一些混子最爱逗留的地段 每到一中散学 这条街巷子格外人多 除了学生之外 就是到这里来候着散学的男女 有社会混子 也有其他学校的学生 也有家长 而晚自休散学时 则有近千名学生家长 齐聚这条街 要过两百米的街巷 足足要半小时才能走通 城南区为此在巷子另一端专设派出所 在一中门卫处还派驻专职警员 但近三年来 这样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中午家长绝大多数没空 便是城南区混子过来勾搭小妹子 欺负小学生最佳时段 市里城南区虽进行过几次专题整治 但收效甚微 整治时段收敛 过了后又是老样子 不时有学生被混子调戏 拉扯 摸掐 推丧 男生里也有些趁机做官 也有男生见了抱不平 打架斗殴的事情 没啥发生 冲出门卫视 大门外没有人 杨东轩见转角有人围成一堆 估计宋运秋等人在那里 速度更快 五十几米 没用什么时间 冲到转角线有几个人围成一圈 杨东轩到人群背后就知道 这些人是在闹市 两手外推将身前的人排开 这一冲 站着的人群乱起来 杨东轩见宋运秋果然在里面 被一个人抓着他的手 似乎要拉走 另有三个人站在周围 在堵着他的去路 杨东轩将身前的人推开 一步跨到宋运秋身边 伸手抓住 抓宋运秋的那只手 用力捏紧 要将心里的急迫和恨意 泵泻出来 那人无法承受 手给捏痛 放开宋运秋 瞬息之间的变化 让那人反应不及 感觉手痛才见有人抓他的手 干预他的好事 当下大怒 破口骂出来 够日的杂种 敢来坏老子的好 哎呀呀 那人骂声还没想干净 杨东轩怒他嘴臭 手上加力 更受不了了 当场拱腰烂脸 叫出声呢 手腕处有穴道 捏准之后会痛彻怜心 杨东轩小时在村里练习全招 拆手得到传授 只是从没用过 今天也是慌乱又怒气上冲 才用来惩治这人 扭头看着身边的宋运秋 这个小魔女当真让人不知怎么是好 心里也气 冲他吼 怎么回事 中午不在教室 出校外来做什么 要你管 稀罕 宋运秋脸上没显出惊恐 即使在杨东轩到来之前都没有慌乱 远不是一般女生能做到的 给七八个社会混子围住 还动手牵她 甚至在她身上摸掐 都只是避开主要地方 完全不像其他小女生那样 惊慌失措或哭喊起来 脸上冷冷的那种敌视 仿佛有刺一样 让堵路的人在她面前缩手缩脚 另两个女生搂在一起慌乱的哭 他们不过是恰逢其会 跟宋运秋在一路段 给围住后那些人也不放他们走 以为是跟宋运秋一起的 杨东轩到后 他们忙站到他身后 杨东轩不想闹大 小小惩戒就放开那人的手 跟社会的这些混子纠缠过身 不是好事 虽不怕 但纠缠起来 没完没了的黏着 烦心 见宋运秋不服气 不想在这里多说 方熙和另外的同学 学校的门卫小李 也急急忙忙跑过来 人不少将之前围着的人堆 给冲击乱起来 除了方熙和门卫小李等少数人 其他的人多是来看热闹的 杨东轩知道这状况 转身要将宋运秋等三女生 护卫着回学校 我不走 有事呢 有什么事 这时候都给我回学校去 杨东轩不听宋运秋那话 手推在他的肩上 并示意方熙将宋运秋拉走 宋运秋是本妻才转到医中的戒毒生 在学校里住 没有什么朋友 只是杨东轩跟方熙等女生交代过 要他们多照看着他 宋运秋脸儿娇俏 平素带着一股凛然的冷色 脸颊红韵未散 虽说身子还没展开 如今有一米六五了 声翘翘的 在衣中所有女生中 足可排到前三 但他跟方熙的气质不同 方熙显得活泼开朗 宋运秋却是另一种气质 冷艳 学期初 杨东轩对宋运秋突然出现在衣中很恼火 又不知该对他说什么才好 好在不是他所担任客的班级 不至于天天跟他碰面 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到衣中来戒毒 杨东轩只能尽量绕过他 又在暗中关注他 这是一个魔性十足的小魔女 杨东轩想到他就头痛 这两个月来让杨东轩最挂心与不安的就是宋运秋 名副其实的小魔女 此时见他负气执意 也知道无法在这里说服他 即使回到学校也说服不了他 只有让方熙和其他女生将他先拉回去 别拉我方熙 我真有事 你别听他的 要不朋友都没得做 宋运秋冷冷的对方熙说 方熙在所有老师里最幸福的就是杨东轩 所以得知宋运秋给人围在校外 直接找他过来救人 宋运秋是这个态度 方熙只好放开 看着杨东轩不知怎么做才好 方熙等人跟宋运秋确实算不上朋友 却又是朋友 彼此的关系不冷不热 主要跟宋运秋的性子冷 平时少留理人 方熙得了杨东轩的交代 只要有机会总是多跟宋运秋接触 宋运秋后来也明白杨东轩的安排 对方熙等人不太排斥 杨东轩在留意之前围住宋运秋的那几个人 对平时在学校外晃荡的小混子也有脸熟的 只是这几个人去面生 人多杂乱 得留意对方从背后袭击自己 先给了那人一个小教训 对方未必就很收手 他没有看到方熙的为难 往后退一步 却碰着站着不动的宋运秋 还不走 杨东轩很恼火 我说过要回去吗 今天我真有事啊 有事你先回去就 不行 谁让你管了 你是什么人呢 德性 争吵虽不激烈 却各不相让 杨东轩背后突然受到一击重击 却是之前那个人 成他跟宋运秋说话 在背后下手 杨东轩小时候在村里习武有些年头 底子不薄 可一直没有跟人动手打架 实战经验少 随分心注意周围的人 等背后感觉到危险 本能的向前让了让 才没有给一拳打在后脑 受了一重拳在肩膀肉后处 也不伤痛 反手一扣 将那人的手叼住 那人一拳得手 准备另一拳连环击打过来 但手给杨东轩叼住 也无法继续打人 宋运秋见那人偷袭 打中杨东轩 瞬间犹如暴怒的小狮子 扑向那人 对着那人的小腿狠狠一踢 尖尖的皮鞋间 正踢中那人腿骨上 凹得一声惨叫 那人痛入彻骨 宋运秋还要再踢 杨东轩放开那人的手 拦住宋运秋 不让他再发颠 宋运秋发起狠来 真下的脚 那股狠劲 让方熙等同学看着都怕 又觉得他这样 跟杨东轩之间 是不是有另外的故事 方熙对杨东轩百分百信得过 不会疑心他们之间有奸情 那人给踢中腿的 还没缓过痛 见杨东轩要走 手狂挥着 让前来帮阵的人过来堵人 有两人本来就站在杨东轩身边 当即往身前拦截 不让这些人走 好几个人追过来 杨东轩则转身 面对着那些人 不妨宋运秋身边一个人 突然将他头发揪住 宋运秋痛得啊的叫出来 杨东轩见宋运秋 整个人都给拉住 往后倾斜 他的手拉着方熙 似乎不顾对方怎么拉 都要蛮力挣脱 杨东轩不说话 猛的对着那人的小腿 就是一脚 情急之下也不收力 拉抓宋运秋头发的人 给踢中当即倒地 宋运秋才得意脱开 有些后怕的站到杨东轩身后 打起来了 之前给宋运秋提中的那人 指着杨东轩吼叫 给老子往死里打 打死错把他 杨东轩见乱起来 两手张开 不让对方的人有机会冲过来 越过自己 对背后的方熙等人说 快报警 报警 报你吗 老子是怕警察的人吗 到所里去 老子不整死你 老子跟你性 那人正冲着杨东轩等人叫骂 不妨背后一个 威武大哥的年轻人 在他腿弯里一脚踢中 顺势倒地 年轻人并不停 跨一步 到先前杨东轩 踢到混子身边 一脚踩在手臂上 看着杨东轩身后的宋运秋说 是不是这只手 扯你的头发 也不等宋运秋说话 脚下用力 当即将混子的手臂咔嚓踩断 之前的冲突并不大 也没有实质性的创伤 这时 混子因为扯了宋运秋的头发 而给人踩断手臂 围着的人 心里都一冷 这样的惩罚 固然让人打快人心 对总在 衣中这条巷子闹事的混混 谁都痛恨 只是弄断手臂后 事情就升级了 倒地两人 还有好几个是一伙的 见事情到大 也不可能撤走 有人将撇在背后的钢条 西瓜刀抽出来 围观看热闹的人 怕央吉吃鱼 忙往后退 医中这边的学生 也往后退走 门卫小李 犹豫着不知要不要上前帮杨东轩 踩人的大汉 见对方拿出武器 抢先下手 三下两下 将围在身边的人都打道 手沉腿狠 毫不留情 杨东轩见大汉 手脚力足勇猛 则护着宋运秋等羽生 免得混混们乘乱伤着他们 下集预告 混混们被打伤了 打倒了 这些混混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杨东轩和宋运秋 由此交集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片 将人打倒 大汉 环使了一圈 对被宋运秋踢一脚的那个 补了一脚踢在小夫上 那人全举着身子 痛得叫不出声 就好了 我叫雷豹 不服尽管找我 雷豹说着 两目怒事 不是那种被挑衅后单纯的怒不可遏 也不是单纯的盛气凌厉 仿佛一柄出鞘的力震散发寒光 气势凌厉到边人 仿佛这时候周围的谁人 要敢轻易妄动 就会有雷霆打击 轻洗而至 倒在地下的七八个人 哪敢跟他对视 杨东轩站在雷豹身侧 沉处也感受到这样的冲击 好在心神不受太多影响 哥 宋运秋从杨东轩身后走出来 不是说在校门口等我吗 怎么先出来了 雷豹语气揉顺起来 听着有些别扭 透着呵护爱怜 却是对宋运秋说话 雷豹高大为猛 眉弄目张 神态很有威扬 足有一米八五的身高 快头又大 当真是打架的好手 杨东轩这时才注意看雷豹 见他身上穿着一件军人之服 虽没有奸章表明 他是现役军人 但看他威风凛凛的架势 也可以肯定是军人的身份 知道你要来还怕什么 宋运秋说的理所当然 你好 我叫杨东轩 是宋运秋的老师 杨东轩心里有点发虚 不知雷豹跟宋运秋之间的背后关系 你好 今天要谢谢老师了 雷豹伸手到杨东轩面前 伸手要跟他过 那手很大 粗糙 指节很凸 看得出是因特殊训练所致 杨东轩也伸手去 相比较他的手 差不多要小一半 相握之后 更是给雷豹的手 全然包围 两人并不像平时握手那样 雷豹握住杨东轩的手 没有要放开 而是渐渐加厉 之前看到杨东轩 出脚踢人极为玛丽 对那些混混警戒的战力姿势等 也显现出他是练过的 心里寄仰来试探杨东轩 能够体会到雷豹的用意 虽说不含敌意 只是在这时候审量自己 还真不是好时候 也知道自己跟老板或许 不是在同一等次的存在 看他身上的着装 可猜出这个雷豹是特种兵之类的 打架比利器都是他的专业 但杨东轩也不想自己太难堪 一边沉着应付着 雷豹不是一下子发威爆发出力来 慢慢加劲 杨东轩心里不急 自己虽比不过也不会出丑 宋运秋将两人这样握手 可能知道雷豹的德行 先还笑得甜蜜 此时却合身扑过来 细长的两手抓住雷豹的手臂 张嘴露牙的要往雷豹手臂身咬说 哥不准欺负老师 宋运秋如此激烈的反应 让杨东轩雷豹和方希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 摸不清状况 雷豹忙将手翻开 知道他说出来也做得出 放开杨东轩的手说 好久没打架 今天这些人太不敬大 没意思 我看杨老师也是练过的 我们试试手 不行 说了不准你欺负老师 你还来 宋运秋瞪着雷豹 完全一副老母级保护小级的架势 这不免让人看出他跟杨东轩有些不清不白 好好好 今天都不练了 杨老师 我请你吃饭 总给这个面子吧 说着 定定的看着杨东轩 隐含着笑 表明对他跟宋运秋之间有疑惑 杨东轩知道这事 真解释不清 越解说 自己越没有底蕴 去吃饭 却没有必要 不凡 我已经吃过 谢谢 心灵了 这哪吵 我看你做事不是婆婆妈妈的人 吃饭喝酒 肯给面子 才有朋友做 这时候 宋运秋却不插话 杨东轩对雷豹也有些兴致说 好 到平秋市了 该我来请 才是朋友知道 成 这样的朋友 我交定了 雷豹说着 在杨东轩肩上一拍 靠热的 在平秋市还敢这样嚣张 我看你是活腻了 给我往死里走 也不打听打听 城南四大个人 雄海是什么名号 那个给宋运秋踢中腿骨的被人扶起来站在其他人身后大声的嚷爆出名号 他 熊海话还没说完 脸上给熊豹重重一巴掌 顿时口里流血 不知牙是不是给打落了 百姓还不快滚 拜老子吃饭的兴致 记住 老子今后 见一次打一次 熊海这个名字 让方熙等学生 惊悸地看向那个满嘴是血的家伙 曾几何时 熊海也会吃亏了 跟在学生身后的门卫小李 看到这一幕 忙上前将学生们拉向后面 看热闹的学生 一哄而散 怕给被打倒在地上的混子们看到他们 方熙等人也知道不妙 见杨东轩跟宋运秋的歌说得起劲 也不知该怎么对他说 城南区的四大恶人 在三四年前就开始臭名远扬 到如今名气都不落下 特别是在年轻人 学生里成为恐怖的存在 又是城南区混子的传奇存在 这两年 四大恶人各自都有了工作 有了新的身份 不再混社会 但恶名并不因此消失 熊海在四大恶人里排在第三 如今在区财政局上班 他的老爸是城南区财政局 掌管实权的副局长 另外三大恶人 分别是罗伟辉 朱军和年旺 朱军在城南区街道派出所 谋到一个副所长的身份 年旺在城南区教育局纪检室上班 也挂上副主任身份 这两人都是恶狼披上人皮 却不干人事 又都有很强的背景 谁也不敢惹 熊海 朱军和年旺 过去就沆瀣一气 时常在一起 为恶闹事 如今有了干部身份 还能够记起虎皮 办私事 为恶更坏 另一个 罗伟辉 在城南区成立一家公司 手下招一群混子 将火车站的一带 化为势力范围 算是将混子 摇身 变成公司 妄想将黑 洗白 杨东轩也早对 城南区的四大恶人 有所耳闻 只是从没交集过 对熊海给打倒 没有太多的担心 城南火车站附近 天响有限公司办公楼里 罗伟辉 懒懒的厚仰在老板椅上 公关经理吴仔 站在办公桌前 正说着 发生在一中外向弄的冲突 吴仔脸上 完全是幸灾乐祸的表情 据说熊海到医院看伤 断了一根肋骨不说 满嘴的牙松了一半 说话都没法说 至少有半个月吃东西 得用挤进去 对方是谁 没弄清楚 没打听到 不过有一个是医中的老师 他马上有好日子过了 另外那个 很能打 一照面将熊海七八个人放倒 这时候 他跟那个老师在吃饭 其他的就不值了 不过可能是一个当兵的 那家伙穿的衣服就是军装 怎么打起来的 一个陌生人到城南区来将熊海等人打倒 还安然的吃饭 让罗伟辉觉得有戏看了 就是医中两个月前来戒毒的小妞 是他 熊海这是找死不看皇帝 我该倒霉 当着看戏吧 挪伟辉说着嘴角翘起来 跟熊海等人虽合成四大恶人 但他一直不屑于与这三个人为伍 乐意看他们受苦受难 方熙回学校 给他老妈打电话 将中午发生在校外的事情说了 他不是担心自己 熊海等人虽混 但做事却分得清软鹰 城南区哪些人不能惹 早给身边的混子交代清楚 而他们自己也不会碰这些招惹不得的人 杨东轩陪着雷豹去吃饭 两人虽说第一次见面 雷豹的豪气也感染了杨东轩 吃饭时很快说的熟络起来 酒喝的不少 杨东轩说下午要回学校上班 雷豹虽不能尽兴 但也不能强着让他多喝 吃饭出来 已经是下午上班时间 杨东轩赶回学校 雷豹说下次有机会再一醉方休 吃饭后 雷豹却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 让城南不少人想找他都无所得 回到学校 特意到方熙教室前 录一下面 让方熙帮他到另外一个班找宋云秋 看看他的情况 今天遇上这事 要跟宋云秋交代清楚 今后不得到校外去 没准那些混混会找麻烦 老师 宋云秋不见了 方熙说 怎么回事 他没回学校吗 不是 我问他班的同学 我们回学校后 有人将他接走 可能转学走了 方熙说着 在观察杨东轩 想从他脸上 看出一些名堂来 之前老师 让他跟宋云秋往来 他确实没有任何疑心 但今天冲突中 宋云秋的表现太怪异 杨东轩自然看出方熙的用意 笑了笑 让方熙回教室 宋云秋突然来 又突然离开 杨东轩得去问问 他班主任 如果真转学离开 心下会放松不少 只是对宋云秋 这般随意转学 不是会影响他的学业 小魔女会不会 真的离开平秋市 走在操场 见学校行政办副主任林斌 朝着他走过来 老远招呼说 杨老师 等一等 平时林斌对杨东轩 这样的普通教师 也极少看在眼里 彼此交集少 据说林斌在区教育局里 有得力的人 校长石永熙 才将他调进医中来 并安排在行政办任副主任 平时点事没做 倒是见不得年轻漂亮的女教师 围着转 说些婚话 偶尔会动手动脚的私闹 品性极差 林斌也因此得到一个混号 林斌 在学校的人脉也不差 杨东轩却少有跟林斌等校级领导搭建 见他招呼自己 站着等 林斌走过来说 杨老师 请你随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有事要协助 见林斌的神态严肃 杨东轩不多问 平时少有大话 这时候更不好问是因什么事情找自己 跟在林斌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往行政办公楼走 到行政办外 林斌让杨东轩走前面 进办公室 杨东轩见里面有三名警员 心里动一下 估计是因为中午的事情 平时一中学生 偶尔会跟社会混子起冲突 报警 半天都不见警员来问案 今天倒是挺快的 杨东轩不知他们是来核实情况 还是要查问那些混混的身份 当时冲突后 杨东轩知道 其中一个给打伤的是熊海 其他人应该是熊海的朋友 熊海和另一个人 虽给打得狠了掉 但打人的是雷豹 他只是去将送运秋救回来 杨东轩心里不处 也不怎么担心熊海今后会找自己麻烦 见三个警员脸色严肃 而林斌站在办公室外 没有进来 杨东轩有种不妙的感觉 其中一个见他进了办公室 翻起炮肿的眼 看他 说 你就是杨东轩 中午在校外打人至残的那个人 转起来 这个警员一脸横肉 说着声音瞬间提高 变成呵斥 另外两警员先就在进门处 这时呼的站起来 一左一右将杨东轩实行夹击之事 并抓住杨东轩的手准备靠起来 杨东轩手给有压住 但没有靠着 他也不用力证 看着前面站起来的满脸横肉的警员说 我打不打人 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可以作证 你们警察是谁要办案的 你到底是谁 不要看看你们的证件 还想看我证件 那人将手铐拿在手里晃了晃 老子在城南去抓人 都是直接靠走 当真是数呆子 兄弟今天算见识了 靠起来 林主任 怎么回事 杨东轩扭头 回看门外的林斌 才看见他站在门外 堵在路中间 那姿势分明是在防备自己往外跑走 知道这时 及时把面前三个人打倒到 无法解决问题 只有找人跟派出所这边说上话 才可能化解 不过这事 即使有人想整自己 还真能是非颠倒 什么都不顾吗 杨东轩也拿不准 林斌显然是跟这几个人是一伙的 对杨东轩的责问 装着没听到 杨东轩心里怒气顿声 对林斌这种跟外人一起联合欺压同事的行为很不愤 也不再跟他多说 行政半大楼 其他人都躲起来 似乎都不知道有警方过来抓人 杨东轩本想跟校长石永熙说说 今天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完全跟学校没有关系 但想到林斌如果没有石永熙默许 他敢这样做 见杨东轩并没有反抗 三个警员也没有做出格的事 杨东轩见对方将自己靠了之后 态度似乎好了些 心里虽不安 但也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想着要不要跟老婆赵丽丽打个电话 或许她有熟人 能够跟派出所或去公安局说上话 将这事解决好 但想到赵丽丽听到自己给派出所抓了 会不会幸灾乐祸 再说 自己也犯不着求到她头上 宁可在派出所 受一些罪 走出校门都没遇上其他人 只在门口见到门卫小李 小李偏着身子不看他们 也不让林斌看到他的表情 小李在门卫好几年 对城南区的复杂关系 比杨东轩了解得深透 知道这次警员到学校来抓人 是四大恶人对他的报复 林斌是四大恶人之一 年旺的手下 他哪会对杨东轩客气 杨东轩不知道这些复杂关系 学校里是有不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但这些人都是普通教师 即使有少数家里有人在一些职能单位都没有实权 对今天的事情肯定帮不上忙 也不多想 觉得派出所未必真黑到那种程度 一路上心里不安 又存着侥幸心态 三个警员不是将他直接带进区公安局 而是进了城南区新建路街道派出所 满脸横瘦的警员就是朱骏 四大恶人之一 一年前 朱骏就是在新建路派出所任警员 如今 朱任调任一中外崇文派出所的副所长 而新建路派出所则是他的老郭 办什么私事大多在这里做 上下都是熟人 不会有谁多嘴 进派出所时 立即由警员对朱骏招呼 点头哈腰的 朱骏 朱哥 朱骏也得意的很 跟这些人应道 好 兄弟们 找个机会喝几杯 一醉放休 朱骏 又要任务了 自然有人看到 朱骏靠着杨东轩走进所里 朱骏说 小事来借用一下 禁闭室 这小子张狂的很 说着推了杨东轩一下 杨东轩扭头看朱骏 朱骏扬起大巴掌 准备要拍他说 不服气 知道老子叫什么吗 朱骏 朱二哥 推你是给你脸面 说着往杨东轩身后拍摄 杨东轩往前挤走一步 闭上开 朱骏手掌落空 很不好受 提腿准备踢向杨东轩 朱警官 你准备怎么样 杨东轩扭身 看着朱骏 不想让他从背后冷不丁的踢自己一脚 那种大头皮鞋踢在腿上的滋味可不好 我已经跟你们解释过 在校外大家伤人不是我 在场的学生都可作证 不承认 也随你 自有你承认的时候 对杨东轩这样不服 朱骏根本没放在心上 下集预告 杨东轩被朱骏抓进了派出所 那么朱骏将会对他施展什么样的手段 杨东轩会不会驱打成招呢 宋运秋不见了 他是转学走了 还是因为别的事情 他和雷豹到底什么关系 杨东轩被抓 他们会不会出手相救 人抓到新建路派出所来的目的就是要折腾这人 真将他踢伤了衣中那边会不会闹起来 还真说不准 有了外伤不便于解释 朱骏如今阴狠的多 不像两年前那种不管不顾的性子 到派出所了 有的是手段让人受罪 收住脚 在心里起着往死里整这个人的心思 禁闭室 空间小 人在里面整个身体无法舒张 全屈阵 不能躺着 又无法站直 在里面非常受罪 关了门 完全与外面隔绝 人在里面听不到外面任何杂音 而自己发出的声音又特别刺耳 时间稍长 精神稍弱或不稳的人甚至会给逼疯 几乎所有的罪犯 最怕的就是给禁闭室关押 宁可给人打一顿都要好受些 派出所设立禁闭室 是朱骏到新建路派出所之后想的坏主意 仿照看守所的禁闭室专门弄出一间房来 加固与打造成为朱骏等人用于私刑的利器 进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个警员 警员见朱骏进来站起来招呼 朱骏点头应的手一挥 示意他离开 警员很识趣的出办公室 跟朱骏的两人其中一个到墙上挂着的文件夹拿下一个 从桌上拿一支笔准备给杨东轩做笔录 朱骏说 说吧 多配合我们警方工作 少受一些罪 可不要怪我不提醒 怪只怪你自己不好好待在学校里 多管闲事是要成本和代价的 朱骏觉得自己这句话说的很有哲理 便看着那俩警员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朱所长 这话就是真理啊 如今这社会 做什么 不要关系 不要成本和代价 就是啊 天上不会掉线表 两人一唱一和的给朱骏拍马屁 我在学校已经跟你们说明了 中午 我没有参与打架 你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好 既然不给面子 那也别怪我无情 朱骏暴怒起来 给他做笔录 杨东轩强忍着脾气 将所有自身信息重复几遍 但对朱骏等人问到中午的打架 重伤多人的戏章 却只说自己到后 将学生劝回学校 不让助校生外出 至于打架的事情 确实不知 更没有参与打斗 跟那几个骚扰女生的社会青年 自己只是劝他们 不要乱来 啊 你这样说来 完全无关了 朱骏阴沉的说 他虽没见到打架情景 可也听下面的人说过经过 更知道自己死挡 熊海给打得猪头一样 还掉落几颗牙 断一根肋骨 如今还躺在医院 熊海的一个手下手臂给踩断 胸腹都有不少伤 自己听到后 都不急着去医院看熊海 而是过来抓人 就是要先给熊海出这口恶气 当即冷笑起来 躺在医院的那些伤者 都是他们自伤的 你当我们是医中的那些小孩子 哄骗习惯了呢 先关起来 让他清醒清醒 那俩警员得令 将杨东轩提起来 往禁闭室押送进去 听到咣当一声 所有的声音一下子消失 杨东轩下意识地站起来 没有收住力 头一下子碰到头顶钢板上 一声沉闷的巨响 喝就喝 一杯酒而已 赵莉莉咧着嘴笑 显得豪放 胸脯高耸 笑出声来 浑身都抖动 胸脯上那两团 很明显的上下拨振 那是货真假实的东西 这一抖 让包厢里三个男人 眼都直了 忍不住吞一下口水 他们也不掩饰丑态 其中一个站起来 举着酒杯 赵主席 女众豪杰 自然不在意一杯酒 但我们作为男人 也不能软 软了 如何让赵主席满意 来 我陪赵主席干 碰杯过来 说的确实干 不是平生 那自然 另有其意 赵丽丽不在意 手伸出来 要不要来一个亲密的 交杯酒 还是混合酒 闹酒起来 只要快活 哪会在意 是不是给人吃豆腐 占便宜 再说 谁占谁便宜 也说不清 平时上班 赵丽丽工作不忙 应酬本来也不多 但喜欢凑这种酒厂 时间稍长 在城南区也就小有名气 有酒厂时 不少人都会打电话 将赵丽丽请去 酒厂的气氛非常热火 今天不过是几个人 腰着喝酒 都是城南区一些位子上的人 带着长姿杯的 女人除了赵丽丽之外 另一个女人也不甘落后 是城南区团委副书记杜倩倩 也是副科级实职干部 赵丽丽已经喝下三四杯 平秋市喝酒 讲究用一两一杯的杯子 还不到半斤酒 赵丽丽只有一些酒意 只觉得要热闹 闹饮闹酒才过瘾 叫杯酒喝过 是不是要进东坊啊 另一个男人在旁起哄 杜倩倩手一拍那人一下 快死了 就知道想占便宜 谁占便宜 仔细说是男人吃亏的 在这件事情上 既要体力还要精力 那人笑着说 你也算男人呢 杜倩倩鄙视一下 肯定要进东坊啊 是不是 赵丽丽看着面前碰杯的男人 眼角微微挑起一副干柴烈火的样子 区里不少人传言说这个女人很好弄到床上去 但到底有多少人尝过甜头 却又没一个准性 男人看着面前赵丽丽的样子 往前靠过来 准备喝焦杯酒 趁机试探 她的手即将碰着赵丽丽高耸的胸 见她没有让开或回避 心下更喜欢 只是人多也不能坐得太下流 正要完成喝焦杯酒的动作 赵丽丽的手机响了 赵丽丽稍犹豫 才转身将包里的手机拿出来 看了看 往包厢外走 其他人哄笑起来说 查岗了 此时才下班不久 外面天还没完全飞下来 对这些有酒厂的人说来 张牧才刚刚开始 还没有进到高潮 赵丽丽很快返回包厢 那还等着她要喝焦杯酒的男人说 赵丽丽 家里擦岗吗 家里可能擦岗吗 是老情人心痒了 打电话来催呢 赵丽丽笑着说 来 喝了这杯后 正该走了 去吃了 那就惨了 谁呀 敢这样对我们的美女无礼 男人们很怜香唏嘘的样子 赵丽丽离开 会让他们这边冷静很多 也少了情趣和希望 自然不想让她中途就走 张主席可不能只体谅老感情的需要 不在乎我们这些新感情的渴求 你们哪 都是夜宫好龙的角色 真有那份心 现在就表现给我和杜姐看看 赵丽丽手拍着身边的杜倩倩 两人都笑起来 也不用太过于表现 只要现在脱光了 想占什么便宜 都以你们 说着他们更放肆的笑起来 财政大楼是城南区最雄伟的建筑之一 占地宽 楼也高 好在上楼有电梯 此时整个大楼没几个人在里面 赶到城南区财政大楼 赵丽丽不担心给人撞见 天边只有一抹彩霞 她不知雄汉林怎么会让她直接到财政大楼来 以前除了工作业务要到财政局来划拨工作经费之外 赵丽丽是尽量避开到财政局来的 只是雄汉林打电话让她来 她也不敢不来 雄汉林是城南区财政局常务副局长 是城南区最具实权的权势人物之一 平时没几个人能请动她的大家 赵丽丽在区负联工作上跟财政局这边少有直接的交集 一年也就一两次因工作或负联组织的活动 要跟财政局这边申请经费签批 才与雄汉林打交道 私下的往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赵丽丽在城南区圈子里有些名声 但只是在酒厂上放得开 真正说有谁占到她多少便宜 却真没有 她也注意着自己的底线 担心雄汉林给她打压 将她从身边踢开 进办公室 见雄汉林坐在老板椅上 神态有些萎靡 赵丽丽感觉到不对劲 两年来极少见雄汉林这种神情 当下心里有些担心 这往往是雄汉林醉意怒的时候 老公 怎么啦 工作累了 虽说喝了几杯酒 有一些酒意 此时赵丽丽却很清醒 笑颜妩媚 雄汉林没有说话 伸手给赵丽丽 让她到自己身边 赵丽丽走过去 手才给雄汉林牵住 随即给她大力往身前带去 整个人都扑进雄汉林的怀中 赵丽丽惊呼一声 在财政大楼里 也不担心会有谁给听到声响 一只手很粗鲁的按在胸前 一阵阵痛感传来 赵丽丽咬牙不让自己叫出声 赵丽丽没有丝毫反抗 硬顺着雄汉林 接到电话时就觉得今天有些怪异 雄汉林这样急躁躁的动手 是不是在疑惑他在外面 另外有人 雄汉林没说话 心里闷气难消 当即站起来粗暴的侵犯他 雄汉林的手 轻抚着赵丽丽的长发 才觉得心里的那股闷气 渐渐消减散去一些 下午突然接到电话 说儿子给人打上重伤 雄汉林知道自己的儿子不省事 才安排他进财政局系统里 有一个单位上班 也会让他渐渐收心 得知儿子进了医院 雄汉林正在陪县里领导 不好直接到医院去 等他处理好工作 听说打人的凶手是医中的老师 雄汉林感觉格外窝弄憋气 好在人给抓了 到医院 见到儿子胸脯上 打了石膏 缠着厚厚的绷带 脸上也肿得变形 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 雄汉林感到心痛难当 亲自打电话 要公安那边严惩凶手 不料 那边却将人放了 这自然触到雄汉林的逆临 直接找区公安局领导 要求他们给一个解释 那边只是表示道歉 没有要再去抓人的意思 却不知那教师 有什么过硬关系 竟然让公安局那边直接放人 雄汉林知道 公安局那边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不可能不给他面子 心气难消 出医院的时候突然记起赵莉莉的男人 就是医中的老师 才将赵莉莉直接叫到财政大楼来出气 将自己一枪怒火 射在赵莉莉里面 不正是对医中老师最好的报复 雄汉林甚至想在弄到最欢之时 跟赵莉莉说穿这事 是不是更让人消火 想到心里烦闷的是 雄汉林更疯狂起来 动作虽粗鲁狂暴 赵莉莉喝了酒 也喜欢雄汉林这样对他 在办公室里闹一个多小时才尽兴 散了 赵莉莉也没心思在外面晃 回到家 他很意外的没见男人在家里 跟男人之间从认识恋爱 组建家庭 就是半年时间 速成式的可说没有多少感情基础 当初对社会 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看得简单又浅薄 觉得杨东轩是一个教师职业 稳定的 又是在试医中上班 很受人尊重 而杨东轩本人又英俊 有才华 对人也关心细致 觉得一辈子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应该是很幸福的 只是结婚不到两年 才觉得之前的种种想法过于天真 自己对生活的本质没有触碰到 那两年间 因为自己在城南区偏远的一个乡镇上班 想要往城区调动工作 杨东轩根本就帮不了一点力 让他找人 请客 走关系 都扭扭捏捏 根本进不了那种圈子 上不了种种台面 这两年期间 彼此之间的关系急速冷淡起来 吵架变成了两人见面必有的事 自己在行政上工作 平时有一些应酬 喝酒 唱歌 跳舞 接待 迎奸等等 工作本来没有规律 又苦 可杨东轩作为男人 不仅没有体谅自己 对这些工作 还有不少讽刺的话 使得两人在一起 再难有一句好听的 平和一些的交流 想到杨东轩 见他今晚这时候还没回家 想着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拿出手机才记起 自己根本没有存有他的号码 又没记他的号 将手机丢在一边 到浴室去冲洗身子 不过 赵莉莉不担心杨东轩会发现异常 两人有一年多不理对方 没有在一起睡 想到这儿 心里也在叹息 杨东轩是死要脸面 不肯开口提离婚 自己也不想主动提出来 赵莉莉有自己的小算盘 目前所住的房子 是两人结婚时借钱买的 到如今账户都还没有完结 谁先提出离婚 这笔账款不得承担起来 不过 真要闹离婚 协商不好 走法院判离 财产分割上 自己在法院里有熟人 也不至于吃亏 脱光了 赵莉莉手按在胸前两团上 隐隐有些疼 刚才在财政大楼弄得比以前都要爽 熊汉林居然没吃药 都让他高潮两回 确实难得 高潮余孕差不多完全消散 浴室温热的水 鸡舍冲淋在焦嫩的肌肤上 刷洗着骄傲上的痛感 赵莉莉突然想到如今很流行的一句话 老婆基本不用 工资基本不动 说的就是区里市里的领导干部 自己所在的圈子 只怕也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的 想到杨东轩这一年多没有用自己 他是不是在外面也有女人 只是如今这世道要腰包里有钱才有地位 有钱才让人看得起 杨东轩每个月至少要将一半的工资来还房款 还要开支家里的费用 也是月光族一个 有心勾搭别的女人 也没有人会理她 杨东轩的穷困和熊汉林的财大气粗 两人强烈的对比 在赵莉莉心里的分量自然不同 要不是跟在熊汉林身边 自己会从那乡镇调回市区 会给提升为副主席 或许到明年 自己将升到政科级 也算是城南区的仕途新人 熊汉林曾跟他透露过 明年有可能给提拔进城南区担任副区长 称为副处级领导 熊汉林晋升副区长 到时候拉自己一把 市区里哪一个政科级位子最容易谋到 副联主席位子是最便利的 只是副联没有实权 每年的工作经费都少得可怜 在外面应酬消费 还要四处找人帮忙签单 这种人情往往需要还的 在副联没有什么资源跟人交换 那些人将目标定在自己身子 确实烦人的很 到时候都交给全汉林去运作吧 两年前的那次申请经费签批 那一场饭局当真将一切都改变了 下集预告 杨东轩被关进了派出所的禁闭室 他的妻子赵莉莉却在外面花天酒地 回到家后 没有见到杨东轩回来 那么他是否会帮助杨东轩走出派出所呢 独家出品 酒区沟湘离市区较远 也是城南区最贫穷的一个乡 赵莉莉在那里上班 不会安心 有些姿色又年轻 乡镇但凡有接待都会将他叫去 到区里求人办事 也会带着赵莉莉一同前往 这样办事的效果好不少 赵莉莉当初对这种工作应酬 也非常反感 身心疲累 回家又要给男人念叨 但在工作上不服从也得服从 那一次 是为乡镇讨要办公经费 赵莉莉跟酒区沟湘书记一起到市里来 自然要安排饭局 熊汉林得知年轻的赵莉莉一起到来 很爽快的答应赴宴 书记自然高兴 熊汉林在财政局有名的男性 自己居然请到了 办公经费的事肯定可以解决 将红包准备好 又叮嘱赵莉莉到时要放得开一些 只要拿到经费 答应给赵莉莉一点好处 饭局开始后 书记自然主动敬酒 熊汉林却不怎么肯喝 看着身材稍显夸张的赵莉莉 当时赵莉莉结婚两年了 在家里每一天都要吵架 吵过之后就用那种方式来发泄 使得胸前两团每天都在变大变鼓 熊汉林不做什么掩饰的看着他 赵莉莉虽知道男人的心思 但也遇见多了这种色迷迷的眼神 只能装着不知 随后熊汉林邀赵莉莉喝酒 表示经费问题好解决 他现在就可以签字生效 但经费多少 却要看赵莉莉喝多少酒 一万其底 喝一杯增加一万 酒区沟湘的办公经费 本来只有几万而已 熊汉林这样答应后 书记自然拜托赵莉莉了 表示超过五万后 一杯酒给他两千奖励 赵莉莉酒量确实不差 也就是说 四杯酒之后 每一杯酒有两千 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总量喝到一斤酒 就有一万二 这个数额对如今穷困的赵莉莉说来 很诱惑的 也不担心 书记会食言 当即跟熊汉林 一起一杯一杯的拼着喝 最后 书记最先喝趴下 当然事后回想 赵莉莉疑心书记是装醉 才让熊汉林有更好的机会 跟他闹酒 当时真不知喝了多少 等他醒过来后 是睡在宾馆房间的床上 浑身赤条条的 也感觉到自己身子的不适 知道自己上当了 清醒的那一瞬间 心里的悲愤 很想将酒区沟湘的书记杀了 也想将熊汉林给杀了 明白是怎么回事 熊汉林虽然不在房间里 但赵莉莉知道 是他做的这一切 躺在床上哭 一直到流干了泪 又想到自己一夜没回家 见了杨东轩 还要怎么解释才好 到浴室冲喜 才见到自己身上不少伤痕 这些伤痕一两天都难以消除 也就无法回家去见男人 悲愤之际 赵莉莉直接找到财政局 熊汉林的办公室 从包里抽出一把尖刀来 熊汉林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子 用一个下午才解决好问题 答应了赵莉莉不少条件 随后赵莉莉在熊汉林的诚意下 甘心成为他的情人 之后 熊汉林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将赵莉莉运作到区复连 又提拔为副主席 成为城南区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之一 赵莉莉在想 杨东轩今晚会不会回来 他到哪里去了 转念想管他是死是活 跟他有多少相干 女儿在电话里急得哭了 方熊也慌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女儿有几年没哭了 是那年自己离婚时 狠哭一回 就再没见他哭过 方熊忙安抚女儿 让他将事情说清楚 方熊意识到自己的慌乱会耽误事 才静下心来将发生的事情 跟老妈说 老师给警方抓走 还是四大恶人的朱俊抓的人 绝对是雄海他们进行报复 只有老妈找外公 才有可能救下老师 方熊得知 杨东轩给朱俊抓走 也焦急起来 对朱俊那些恶名在外的人品性 是知道的 吓得死手 中午发生的冲突 女儿之前就在电话里说的明白 杨东轩是为了救宋运秋 才跟雄海冲突的 而打人的是宋运秋的哥哥 如今朱俊找杨东轩 分明是欺软怕硬 对杨东轩为人 方熊很赞赏 要不是他已经有家庭 又还在给女儿做家务 方熊都想主动跟他往来 是不是令祖家庭 方熊没想过 但要说从此不再跟男人往来 不再沾男人 却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叔叔也跟自己提过多次 而身边有不少男人围着转 生意场上也有些男人 张牙舞爪的露出难看的吃相 方熊真看不上这些男人 空有一副外壳 人品却极差 杨东轩给女儿做家教时间不长 但女儿从上期对这个老师就非常敬佩 唯命是尊 一个月前女儿突发奇想要买电脑 自己却想等女儿初中毕业之后再买 女儿固执起来不依不饶的 实在没有办法给杨东轩发一个短信去 陪女儿在看电脑时 杨东轩很巧合的偶遇了 问他们在做什么 是不是要买电脑 女儿当即一口否认 到如今都不再提电脑了 女儿因为单亲对人很挑剔的 却能够对杨东轩这样敬服 方琼觉得即使自己对他了解不足 至少是一个可信赖的人 也知道跟杨东轩这样比他年轻好几岁的小男人 不可能组建家庭生活在一起 可是一生中与这样的男人有往来一段时间 那也是一种幸福 心里急 开着车直接进区围 在车里得知叔叔在办公室 方琼没有在电话里说发生什么 有些事情当面说才有效果 这件事如果不是自己坚持 叔叔不一定肯出面 对城南四大恶人的种种劣迹 区里领导又有几个人不知 只不过是领导们都不想平白无故的为自己树敌 官场上的斗争很复杂 每一个在位子上的人都不怕事 但不会做那些无谓的事 知道跟叔叔说这件事确实理由不足 女儿本来最好出面央求外公 只是女儿却又是小孩子 有些话说出来 分量就轻了 自己过来求叔叔帮忙 会不会让叔叔会错意 只是事情太急 根本找不到更好的处理方式 朱俊将人抓走 人到局里或派出所里 就会对杨东轩下狠手了 不弄成内伤 残废 就算侥幸 这些人在城南区横行无际 手段很辣 只有方琼这一层次的人 才了解更全面 方如海在城南区的威信很高 在常委里有死党 又是城南区地方势力的代表 方家一族在平秋市根深夜貌 势力也有应援 省里也有潜力很大的人 自然在城南区有更强的影响力 不过方如海平时对谁都和和气气的 没有一点架子 跟叔叔说了情况后 见叔叔方如海没有立即表态 而是沉默地看着远处 方琼不知叔叔到底肯不肯帮忙 焦急地说 叔叔 杨老师绝对不是大人的凶手 中午杨老师去救人 还是嬉戏叫去的 不要急 方如海得知对方是朱俊 自然能够想到一些没看见的事情 也能够想到自己出手后 会在区公安局那儿有什么反响 朱俊的老爹朱高宇 是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主抓全局的具体工作 一旦出手 就不能让朱高宇有什么机会 朱俊也该受一点教训 城南区这些年给他们闹得乌烟瘴气的 太不像话 上车后 方琼才想起叔叔没有将自己跟他的关系说出来 只是将中午到下午发生在医中校外的案子 跟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局长周春驰进行通报 强调公安警队的纪律和约束力 也强调了平秋市医中内外治安的重要性 对这一起案例区里要高度重视起来 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契机 抓一抓城南区警队的整顿工作 知道周春驰书记跟叔叔之间的关系 以前方琼在叔叔家也见过他 只是在办公室 这都不便提彼此之间的私疑 周春驰没有亲自出面 却将区局一位警官叫过来 让他到下面去处理这件事 临走之前只盯住一句话 保证受害人的安全 安抚好受害人的情绪 这让方琼安心不少 警车里那位警官没有跟他说话 打了两个电话摸清情况 让车开往新建路 车到新建路派出所里才停下 方琼急忙下车 想早一些见到杨东轩 不知他在这时间段给整成什么样了 只是在派出所里 他再急也没用 一起到来的警官是区局纪检督察书记 阎磊 派出所的干警 见到这位大人物亲临 心里不免忐忑 这位书记是城南区局老大的红人 直属亲信 在业务上不出色 却在警务整顿上赶下死守 铁面无私 一位干警走过来说 严书记来了 田志指导员 下午朱俊江一中一位教师非法抓了 举押在哪里 眼泪脸黑着直视前面的田志 新建路派出所的领导所长李光辉 指导员田志 不过田志和李光辉尿不到一壶里去 李光辉跟朱俊才是穿连当裤的关系 朱俊将新建路当成自己的后营所在 主要是得李光辉许凯 又有不少警员之前跟朱俊是九肉哥们 这些人搅合在一起 才使得新建路派出所更乱 对严蕾直接追问 田志也郁闷 李光辉跟朱俊等人将派出所这边闹得不像话 他虽说提出一些意见 但李光辉不听 也不放在心上 我行我素 区局也不重视自己的汇报 朱俊是区局大公子大牙内 田志也明白自己说多了会在局里受到打压排挤 甚至在新建路派出所都有可能待不住 严书记 我也是听说这事才赶回来 还没来得及问具体情况 先把人放了 安抚受害人 警队里的事过后再处理 严蕾说 李光辉和朱俊此时都去了医院看望住院的熊海 兄弟之仪总要顾全到位 朱俊远准备将杨东轩在禁闭室关押两天再说 两天之后他还有什么罪行不肯承认的 就是一坨铁在禁闭室里关两天也会给关软的 何况是一个臭教师也敢对四大恶人动手 不重重成绩 今后谁都敢跟四大恶少叫板了 留守的警员见指导员和区局严磊书记到了 有人给李光辉和朱俊打电话报这边的事 有人带着田志和严磊亲自到禁闭室那开门放人 杨东轩听到有响动 浑身正难受 好在小时候站马步功力不浅 在禁闭室里站马步练功打发时间 相对说来好受许多 外面站着几个警察 不知会对他怎么样 到此时也想通了是熊海等四大恶人对自己进行报复 这冤情该找谁去申诉 初来见方雄站在警察后面一脸焦急的样子 杨东轩心里刷得热起来 到派出所办公室 严磊当着田志的面跟杨东轩道歉 也批评派出所执法犯法 表示区局会对这一案子进行追查问责 田志当即表态对受害人杨东轩道歉 表示对所里警员进行警风整顿 至于朱俊那边 严磊表示会给区局区里进行汇报 整个案子还要一些时间来做工作 有了结论后会给杨东轩一个明确的答复 杨东轩没多说在办公室里也没多跟方雄说话 方雄说只要人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 警方承认办错了案子 对涉事者的追究完全同意警局的意见 虽说没有跟杨东轩先商量 但方雄知道这案子牵涉的面有多广 区里最后会怎么处理都难说 只要人出来了没有受伤就是万幸的事 他也担心杨东轩会不依不饶纠缠起来 最后未必有力 出派出所 严磊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直接回区里汇报 也要将朱俊找到 毕竟这个案子他是始作俑者 杨东轩知道自己能够出来 能够让区局的人来过问这一案子 完全是方雄在帮自己 他在区里有什么关系 不得而知 想来自己一给抓走 方雄这边就得到消息了吧 到车里 杨东轩才对方雄说 方姐 谢谢你 真没受什么伤吧 他们有没有打你 方雄看着他 眼里的泪水在滚动 强力抑制着不让流出来 之前朱俊虽动手都咬 但杨东轩也没吃多少亏 只是在禁闭室的几个小时 给憋屈的难受 如果不是自己用练马步来消磨时间和适应里面的空间 也不知该怎么度过这段时间 杨东轩摇摇头说 我没事 方姐 你这样帮我 朱俊那些人会不会找你麻烦 要是连累你可咱们好 怎么会连累我 那些烂仔 作为作福的 总不会有好下场 真没受伤 我也好对西西有交代了 你要掉几根头发 或受他们欺负 受伤了 女儿哪敢饶过我 方雄不肯将功劳揽到自己身上 方熙看到我被他们抓来的 我也不知道 西西给我打电话 要我必须全虚全伪的将人带回来呢 方雄说着就笑 似乎轻松了 将之前的奔忙担心都一同消散 杨东轩知道找人办事的难处 之前为老婆赵莉莉调动的事情 在区里找过关系 求过人知道其中的心酸艰难 方姐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也感谢方熙 见杨东轩看着他 方雄浑身热火起来 不是自己的车 出租车里两人坐一排 间距小 随到下午 五月时光气氛不低 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不急着回家吧 西西和同学放学 要过来看到你没事 才会安心 我想一起吃饭 免得他们误了晚子休 好 不行 也表示谢意 杨东轩说 转念想今天的事情 不知会不会传到家里那婆娘儿里 让他得知了会幸灾乐祸吧 到方雄服装店前下车 两人进店子 等方熙他们放学 再去吃饭 金店里招呼一声 方雄往楼上去 这个店面比较大 足有两百平 装修时 做成两层楼 用木料隔成的楼 既是货物堆厂 仓房 又是方雄平时居住休息之处 偶尔方雄不回小巷子那宅子就在这楼上休息 楼上的设施很极权 只是装修出来的楼层高度不够 两米多一点 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憋屈感 时间长了才适应 临街所有门店面 几乎都是这种风格 装出一个楼层来 租门面的人 不需要另找房子住 可降低开支成本 方雄虽说有居处 那栋房子很大 院子也不小 却也因为太大 显得空落落的 住久了也会让人有种失落 空虚 偶尔会住这边 楼上是方雄的禁地 连女儿都极少让他上来 有狠权的设施 特别是洗浴间 一个宽大的浴盆 是方雄最喜欢在里面泡 这个浴盆足可以容下两人 在里面打滚思闹 可一直以来都是方雄一个人静静的泡 之前很急 此时身上汗滋滋的肯定熏死人 不知先前是不是将杨东轩寻找了 下集预告 在方熙妈妈方雄的帮助下 杨东轩被救出了禁闭室 出了派出所之后 杨东轩和杨琼以及学生杨熙他们 一起要去吃晚饭了 在晚饭的饭局中又发生了多少事呢 放了水 担心女儿和同学过来 方熊麻利的将身上的衣裙包下 丢在一边 有些担心杨东轩会不会在下面等久上楼来 看到自己丢在一堆散乱的衣裙就糗大了 可心里又有点兴奋 如果他真上来看到这光景 是直接推门进来 扑倒还是狼狈的逃下楼去 这个念头真让方熊心里乱起来 如果他真上来 自己希望他怎么做 这个念头让人羞 方熊感觉到脸上热拉起来 坐进水里 手压在胸前充满谈力的骄傲上 浴室装有镜子 从镜子里可将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方熊见赤裸裸的自己 丰满诱惑 肌肤凝脂胜血 几乎让自己都迷醉了 只是这时候 没有时间梳理自己心中 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也没有时间来慢慢欣赏镜子里的大美女 这情绪藏在心里 匆忙的将自己洗好 方熊下楼 见女儿和两个同学都到垫子了 围着杨东轩在说话 见老妈下楼 方熙说 姐 你又年轻了 杨东轩虽说在方熊家里 给方熙做家教 也有几次在他家里 遇上母女都在家 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说话的 听方熙说的顺口 估计平时也经常这样说 方熙说话 看了杨东轩一眼 带着急取休意 站到老妈身边说 杨老师 你猜我姐比我大几岁 那两个女生 都是方熙同班学生 偶尔也跟方熙到家里见过方熊 其声跟方熊打招呼 阿姨 方熊拍了一下女儿 看着杨东轩说 杨老师 西西这么大了 还没一点正形 那妈 不许你这样说我 方熙看杨东轩一眼 扭着腰支 不依不饶 让方熊也晃动起来 身子有波涛 汹涌起来 杨东轩 看着眼熟 只是三个女生在身旁 哪敢表露丝毫那种眼神 转身 看向外面 给方熊见了 知道自己让他窘迫 之前在心里的那个念想 更活跃了 出门不远 有一家城南区上档次的餐馆 要了一个包箱 让方熙点菜 弄了一大桌 又给杨东轩点一瓶酒 让方熊点一只甘红 他自己和同学试饮料 方熙他们要上碗子修 得知杨东轩确实没受多少委屈 很开心 方熙等人很快吃好 先告辞离开 有方熙等人在 他们叽叽喳喳的跟百灵鸟 没两样 边吃饭 便说不停 杨东轩平时听他们吵闹嬉笑习惯了 跟他们有话题 也说得聋 有说有笑 方熊除了劝吃之外 倒是搭不上多少话 脸上笑着 很喜欢看杨东轩跟方熙三人说闹 如今的学生 有多反叛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领略过 头疼不已 老师和学校也是如此 能够让学生如此亲和的老师肯定也少见 方熊对杨东轩的印象自然更好 心里也更热 同样的道理 如今的世道 要找一个寻欢作乐的男人 多的是 但要找一个能够对自己好的男人 却又珍惜得很 等女儿和同学走后 留下两人继续吃饭 少了之前的欢闹嬉笑 方熊觉得有些不知所措 跟女儿和他的同学一起来吃饭 穿着上很注意 外面的套件将自己包住 不让多露出风情来 但外面 披着的衬衣如果脱下 里面确实极为性感的穿着 小吊带一抹纯白的丝质兜胸 看起来是将自己的春情都掩住 不让人看到 但这些掩饰 反能更激起男人的渴求 见杨东轩坐着 看着前面的盘子 那些菜给吃的所剩不多 方熊说 杨老师还没吃好吧 我去再点几个菜 桌上残羹剩菜 就两人也吃不完 杨东轩说 我差不多了呢 之前方熊等人不停地往他碗里夹菜 还不准留存在碗里 必须消灭掉 塞进肚里的饭菜 确实不少 方姐喜欢什么菜 我去让他们送来 方熊笑 看杨东轩 看着自己 似乎在等发话 说 今晚是给你压姜 你得多吃一点 菜就不用劝你了 多喝两杯 不急着回去吧 我不急 回不回家 无所谓 杨东轩也不知赵莉莉 是不是听说今天的事 也庆幸之前 没有打赵莉莉的电话 让他找人 想到赵莉莉 杨东轩心里极为难受 这追心之痛 让他确实 不知该怎么处理 想过离婚 这一年多来 两人已经视如水火 相互之间 没有可能缓和的 他赵莉莉 是不是就等着自己提出离婚 不论是协议离婚 还是闹到法院判决 势必都要揭开 那最让他痛的吧 赵莉莉成为 城南区贸易领导的情妇这一事实 如果这事闹开 让学校的人得知 自己还有脸面站到讲台上 面对那些对自己崇敬的学生 那好 你自己看 任务还重呢 杨东轩面前的酒瓶 还剩下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量 不过方琼的那杯甘红 也没喝多少 你自己先看看吧 杨东轩笑着 只是方琼的酒瓶 来 一起喝吧 好 方琼到处一杯 也监督着杨东轩将杯子满上 碰杯喝了 这一杯酒 让他们那种身份消散 方琼似乎来劲了 放下杯子 将外套衬衫脱下 杨东轩立即吃吃的看着他 感觉到包厢里的气温 一下子提高十度 黑真丝的小吊带 与白腻细嫩的肌肤形成的反差很刺眼 很诱惑人 正面看着从脸到颈帛 再到肩上挂着窄窄的丝带 光溜溜的臂膀到手上 手指无疑不是杨东轩眼中心里最完美的艺术 风鱼 风鱼之美和性感 欲情之间 对杨东轩说来 真分不清 方琼觉得胸口热热的辣 如同撒了辣椒粉 不自禁用手将那处遮掩一下 这一动 让杨东轩回过神来 察觉自己失礼 忙将杯子拿起来 装着看酒杯 侯杰却在上下冻着 分明是在吞咽口水 方琼有些后悔自己手放到胸口遮挡 让面前这个男人退缩回去 见到他侯杰在动 心里也在笑 男人有时候也很无奈啊 杨东轩脸也如同火烧 即使掩饰也知道方琼察觉了 假装不知 蒙混过关 不是她的性格 想解释一句 说出来 却变了味儿 方琼 难怪西西说你是她姐姐 真年轻漂亮 听西西瞎说 方琼应道 看杨东轩 却见她转开了视线 既然有了开始 方琼不想这样错过 我真的很羡慕你年轻 方琼 才叫美艳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样有魅力的美女 杨东轩也感觉出一些气氛 之前因为方琼的原因 心里虽羡慕方琼 而不敢做过分的事 这时的氛围完全不同 也感觉到方琼对她的关怀 超乎之前了 再次看向她 胆子大了些 方琼 你的美让人不敢之事 老师都这么哄人的呢 西西都快初中毕业了 方姐是结婚早 现在还不到三十岁吧 正是女人最有魅力 最有活力的阶段 这种话说多了会没意思的 杨东轩说着站起来 举了酒杯 方姐 今天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给他们收拾成什么样呢 谢谢 我敬方姐一杯 包间不小 桌子不大 杨东轩 绕过小桌到方琼身侧 举杯要跟方琼碰杯 方琼也站起来说 说感谢就说远了 你帮我那么多 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报答你呢 来 来日方长 我们喝酒 完成任务才行 两人站得近 方琼说了一句来日方长 见杨东轩似乎晦忆地笑出来 并在他胸沟那瞄过 心里狂跳 手脚就有些失控 跟杨东轩碰杯时 两杯子竟然没有碰着 杨东轩手稳 没有碰着 也没有将杯里的酒洒泼出来 但方琼心慌意乱之际 杯子碰空后 杯中的酒液直接洒出来 往杨东轩而来 正好临着杨东轩的西裤 沿着裤子留下 将裤子的拉链直到裤底 都临时 感觉到男人的变化 方琼的手放轻些 抬头看着杨东轩 很多话都不用说出来 方琼没有放开手的意思 杨东轩两手揽过来 搂住他的腰支 姐 是不是要先喝一下胶杯酒 包厢虽说密闭 不按铃 也不会有人推门进来 但这里肯定不是最好的地方 方琼脸上红韵热辣 手里的酒杯还剩一点点 往杨东轩口部边送 都给你喝了 这家餐厅楼上就有客房 此时没有心情再吃喝 方琼的手没有放 不轻不重的捏握着 杨东轩将杯里的酒喝到嘴里 往方琼那凑 他知道他的意思 张嘴让他将口里的酒夜度过来 这是最亲密的交杯酒喝法 平秋市结婚之夜闹心房 就有这样的做法 杜酒夜进方琼嘴里 两人闻起来 方琼依旧没有放开手 激闻起来 两人揉在一起 这样的激闻 只能激发两人更大的需要 楼上的客房是最便利 最好的去处 进房间 两人心里有了默契 见杨东轩再看房间 女人在这方面 总会被动些 如今真面对了他 方琼在想 会不会让他看清见了 方琼的性感美艳 风雾万端 传神入魅 熟透的感觉 让人心里发疏 但真面对他了 即使先前有了激闻 与身体接触 此时到房间 杨东轩心里也在打鼓 男人也不是一味的莽撞 杨东轩不是没有勇气和胆力 不想让他将自己看成色魔 看成一味的只想着占有他身子的人 那瞬间房间太静 很不对头 方琼有些急 杨东轩也急 这种事怎么说才恰当 杨东轩拉住方琼的手 想让他心里慰急 却不想 杨东轩拉住他的手后 直接将整个人往怀里拉 重心不稳的方琼 几乎是跌进他怀中的 一身味呢 不要急 杨东轩将他还住 哪还管他怎么说 见杨东轩这样子 方琼又担心他等不及 两人身上都有汗臭 这样的第一次 总有些不完美 手忙过来拉住他的手 以便控制一下节奏 杨东轩见了说 不是说有汗吗 热了这条衣服好了 我去冲澡 你 你不准过来偷看 人还在杨东轩怀里给揉着 却说不准偷看 完全是点醒杨东轩一起洗浴 杨东轩说 我也一身汗的 不行 我先写 你等到 随他说 方琼拿挡得住 等不了了 杨东轩一手在他腰迹 感觉到他身上的重力在加大 当下抽出手 将他横抱起来 啊 不行呢 说着不行 却搂住他颈驳 吊着 让身子往下沉 杨东轩经历的女人少 赵莉莉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赵莉莉身子丰满 对他而言完全是一种深深的痛苦 只有结婚之前那身体对他才是享受 可惜那段时间太短暂 而当初赵莉莉也没有现在丰满 婚后因为工作 因为买房的欠款 因为两人对生活的观念 矛盾越来越尖锐 赵莉莉那越来越丰满的肉体 对杨东轩说来完全是侮辱的标记 赵莉莉越丰满 只能说明他跟别的男人交惯的越多 身上的耻辱就越深 在赵莉莉之前也曾交往过一两个女人 只是都是匆匆过客 到如今基本没留下印象 方琼的风鱼更甚 而人更美艳妩媚 乌黑的头发才拉过 直直的垂落 细腻的皮肤 白里透红的桃色 让人激情难意 杨东轩就想狠狠的将他搂紧 一口口的亲吻着他 进到浴室 浴室里有浴缸 杨东轩见了 准备将水放进浴缸里去 方琼说 不要 浴缸等今后回家再用 秋天的浴缸还是不用为好 杨东轩知道他担心什么 调好水温 天气不冷 但女人都不喜欢冷水直接冲击到自己肌肤上 方琼挂在他脖颈上 却不能坚持 慢慢的站下来 等杨东轩调好水 看着他 方琼说 你先出去吧 醒来浑身懒懒的没力气 杨东轩翻动后才想起自己不是在家里的书房睡 是在宾馆 随后记起身边该有另一个人 手摸一下身边空空的 心里一惊 整个人完全清醒过来 翻身坐起 见房间很安静 空空的只有他一个 方琼呢 大早就走了 随之想明白 他肯定不想让人见到跟他在一起 想到方琼 杨东轩立即有回家离婚的念头 无论如何 回家见了赵莉莉 就跟他说离婚的事 离婚后自己才能够一心一意才对得起方琼对自己的好 这么一个好女人自己怎么能够错过 从楼上下来觉得有些恶 走到街上 杨东轩冷静了一些 跟赵莉莉离婚是必须的 但一大早去找赵莉莉 他肯定会疑惑 可能会让他捏拿矫情 自己反而被动 得先想清楚了要怎么做才让赵莉莉无话可说 平时没往这方面深想 此时要找到赵莉莉的软肋把柄 还真没有现成可用的办法 吃过早点 先到学校去看看 自己的课在下午也不着急 但课要先准备好 对九年级化学教程确实熟悉 只是每一堂课要先设计好 才能将知识点串起来 成为链接式的 如此学生学习 理解过程才有明显的脉络走向 适当设计分层次的习题 充分调动学生的性质 而这些工作要精心编制 才能减少环节中的生硬 让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些技能 进而形成知识体系 还没到办公室 听到有人压着声音喊 杨东轩见识李杰站在楼梯拐角处 对他招手 走近了听他说 做饭哪里去了 打电话都打不通 回网友 高爷请 杨东轩心情好 此时身心舒爽 见李杰不免口哗哗 拉倒吧 有那胆 走哪里去了 李杰说归说 却注意他的脸似乎要研究出一点迹象来 是不是昨晚又吵架了 李杰是同事里唯一了解杨东轩家里情况的人 或者说 所有熟人里也是唯一的人 他知道杨东轩老婆的品性 很关心杨东轩的情况 两人是同学关系 同学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同学 而是在区教育局进行一次培训学习确定的同学关系 也是那次两人说到学习工作生活等等 杨东轩才将自己的情况都诉说出来 而这一年多来 李杰一直关注着他 几次李杰暗示他 要是愿意 他肯陪他去开房 让他解决生理需要 可杨东轩看来 彼此的了解到这种程度之后 真不能做这种事 我会说谎吗 说谎也不会跟你说 杨东轩笑着 他这表情里满是幸福 不像作家 昨天下午你没吃亏吧 没事 谢谢 杨东轩知道李杰在这里等他 可能有一些时间的 对他关心自己很感激 李杰人才也不错 相貌身材都在中上直选 一中老师群里也算是出色的一个 比杨东轩大一岁 家在城南区 老公是做生意的 与老公感情说不上好 按李杰的说法 他老公在外面肯定有女人 回家来 每一次跟他那个 李杰都要他戴上套子 怕给传了病 对老公的事也不想干预 即使抓了奸又怎么样 如今还剩几个男人是专情的 按通俗的说法 专情的男人都是没本事的 没事就好 李杰在杨东轩上下看着 总觉得不对劲 完全没有一种给人陷害后的神情 真见网友了 那也要注意安全 你真难忍了 我帮你解决有什么不好 李杰觉得很自然的是 杨东轩也知道他真是这样想的 之前杨东轩对男女之事因赵力力对不起他 反而将这些事看得严肃 不想自己也变成性的奴仆 昨晚舒爽之后 此刻情绪还没完全消散 听李杰这样说 便笑着说 行啊 那天你老公不在家 给我电话 我去盘你家墙头 爬墙头 是平秋市这边男女偷情的一种说法 真的假的 李杰听他这样说 便有些紧张 脸颊忽然出现一些涂红 之前说笑多了 不以为然 忽然杨东轩硬下来 很可能成为事实 李杰心里有点乱了 说和做 对彼此的影响真不一样 啪啦 李杰的羞红 让杨东轩看在眼里 多一些想法 觉得他其实也很好看 谁怕谁 你敢来 肯定将你榨干 走路 打麻花脚 李杰的性子就这样 这种外表之下 对杨东轩 却真的关心入围 两人在楼梯转角处 也不能多说 给人看到不好 前后脚 往办公室走 李杰说 我听老师说 昨天是 林病在作怪 这个人不是好人 你要小心 怕他什么 他不找我 我也要找他 问问学校是什么意思 直接找校长吧 找林病 犯不着 跟那种人说不清 疯狂一条 我会注意的 说着两人进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有几个人都在忙自己的工作 见杨东轩进来后 似乎想问一下他的情况 又犹豫着 给警方带走的事 在学校已经传开 但真实的情况 却又不知详情 其他人好奇 自是难免 但也不好 杨东轩一进办公室 就缠着追问 杨东轩到他办公桌前 将备课的资料都摆出来 准备备好几张课程 再到行政大楼找校长讨个说法 林斌是校长面前的红人 总不能这样 没有交代 就混过去 昨天 林斌在行政办外 分明是有坏心的 今天备课老不在状态 设计复习单元的讲课 总觉得缺少什么 杨东轩对自己的课要求很高 会将整个课堂的种种细节 都会想到 体会听课者的感受和思维逻辑 一堂课本来准备的差不多 杨东轩刷黑后 很干脆的删掉 要重新换思路来做 这时 林斌突然走进办公室来 直接往杨东轩身后走 另一个人脸很生 但走进来的派头比较足 看着林斌 杨东轩也看着办公室的其他老师 林斌在杨东轩肩头拍一下 杨东轩正有些躁 扭头见是林斌 唬的站起来瞪着林斌 昨天的事情还没跟他算账 这倒好 赶到办公室来露面 其他人也听到声响 见是林斌进来 还直接走到杨东轩那里去 都站起来 礼节的办公桌 搁杨东轩好几个人 快速的过来 有点担心杨东轩冲动 将林斌放倒在办公室 处理问题来会吃亏 林斌 你好意思过来 李杰嘴不摇人 我又什么不敢过来 林斌本身就是一副二溜子的模样 跟社会上的混子时常一起吃饭喝酒 还真不怕杨东轩这样一个普通教师 见杨东轩瞪着他 也知道是为昨天的事情 但昨天的事情并没有因此完结 林斌心里冷笑 不要以为有人将你从派出所里保出来 就可安然度过危机 一切都还才开始呢 林斌很有底气 即使在老师办公室 也一派混子样 其他老师听说过他的一些混账事 当着林斌的面也不是都敢出头仗义 李杰不怕林斌 但也不能将林斌怎么样 杨东轩也不会让他为自己受迁累 不动声色的将李杰拦在身后 见杨东轩面对着自己 林斌心里更是得意 杨东轩这鬼样子见多了 是在派出所里给禁闭三小时受苦少了 还不知道怕 标准的不知者无畏 这种人只要稍聊拨 就会乖乖的钻进圈套里 杨东轩是怎么给从派出所弄出来 朱俊那边也搞清楚了 区里方家的人发话 方家在公安系统有很大操作空间 可在教育系统这边却没有人会买他方如海的面子 方如海还能为这么一个小人物亲自跳进区教育局之手画脚 医中这边也不会听方如海的 方如海在区里是一个大人物 主要是下面有一帮子人帮他撑台面 在区里即便抓人是拳 也不可能一手折天 特别是区局和学校的人事问题 教育局那边硬扛着方如海确实不好使 局长向华在教育系统微信虽高 可两个月前查出肝癌 算是判了死刑 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他局长职位没有给撤掉 可实权已经转移到副局长年连伟那里 年连伟在区里有很深的根子 抓教育工作的副区长年连成 是格房输职关系 虽然是输职关系 但年连伟比年连成没小几岁 从小到中学时段都在一起 可算是发小关系 年连成在区里跟方如海不在一个阵营 有他在区里层面抗衡 方如海还想要在帮面前这个不知死活的人 有尽力也使不出 背后种种关系 年连伟已经交代清楚 跟朱俊 雄海等一切在医院里商定了对策 才到医中来 过来找杨东轩之前 年连伟代表了区局跟校长石永熙见过面 讨论了这事 林斌就在办公室里陪着年连 听他们讨论的全部 在杨东轩面前自然有更足的底气 至于办公室的其他人 心里就算有想法 只要将石永熙和区局抬出来 这些人又有谁真敢站出来 看站在办公室里的年连伟一项 这一回是自己表现的最佳机会 平时在年望面前 一直都夸嘴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办事办得好 才会得到更多的信任 何况这一次把事情办好了 高兴的不仅仅是自己老大年望一个 朱俊 雄海这些大人物 都会记住自己吧 今后出去会有更多人脉 面子更好使 这种机会确实是可遇而难求 走吧 举领导找你 林斌看得出杨东轩的敌意 故意将声音提高 更将局领导三个字咬得住 办公室的其他人听到局领导 表情上果然有变化 杨东轩见跟林斌进来的人面生 或许就是林斌口中所说的局领导 从那人的表情上看 确实有领导的派头 在办公室人多的场合 也不宜跟老板算昨天的旧账 杨东轩回头看了看礼节 没有说话 林斌猜出杨东轩心里在想什么 只是到校长那里又能怎么样 一个小小的教师而已 捏死你还不跟捏死一只蚂蚁那样轻松 不要你的命 可完全改写你的命运 却是顺手而已 看着杨东轩跟林斌和局领导 一起走往行政半大楼 李杰却不知怎么才能帮他 他和杨东轩在教师里的人脉很不错 但要向同事们齐心帮杨东轩到校长 甚至跟局领导进行要求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心里叹息 但愿杨东轩能够顺利过这一关 虽不好直接跟杨东轩走 李杰等他们走到操场 也出办公室往行政办这边来 万一那边闹大了 他总要冲出去劝解帮忙 林斌在前 年望在后 将杨东轩隐隐加在中间 也知道杨东轩不可能逃跑 只是这样将他夹在中间有种更好的掌控感觉 这种将人命运掌握在手里的感觉 对年望而言比吃大餐更来劲 何况这个人还是老三熊海要修理的家伙 老二将他抓进派出所 随后给方家的人给弄出来 朱老二对这个人也很不爽 能够给这两位出气 还让他没有反击的可能 确实很有滋味 到行政办 学校领导 一个都不接 杨东轩 站在行政办门口不肯进去 看着林斌说 校长不在 你耳朵聋了吗 是局领导找你 林斌的语气就像狗叫一般 很冲 似乎要暴急咬人 我找校长 要请校长解释昨天的事 给我一个说法 杨东轩盯着林斌 昨天下午就是林斌 将他带过来 更主要的是 昨天中午将宋运秋等人 从雄海手里救出来 是老师维护一中学生 学校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笑话 昨天什么事 昨天你在校外打架 将多人打成重伤 事实俱在 再狡辩 也无法掩饰你犯罪的事实 今天局领导 就是因为你这件事 严重损害了我们学校的声誉 损耗教育人的形象 找你见面 核实当时的情况 再酌情处理 杨东轩 我好心劝你 老老实实跟局领导交代清楚 看能不能保住你 教师这晚饭 放屁 杨东轩哪里忍得住 林斌分明不是在说人话 林斌 你是不是认为我不知道你跟凶海他们的关系 不要以为在社会上有几个烂仔就可以为所欲为 跟你这种人说不上话 说错了 你哪配称为人呢 杨东轩说着要往校长室走去 看看石永熙在不在校长办公室 行政办和校长办公室相邻 如果不是关着门 站在走廊上说话 那边肯定听得到 杨东轩火气上来了 要去敲石永熙办公室门 杨东轩老师 请你注意自己的说话和自己的行为 年望见林斌无法押住杨东轩 这是说话了 石永熙先就离开行政办 找借口往区局去了 也是年望等人安排的一招棋 这边找杨东轩 如果能够处理得好 石永熙到时出面说几句好听的 也算安抚 如果矛盾激化 石永熙可居中调停 施压或化解矛盾 此时 石永熙自然不会在办公室 只是能够不让杨东轩直接敲校长办公室门 才能更好控制局面 年望到区局时间不长 才两年 但有事没事 喜欢往下面县里 学校转 显摆威风 也养出一点官微官气 我是区教育局 纪检监察室主任 年主任 今天到学校来是代表城南区教育局 找你核实一些情况 请你配合 你也要摆征自己的心态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跟我们反映 我们会如实的向石永熙校长进行反馈 也会跟局领导 如实汇报 年望对自己的介绍只说是年主任 杨东轩虽在平秋市医中上班好几年 可对区局的人士没什么了解 普通教师除了听说过区局主要领导外 其他的科室中层领导都没接触 即使有人提过 也不会往心里去 对面前这区教育局纪检副主任 确实不认识 虽看得出这人跟林斌有名堂 也不能当真一走了之 年望的话比较重 让杨东轩听着很不舒服 既然组织上来人 自己可将昨天的事情说明白 即使说不明白 也得说 收住脚 走进行政办 见里面还有一个陌生人站着 见杨东轩等人进办公室 稍让了让 林斌走在最后 脸上得意的表情 杨东轩看不到 见还有人在心里稍安一些 里面这人稍带一些文质气息 倒向一个局里的干部 年望往办公桌那坐下 将真皮手包放在桌上 从包里取出笔记本和笔 林斌这时会做人 给年望和另一个人倒茶 自然不会给杨东轩 年望坐下后对杨东轩说 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区局办公室的田林杰主任 很有能力 很受领导赏识 我是区教育局纪检室 年主任 今天我们是受区局党委的委派 到医中来了解关于昨天中午发生在校外的打架事件 昨天下午 教育局收到相关举报和一些材料 说是医中的教师将多人打成重伤的恶行事件 局领导高度重视 责承我们到医中来核实情况 至于进一步的处理 有局领导来决策 杨东轩老师 你明白我所说的情况和到来的目的了吧 我知道 年主任 田主任 昨天在校外打架的时间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我是给林斌等着诬陷 杨东轩 你给我老实一点 想死也要看好日子 林斌在旁吼叫起来 打断杨东轩的话 不让他继续说 年望看林斌一眼 没说什么 敲了敲桌面 杨东轩老师 不要激动 事实是什么自然有真相 不可能诬陷你 也不可能逃脱惩罚 说这事宜 田灵节做记录 田灵节将记录本打开 做好准备 年望才说 杨东轩老师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等杨东轩说了自己在学校的基本情况后 年望才继续问 昨天中午 你是不是到校外街上 是 班上学生方希到办公室来说 女生宋旋秋 给社会混混围住 要我去救人 冲出去 有没有人见到你 有 学生 门卫都见到 到外面后 宋旋秋 正给熊海抓住他的手 要拖走 我到之后 才放开 你说 见熊海抓了女生 呃 宋润秋 有什么人证明 宋润秋 本人在哪里 除了宋润秋之外 当时还有另外两名女生在场 宋润秋 昨天转学离开一中 但事实却是这样 不对 年望说 昨天的举报信上 有两个女生的证词 说的跟你不一样 杨东轩老师 就算有宋润秋这个女生 就算她昨天恰好转学走 能够说明打人凶手不是你 举报信里 两女生确实到现场 他们见到的 确实你冲过去 见宋润秋 在跟熊海说话 心里愤恨 对熊海往死里打 另外的人劝阻 你又打人 连围在旁边看的人都打伤了 完全是颠倒黑白 一派胡言 杨东轩当然不相信 有林斌等人在 昨晚上想必做了些手脚 看向林斌 瞪着她 眼里冒出火 不撇 杨东轩老师 我们区局就是要核实真相 请你将当时的戏章 说给我们听听 你不要激动 请问 现场的那两名女生 跟你有矛盾 有仇冤 年望说 没有 我也相信 他们不会瞎说一气 事实不是这样 杨东轩 面对着年望和田主任 看不到站在身边不远处 林斌满是戏谑的表情 杨东轩 宋润秋跟你有什么关系 林斌在后面 悠悠的问一句 听林斌这样说 杨东轩心里一抖 宋润秋这个小萝莉 在他心里完全是一个十足小魔女的存在 说不出那种种怪单 即便这样 在林斌面前 也不会显露出这些 既然林斌这样说的 可见 他在昨天做了不少的工作 将自己与宋润秋之间的事情进行了调查 本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事 杨东轩也不担心说 宋润秋是学生 我是老师 方熙找我来救他的朋友 林斌你觉得有问题 当然 对你来说 肯定是有问题了 雄海受性 不能得逞 你这个狗腿子日子不好过了 是吧 宋润秋是学生 你也知道 你既然是老师 跟一个女学生 不清不白 当其他人都是傻子 当其他学生 看不出你那品性 林斌阴狠狠地说 对杨东轩说 他是熊海等人的狗腿子 虽然是事实 但这样的事实 给人当着年望两人的面揭破 脸皮热辣的 师生恋 不是道德问题 即使不是事实 有局里 纪检 在做谈话记录 写进里面去 可不是好事 杨东轩老师 你说你跟宋润秋之间 是单纯的师生关系 有谁可证明这一点 年望说 显然经过林斌的引导 此时话题完全转变到杨东轩与宋运秋之间的关系上 如果杨东轩解释不清 或者解释了 他们也可从这些来泼污水 这些事情又怎么能够证明给人看 年主人 本来就不存在的事 有必要证明什么 杨东轩说得理直气壮 林斌却冷冷地笑 对杨东轩这说法自然有很多可击破的逻辑 昨晚在学校做了调查后 知道杨东轩跟宋运秋之间有些莫名其妙的地方 就想到这一环章 此时 见杨东轩 果真说不清楚 心里更是得意 年望虽不追问 却看着杨东轩 田杰林 停笔的动作 有些夸张 显然是在等杨东轩往下解释好 进行记录 同样看着杨东轩 林斌又冷笑两声 杨东轩忍不住说 林斌 你解释一下 昨晚没有抢银行 没有在街上杀人放火吧 杨东轩 你不要太得意 林斌火气大气 你这样解释很好 局里领导肯定会相信你是无辜的 很好 很好 杨东轩也知道 这样子记录会让局领导看了后 说不清真相的 自己分明落入林斌的圈套 只是没有解套的办法 即使宋运秋没有转学 都无法解释自己跟他之间 是清白无辜的 除非检查宋运秋的身体 这会给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更何况宋运秋如今 还是不是处子之身都说不定 小魔女那做派 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出来的 年主任 我想再说一次事情的经过 杨东轩想要转移话题 回到主题上来 那两个女学生 能不能让他们过来对治 两女生在林斌或社会混子的压力下 给对方做假证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但也有方锡 门卫 小李 其他学生都看到当时的情况 即使两女生做了这样的证词 自己也不是没有人证 最根本的一点 警方那边不会任由林斌等人胡来 雄海等人的伤完全是雷暴打伤 雷暴也不会不认 只是此时要找雷暴来 也不是他愿意的 真到公安局来最后处理 自然由警方将雷暴找出来 想必中就轻啊 没那么容易 林斌说 年望又看着杨东轩 似乎在等他解释 林斌走到办公桌后 将抽屉拉开 拿出一大文稿来 蔑视着杨东轩说 这是昨晚 我们行政半找学生谈话的记录 我本来想你态度端正 有悔过的行为 这些东西就留在学校了 不往上交 既然你是这样的态度 那好 你就去死吧 看你还在遗中怎么待 林斌说着 将材料往年望面前递交 做出一副将杨东轩死死吃住的样子 特别是手里那份材料 很慢的往年望那送交 即使没看材料写的是什么 也能猜到林斌会怎么写 从昨天到现在 林斌一直都在针对自己 昨晚特意做了不少针对自己的事 还会有什么好意 材料一旦交到年主人手里 就会给局领导见到 自己到时怎么解说 才会说得清 知道林斌意在将自己往死里整 就像他所说的 要将自己赶出平秋市衣中 让自己身败名裂 杨东轩一枪怒火 骤然间爆发 根本没去深想怎么化解面前的危机 呼他站起来 一手将那材料抢到手里 也不看 两手一扯将材料给撕得粉碎 散乱的落在办公桌上 咔嚓一声响 却是林斌用相机将桌上的材料碎片 拍下照片 留下证据 等杨东轩意识到 这又是林斌的一个陷阱后 林斌已经站到年望身后 不让杨东轩有机会扑到他身边 心里一阵烦躁 杨东轩知道今天落在后手时 反而冷静了些 林斌所做的这一切 百宁是要给熊海等人报仇 自己再冲动 不是让自己的局面更糟 方穷那边还有可能帮到自己 多占据一些有力情势 才不会让方穷那边更难做 林斌见杨东轩没有继续冲动 哼哼的冷笑几声 如今的局面对于打击杨东轩已经足够了 将这些东西送到区局去 即使其他领导监了这些材料 也完全将杨东轩看成是一个品质败坏的人 即使在区里方家想帮他 只要将这些材料拿出来 方家还有什么话说 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 唐东轩 你以为将材料撕毁 就能够掩饰你所做过的种种坏事 不可能的 我早料到你是这样的人 刚才那份是手抄稿 这里还有一份举报人按了手印的原事稿 要不要再抢过去啊 林斌说着将东西放在年望身前 让年望手压住 到如今 这材料是不是交到区局 确实不是关键 关键是林斌在区局那边有人 今天到来的年主任 田主任 显然都是林斌请来一起收拾自己的 林斌 我知道你跟熊海 朱俊这些社会渣子的关系 熊海是怎么给人打伤的 你心里不清楚 想在我身上扳回损失 只怕不一定按你们想的那么美 你们这些人真能够一手遮天 能够在城南区为所欲为 我劝你一句 多做恶事必有报仇的一天 报仰 狗日的 现在就是对你的报仰 知道不 这些材料交到区局去 你不给开出公职就万幸了 还有 医院里躺着七八个人 那些花费都先准备好 不要到时说没有钱 信不信明天就能够将你的房子卖了 工资本都上缴了 林斌这时也不顾什么 撕破脸后 年望不好直接在杨东轩面前凶横 林斌来做恶人 林斌来做恶人才让他们出那口窝囊计 有本事 你放马过来 我等着 林斌 你不过是一条狗 杨东轩往林斌身前跨一步 林斌往年望身后躲 杨东轩也不当真揍他 扭头出办公室 要找校长石永熙说礼去 出办公室 转角见李杰站在那里 杨东轩有些感动 却不好在这里 多说让林斌他们看到李杰 今后对他起怀心 示意李杰一起走 两人没有回办公室 免得让人议论 到学校僻静处 杨东轩说的大致情况 明白是林斌等人的阴谋 但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招 只有走一步 看一步 让李杰自己去办公室 杨东轩到街上去见方熊 要将学校的情况说一说 看他那边有什么可帮得上的 这话不会跟李杰说透 可到了方熊店子才知道 方熊恰好到省城去跑货 零售衣服的款式 要自己去挑 方熊过一天就会回来 打他电话 只说到店子没见他 说了一些亲弟的话 没将学校的事说给他知道 免得他担心 学校没什么反响 也没对他做什么处理 下午杨东轩正常上课 学生也没有多少反应 杨东轩看得出 方熊对他更关注一些 却只能装着不知 如今真不敢直视方熊那纯真 而又皎诀的眼睛 担心他看懂自己跟他老妈之间的事 不过这事目前至少得先瞒着 等自己将赵莉莉之间割裂了 再来面对方熙心里才会稳 方熊将自己从派出所接出来 对自己做了一些解释 知道是方熊的叔叔在区里有些人脉 关键是方熊对自己的一片心意 而昨晚上的美妙真是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好 跟赵莉莉之间不能再拖了 回到家 见没有什么异样 昨晚自己不回家来 也不知赵莉莉是不是回来 他见自己不回家会有什么反应 确实拿不准 知道自己在派出所禁闭室里待几个小时 不知他会开心成什么样 做好饭 赵莉莉还没有回来 杨东轩先吃了 吃过饭 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东西先收拾收拾 也是一种心态和决心 这个家前后四五年了 除了一开始的一年多 之后都是在彼此仇视的状态下度过 如今回想 也不知前世彼此之间有多大的仇怨 才会这样折腾对方 想到要放手了 完全走各自的路 再不相干 心里也是感慨 对赵莉莉的一些事 心里多少有些谅解与退让 离婚了也无所谓追究对错了吧 想着要整理自己的东西 还真没有多少可收拾的 一些书 一些穿用和一个笔记本 家具这些都不想要 房子虽说欠一点账 但在城南区这房子价值不小 自己都不要了 赵莉莉也不会流难自己了吧 站在书房里 心情杂乱 听到外面有声响 不料今天赵莉莉回了这么早 她有多久没这样下班后就回家 杨东轩也懒得去理会那些旧事 平复一下心情 往外走 赵莉莉端着饭 在看电视 听到响声 转头扫杨东轩一眼 随即当他是空气 杨东轩也不急 站在客厅也觉得无聊 总要等赵莉莉吃过饭 再说事才有可能说得好 便在沙发上坐等 房型不大 客厅也不大 放着转角沙发 让客厅的空间更小 只是客厅又必须有沙发 才有一点氛围 杨东轩跟赵莉莉不挨着坐 彼此也不会影响 赵莉莉似乎不受到影响 吃好后到厨房去 将碗筷丢到灶台上出来 走到杨东轩面前冷森森的说 昨晚怎么回事 不回家 到哪里会混了 还当不到这里是家 杨东轩绝对想不到赵莉莉会有这样疑问 他自己经常三更半夜回来 也时常不回家过夜 杨东轩从没理会他 此时却来追问自己 当真没天理啊 赵莉莉 我不在意你说什么 我现在想清楚了 我们之间这样的日子没有必要再过下去 什么意思啊 杨东轩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说清楚了 是不是在外面有了野女人 很不负责将这边丢下 是不是 你说 那野女人有什么好 她在哪 赵莉莉说话时 不急不躁 冷冷的似乎将道义完全占据了 倒像是杨东轩当真对不住他 到底是谁对我们的婚姻不负责 现在还有必要说吗 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 也没有必要将这些是是非非说出来 还有脸面 我不理 我凭什么答应离婚 你在外面有了野女人 想要自由之身 是吧 想的美 没门 其他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离婚的事情 我坚决不同意 到法院去 我都不同意 赵莉莉与其坚决一脸怒气的样子 即使知道他是装出来 杨东轩还真没有办法将他的假面戳破 一肚子的火 杨东轩又不能将自己看到赵莉莉的那次事直接说出来 两年前的一天下午 那天巧合在街上看到赵莉莉边走边打电话 随后见他上了一台车 所以正逢下午上班的时候 杨东轩本来还没有太多的疑惑 只是车门打开后 见里面的手往赵莉莉胸口摸探 又在赵莉莉屁股上捏一把 赵莉莉上车后将那人的胳膊抱住紧紧的 杨东轩不好凑到车边去看 又看不清男人的脸 那车就开走了 当即截了出租车跟在后面 那车并不走远 到另一条街后进宾馆去 杨东轩赶到这边 两人搂抱在一处进了宾馆 等他跟进宾馆里也问不出什么 宾馆前台不肯将这些私密的事泄露出来 杨东轩要在宾馆里自己找 却给宾馆保安请了出来 明知赵莉莉在宾馆里跟人白日轩吟 但抓不到实据 也不想在宾馆外守着 即使守到赵莉莉从里面出来又怎么样 他肯定不会承认 这种事闹出来确实也没什么脸面 今后自己在医中还如何面对学生 当晚杨东轩自己到书房去睡 结束他和赵莉莉之间那种争吵赌气 用身体发泄的相处模式 赵莉莉当时或许也有警觉 却不问杨东轩为什么会搬进书房去睡 自顾自的在外面胡混 近两年两人算是相安无事 但杨东轩却知道 赵莉莉一直在外面跟男人私混 他也不想去追踪捉奸 想等赵莉莉过烦了这样的日子 自然会提出离婚的 谁知今天他会有这个态度 杨东轩本来以为自己跟赵莉莉提出来 他会在条件上提出更严苛的要求 谁会想到做出一副坚决不离的姿态来 心里的火气给他那语气点着 近两年间一直强忍着的怒气爆发出来 杨东轩挥手一巴掌扇在赵莉莉的脸上 立即有五个指印 好在杨东轩留了力 没把赵莉莉打伤 你打我 你为那野女人打我 赵莉莉惊住一会儿后 突然暴怒的向杨东轩扑过来 张牙舞爪的要跟他拼命 有本事 你将我打死 你这个狗是他 敢跟老娘耍横 杨东轩知道赵莉莉不会善良 一面挡住不让他挠着自己的脸 也不再打他 赵莉莉扑近了 用手将他推开 赵莉莉有如疯狂的一般 摆出不死不休的架势 够了 杨东轩吼一声 声音一震 赵莉莉见他真怒了 才疯狂的嘶喊哭起来 出品 见说不拢 也不理会赵莉莉的假哭真哭 杨东轩往外出门逛街 走一圈两个多小时 脑子里还乱乱的 没头没去 回到家门外 依然没找到对付赵莉莉的法子 心里懊恼 又感觉到压力不是一般的小 开门到客厅 见里面没有丝毫动静 估计赵莉莉又到外面鬼混去了 倒是有些后悔 没有在门外留下跟踪 将他抓了现行 看他还嘴立牙间 懒得看赵莉莉是不是在卧室 直接回书房睡下 躺在床上 听外面确实没有声息 确定他不在家 心里又是烦躁 但想到自己真要跟踪抓奸 自己真能够做出这样的事 还是希望赵莉莉能够摆正心态 彼此之间好合好散 心想着方琼从省里回来 自己如果精神不济 他肯定会问情有 自己怎么给他解释 然而越想要睡着 脑子却更清醒 一夜难眠 确实赵莉莉一夜不归 倒想看看他怎么说 自己不回家这事 杨东轩不想跟赵莉莉计较这些 但两人已经如此 能够占优的机会 自然要把握 赵莉莉大早不可能回家 早上锻炼一阵子 出一身危汗 总算将脑子里的昏沉沉的感觉驱散了 上午没课 到学校找校长 要将昨天的事情说明白 也不知林斌和那个年主任到区局去会怎么汇报 整个事情给林斌绞成这样 对自己非常不利 只有跟校长说清楚了 才有可能免除接下来的麻烦 石永熙对林斌很信任与重用 自己去说会不会起作用 心里也没有底 到行政办大楼 不知是时间还早 还是很巧合 大家都不来办公室 走一圈 不仅林斌不在 校长办公室也关着门 敲门没有回应 平秋市一中校长的应酬也比较多 平时开会也听校长感叹过 杨东轩有些挫伤的感觉 这件事拖着不及时解决 区局那边如果先给自己的问题定性下来 即使再找石永熙 还有多少作用 回到办公室 见李洁带着疑问 看着自己 杨东轩也不多解释 摇摇头 知道他很关心这事 不过 在办公室说什么好 办公室其他人也看着他 杨东轩唯有装着不知 昨天在办公室的人不少 自己走后肯定会将事情传开 同事们关注事态进展 既有关心自己的意思 也有关注这件事进程的意思 上午备课 无法记住状态 快到中午 先溜走 到门卫室 一进门卫 听到一个吭枪有力的声音 杨东轩 你给我站住 想溜走 等你很久了 这话让人听了会以为 杨东轩是一个逃犯 逃了几年 终于落网似的 杨东轩一听这声音 就头痛 见门卫室站着 东月 西月 两座泰山 不由的萎靡起来 人矮了几分 不知道岳父母这一声巨吼 根子是出在哪一点 站在那里 不知如何应对 从当初跟赵丽丽认识起 对这两老就大感头痛 他们对自己的女孩宝贝的 什么似的 比皇帝公主都强三分 仿佛杨东轩占了天大的便宜 必须在所有的方面都给他们尽到心 才能稍报答他们之万一 好在校门外人不多 杨东轩就像给逮住的小偷 也不担心给人笑话 在岳父母面前低头脸目 听任他们将来由宣泄出来 岳母见杨东轩不作声 冲她吼道 杨东轩 你什么意思 这样装聋作哑 就像蒙混过关 昨晚 丽丽在家里哭得那么伤心 还说你要跟她离婚 你说说 丽丽 有哪一点不好 有哪一点对不起你 你在外面 做了什么烟炸的事 你今天要不给我说清楚 那行 我到学校去问你们领导 看领导怎么 没想到 昨晚赵丽丽居然回娘家哭诉 他妈的 这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赵丽丽 坚决反对离婚 还以为是故意在为难自己 要让自己难堪 才好提出更有利的条件 但他将这事闹到岳父母这边 必然会引起这两老出面 维护宝贝女儿 赵丽丽 哪会想不到这事 他的意图在哪里 杨东轩不知怎么给岳母解释 岳父母一辈子都觉得自己很有脸面 时刻用这样的心态来标榜 以他们自己为杨东轩的榜样进行说教 也用他们对赵丽丽的教育来说教 女儿的婚姻同样是他们的自豪 甚至赵丽丽在一年前给提拔为区复联副主席 也是他们的教育效果之一 杨东轩这两年除非万不得已都不去见良老 主要是难得听他们夸说赵丽丽和他们的一家子 赵氏风范 赵家家风在他们心目中是最完美 最值得宣讲的东西 给杨东轩说教 那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是他们的理念衍射生效 杨东轩虽说烦透了 却不在两人面前表露 两人的意思已经明确 但岳父母轮流对他进行轰炸 追问他也不是要得到他的承诺或悔恨 杨东轩有如被狂风暴雨摧残的芭蕉一番 足足一个多小时 等一中下班的人渐渐多了 两人才尽兴收住话头 也明白自己如果不理会他们 说不准真会找到学校去跟领导交涉 闹得更欢 也会让他在学校里头更难抬头 到街上 杨东轩也没有心情去看方穷是不是回来 觉得自己真够倒霉的 赵丽丽偷人不算 还将他父母找来对自己施压 可赵丽丽那里自己没有真凭实据 只能任由他父母将他夸得跟仙女似的都没法反驳 想来想去都无法确定赵丽丽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真不想离婚 这不可能 对两年来的生活 他是不是觉得毫无拘束 很滋润 还是因为怕离婚影响到他的晋升 赵丽丽给提拔为副主席有一年多了 在下一次提拔之前 如果在婚姻上有变动 会影响到他的提拔 杨东轩不了解这方面情况 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解释他的表现 发神经 看来自己先提出离婚是有些冲动了 也想的太简单 得将赵丽丽在外有男人的证据拿到手 看他们赵家还有什么脸说 本来杨东轩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既关系到自己的自尊颜面 从内心说来 也不希望彼此之间闹得生死大仇 如今的情况 不容他再犹豫 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占据主导权 解决问题 才会顺利 真要追踪赵丽丽 将他的情况拍下来 对杨东轩说来 也不算难度太大 两年来 自己虽尽可能回避关于赵丽丽的事 但心里也对赵丽丽的一些活动规律 也有所了解 心里的计划渐渐形成 虽说觉得有些残忍 但只有这样做才让赵家的人 哑口无言 城南区是平球市 最为繁华的一片 主要是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的物流与人流带动的经济大势 使得这边繁华 最繁华的娱乐业和酒店业主要集中在香港街一条街 大地娱乐城是香港街最顶端的去处 即娱乐休闲餐饮酒店与一体 十二层的大楼 也是城南区最高的建筑之一 城南区或其他区要进行档次较高的接待 也都选择在大地娱乐城安排活动 罗伟辉的天翔有限公司 则是大地娱乐城的真正老板 这一层关系知道的人并不多 大地娱乐城是五年前才投建使用 开业后一直都没有人找麻烦 可见背后的背景极不一般 不过罗伟辉没有将自己公司的总部设在大地娱乐城 而是设在天翔有限大楼 罗伟辉对大地娱乐城的掌控秘密而严密 从中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更便于他在城南区经营 熊海的伤经过两天 脸上的肿已经消下来 看得出本来面目 只不过脸型还是有点放大 显得夸张 也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滑稽可笑 两天过去 熊汉林却心痛不减 恨意难除 肋骨虽说街上 但要复原至少有两三个月 最可恨的是凶手居然给方如海一句话放走了 但这个事情又不能对外嚷嚷 看着儿子躺在病床上睡着 熊汉林在想要怎么才能将这次的仇怨给找回来 怎么样才能让方如海也吃一次大亏 在城南区 自己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方如海在政法系统有足够的人脉 但在教育系统却说不上话 起不了作用 倒是要看看谁还能护住凶手 既然要出手立威报仇 除了要这个凶手赔偿损失之外 还要将他所有的前途都断送掉 那个人是一种老师 先踢到偏远乡镇去 再找个机会拿掉他的饭碗 一步步来做 让他体会这一过程惹到了他熊汉林 走到绝路的绝望 朱俊 年望和其他一些平时走动的朋友 都轮流着在医院陪着熊海 免得让他太烦闷 这一次 年望将林斌也带到医院来 算是对他在医中做事的赞许 林斌左手提着两提饮品 右手一大束花抱着 虽然吃力 走进来很开心 自己的表现总算给认可了 今后自己会有更好的前途 熊汉林见年望等人过来 平时对这几个人也不怎么看在眼里 只是在儿子的事情上 朱俊年望确实出了力 而接下去的事情还要这些人出面去做 更适合 看着朱俊年望说 朱俊年望来就来了 带东西做什么 熊汉 您忙 这块忙去 老三这里有我们陪他 也不会无聊 朱俊说 他虽然只是派出所的副所长 但在城南区的办事路子更广一些 熊汉 这是林斌 在世纪中 三哥的事林斌可出了一点力 昨天他就念着要过来看三哥了 我挡着不让 免得影响三哥休息 年望说 将林斌的情况稍作介绍 小林 费心了 你肯帮熊汉 他不会让朋友失望的 熊汉虽不争气 但对朋友却很讲义气 熊汉林说 看着林斌 让林斌浑身都有着颤抖的感觉 他真没想到会遇见熊汉林 更没想到熊汉林会对他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三哥最口朋友的 也最照顾我们 林斌说 想了想又说 熊局长 一通那边我会尽最大努力 说服学校领导看清凶手的凶狠面目 一定不会让凶手效应法外 朱俊等人过来 熊汉林不一会就走了 熊家有人照顾病房 他们过来也是表示心意 熊海在睡 几个人不便大声说话 朱俊便提议换个地方做一做 有些事情也得一一一 年王知道事情该怎么做 但要朱俊帮 琢磨琢磨 免得做事不够周全 修理人的事 朱俊比他在行 到大地娱乐城 要一包奸 林斌等两人身后低眉哈腰 像狗一样跟着 能够跟两位老大一起进这样高档场所 觉得特别有面子 一起到来的还有几个 也是朱俊 年望等人身边走得勤的 这些人是三大恶人之前的随从 如今还在社会上混 即使有些也弄一个讨生活的门路 依旧一有机会就凑到朱俊年望身边来 这些人也是林斌想认识混熟 今后在城南区更混得开去 自然对谁都将脸挂着笑 林斌能够跟在年望身边 之前跟这些人不在一个圈子里 如今一姐去私混也没有多生分 进包间有人将音箱开了 狂乱嘶吼 有人叫小姐进来 要酒要裹盘 朱俊和年大望大呲呲的半躺在真皮长沙发上 任由那些人闹 林斌虽进来了还比较拘束 年望和朱俊也不理会他 其他人更是自顾风闹 随着一对女子穿着奇奇怪怪的走进包间来 林斌也经常参与类似聚会 不奇怪 只是大地娱乐城这边的档次 却不是他够得上的 见这一对女子 果真比其他地方的小姐要强得多 心想这次真是赚大了 今后跟朋友们说嘴 足够友谊阵子好说 面子大上天了 那些人很快将包装的女子都选了 年望见林斌脸上笑 眼馋 却没有实际行动 将手对他招一下说 老爹 进来就放开 自己选吧 说着在一个女子屁股上拍了一把 让他到林斌身边 那女子过来 脸上厚厚的脂粉 看不出脸真实的样子 但腰细腿长 骄傲大 就足够让林斌猛吞口水了 女子坐到林斌腿上 林斌歪着眼 往女子胸口瞄 深深的勾 女子见林斌想 又不敢动手 笑着抓他的手 往自己胸口塞 让他摸 林斌这一下很美 却转头看其他人 见没人注意他 都在跟身边的女子揉闹 林斌还没有过瘾 给年望叫走 到另一个小包里 这里安静 只有五个人 朱骏年望林斌和另两个朱骏身边的人 坐下后 朱骏说 我们在熊叔面前答应过 给老三报仇 男人说出的话 就是钉了钉子 老四 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 要我们怎么帮手 林斌先说说他的情况 林斌说 那个人叫杨东轩 就是个普通老师 没有什么背景 在城南区这边 有几个朋友 也都是普通人 只是至于上次有人 将他从派出所接走 我所了解的是 他的给一个学生做家教 那家人在区里有点关系 这样的关系 不可能帮他第二回 林斌说 方希家的背景没查到 昨天我到医中见过那人 身手游几下子 我们如果把他打一顿 很解恨 三哥却不想这样 要玩就要往死里玩 怎么玩 现在我们咬死他跟那女学生 有一腿 这种事谁说的清楚 我已经在区局那边 让人传他的事 很快会传到区局领导儿里 再将材料交给区里 而我在处理意见 也不用开除他公职 先将他调到最偏远的乡镇去 二哥 到时候你让乡里派出所的人 再布一个局 让他跟女生在一起 然后捉奸 如此一来 他名声全毁了 有了材料 我再建议开除公职 甚至判刑 让他自己走上绝路 才能解恨哪 年王说着看朱俊 朱俊说 好 就这样办 到乡下派出所要弄死他就撑 到时候 让老三再打断他两条腿 放在城南区讨饭 我们天天看着他 才有意思 高 高明 林斌双手拍着 很激动 两次找校长石永熙都没遇上 好在区局那边 也没有动静 自己的冤情到底怎么定论 杨东轩日益难安 找不到给自己信心的力量 便是方穷那里 也有些心思摇动 又过一天 李杰说请他吃饭 也请了区局的一个熟人 他跟区局那位说说 说不定会有些作用 不容杨东轩犹豫 李杰说之前 不就是区局那边来人调查吗 虽然 纪检的人跟林斌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 但区局如果有人得知真相 帮在领导那里说出真相 对杨东轩 是有不少帮助的 杨东轩知道 李杰是为他好 不想去见人 也得去见 方穷那边或许有门路可帮他 但他总让方穷帮忙 这开口也有点难为情 自己的糟糕处境 还是不让方穷知道 不影响到他才对 跟方穷在电话里说了 有聚餐 方穷只是叮嘱他少喝点酒 喝酒不要喝猛 多吃几口菜 有李杰在身边走着 杨东轩也没怎么说 哼哈的硬着 免得李杰疑心 跟方穷之间的事情 也不是故意在李杰面前隐瞒 这事不能传开 否则赵莉莉那边还会闹大 赵莉莉不肯配合离婚 自己暂时又不想闹到法院去判离 等到抓住赵莉莉的出轨时据 到时候即使赵莉莉还不肯离 到法院判离 自己也会主动一些 在此之前 自己跟方穷之间的关系 不要传出去 再者 方熙如今正在中考前的关键时段 也不能让她有思想波动 影响到她的中考 平时方熙肯听自己的话 那是师生之间的关系 如果转变成她后爸 身份变了 会不会给方熙接受 方穷多少也有些担心 李杰在外面 有熟悉的餐馆 在路上打电话定了位子 到那边已经准备好 进到包厢 这边包厢密闭并不好 如果作为私会吃饭 确实不适宜 李杰见 杨东轩似乎在看环境说 不用看 这里没话就答 跟你一起吃饭 不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吊吊 杨东轩 嘻笑着 今天 李杰穿的阳气一些 进包间 将外套脱下 里面 显露出不少春情 杨东轩 杨东轩没少见过他这样 每一次 也都是在约他吃饭 或者办公室聚会的机会 好啊 这要体会一把 我使命陪你就是 李杰说着做事 要往他大腿上坐 区局那位还在路上 有一点空闲时间 给他们嬉闹 敢坐上来 我有什么不敢的 当心 我给你扒下来 要不是舍不得给你 是你自己有色心没色胆 我很期待呢 一个大男人 忍了快两年了 发作起来 会有多威风 会不会是快三秒 李杰没开眼笑的 觉得这几天 杨东轩 虽遇上倒霉事 却放开了不少 别说着 做事要真做下来 看他是真敢 还是说说嘴而已 杨东轩 没让开 李杰真坐实 李杰也感觉到他的不同 扭头看一眼 回头看着杨东轩 是不是真的饿得慌了 就这样 挨近一下都受不了啊 你到舞厂去跳舞 还不得将舞伴都顶得老远 给他一说 杨东轩觉得骚得慌 平时跟他说嘴不少 但没真往心里去 也就是说心念不坏 此时自己的反应让李杰见了 那是心意已动 想要将李杰从大腿上推开 又不敢用手去碰他 贴身在面前 感觉到李杰骄傲 虽不大 却也不小 更见他色寿神语的样子 分明是动情了 当然 这动情更多的成分 是因为自己饥渴引起的可怜 自己直接将他推开 会让李杰更误会 对是一会儿 李杰有些不舍 但也知道 此时区局那位领导要到了 他们是将心情收拾好 免得让对方误会 李杰站起来 还在看着杨东轩的丑样 突然间笑出声来 手挥打他一下 坏死了 还说你老实 也都是一肚子坏水 坏男人 谁说我坏 主要是你性感迷人 得性 性感迷人 不早见你给迷住 就说假话 李杰站起来 外套脱下后 真显得性感 手挥动 小腹处 露出肚脐 让杨东轩看得想去摸一摸 李杰见他在看 将衣整理好 虽穿得性感一些 也是等区局领导来吃饭 便于营造气氛 不能显出轻浮 让人误解 张志成41了 不过能够进区局之前 拿到宗教高级的职称 让他最自豪的是 固然是之前在下面教学 管理上有成绩摆在那里 主要的还是跟紧了局长大人 工作上领会局长 大人的意思 给领导撑起台面 有这些实惠性的回报 也不会让人太意外 区局有职称的人不多 拿到高级的更少 都是些老革命 或者在乡镇学校 二十多年熬过来的 相比之下 张志成则幸运的多 这些心态上的优势 使得张志成在区局 有很不错的气势 工作有底气 跟区局领导之间的关系都不差 风平也好 加上张志成是局长向华 亲自调进局里 半年后就升任办公室副主任 负责区局内部的协调工作 这工作跟区领导打交道多 在区局里的微信也比其他中层领导要强 不少科室的郑谷级主任都没有他脸面大 说话好使 李杰平时也没有跟张志成有交往 只是两人住在一条街 说起来关系就比较近了 即使没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 李杰开口后 张志成没有丝毫推脱 就硬下来 把张志成迎进包间 李杰说 张大哥来了 在这里请张大哥吃饭 是不是喊善点了 委屈您了 李杰你这样说就远了 一条街上的乡里乡亲 不要讲究那些 你这样客气请我吃饭 有什么事 只要我帮得上的 你一定会尽全力做好 张志成说 见李杰一起的杨东轩有些面生 至少不是李杰家里那位 但也不多疑 我先谢谢张大哥了 李杰笑着说 张大哥 这一位是我医中的同事 他叫杨东轩 在医中交九年计划学 今天请你来主要是为他的事情 我们先吃饭 边吃边说 张大哥 你看行不行 哦 张志成看了看杨东轩 觉得自己看人有点眼力 杨东轩给人的感觉有些紧张 但不是做坏事的人 紧张或许是普通老师见到区局领导们的心态而已 朝杨东轩点点头 算是认可了他 张大哥 你点菜吧 李杰见机 忙将菜单递过来 敬过一杯酒 张志成也喝了 第二杯满上 张志成放下酒杯 看着李杰和杨东轩 要他们将事情说出来 杨东轩既然是平秋市医中的教师 自然不会是为调动工作 最大的可能是为职称 这种事本来不好参与的 但张志成在市局里也有路子 帮一下难度不是特别大 给李杰一个面子也可以帮办 杨东轩这个人给人的印象不差 从一些细节上看得出他品质不坏 工作努力品质不坏 在职称竞争异常激烈的拼杀中 找到上面的人帮忙 确实很容易跳过这一关 张志成对在基城一线肯做事的老师 有一种七七烟的共鸣 至少比那些不做事 又想要将所有便宜都拿到手的人 要强多了 看着两人等他们说事 李杰说 杨老师 你自己跟张大哥说吧 他在区局跟局领导的关系都好 直接把你的情况跟领导汇报 必定会将事情弄清楚的 张主任 张大哥 事情是这样的 杨东轩从那天中午 方熙到办公室找自己去救宋运秋说起 到校外跟熊海等人冲突 救出宋运秋之后 雷暴出现将熊海和那些混子打倒的事情说了 接着 朱俊带人到医中抓进派出所 在禁闭室里给关了几个小时 之后方熙家长帮忙从派出所给接出来 朱俊林斌等人并不肯就此罢休 杨东轩说自己第二天才知道熊海朱俊等人是臭名远播的四大恶人 他们早就是胡鹏狗党一伙 林斌带着区局年主任区局办公室田主任到学校来 谈问自己发生的事 但他们并不是来了解真实情况 而是要将杨东轩办成一个不能见人的品德败坏的角色 林斌那晚以学校行政办的名义 让当天跟在宋运秋身边的两个女生做假证 证明杨老师打人不算 还要污蔑杨老师跟女生有不清不白的事 林斌他们盘问时 要让杨老师拿出证据来证明他跟女生是清白的 哪有这样的逻辑 杨老师在学校的品行 大家都有目共睹 历届学生也都有评价 李杰说 区局纪检监察室年主任 张志成问道 是 他跟办公室的田主任一起 张志成对区局办公室自然清楚 是有一个田主任 不过 那个田主任是女主任 而不是田凌杰 田凌杰平时爱跟年望等人混在一起 对外自称田主任普通老师也不会去追查 这事是年望等人弄出来的 确实不好处理 张志成对雄海 朱骏和年望等人平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圈子 有所知 听得出杨东轩和李杰对年主任的身份还不知 如果知道年主任就是年望是四大恶人之一 会有什么感想 年望等人既然找伤了杨东轩了 肯定不会就这样放手 这些人心狠守毒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 从内心说 张志成也不想跟年望等人直接面对面的得罪他们 但这事确实对一中某种风气的影响 让他们得逞的今后一中还会有谁敢站出来帮学生 驱赶社会那些混混骚扰 不过事情确实不好办 是不是得罪年望还在其次 自己直接将这事兜起来也未必会顺利解决 如今局长向华身体出问题 局里的工作由年连伟担起来 年望在局里形势更嚣张 也会更得势 自己在领导面前虽说得上话 涉及到年望的事 领导们会有什么态度 脸色凝重 张志成前思后想 觉得自己先跟领导反应一下 看能帮多少 张大哥 李杰见了也担心 事情我知道了 这一块工作虽然不是我的工作直权范围 我一定会跟局领导反应 不过杨东轩老师也要做其他方面的努力 估计事情不会轻松办好 有难度啊 张志成说 没有让杨东轩和李杰抱太多希望 这样让他们能够找人尽可能多找一些关系 看看能不能摆平这事 这货还不小啊 回到家 准备冲澡 听到浴室里有水流声 是赵莉莉先回来了 心里感觉一股恶心 赵莉莉回来就洗澡 不一定是阴天热 很可能先前给野汉子那个了 怕有痕迹给自己看出来 才要清扫战场 想到这些 心里的恨意骤然质烈 想冲进浴室 去给赵莉莉一脚踹到脚落去 转念又想 自己心生这些恶毒的念头 难道是好赵头 对赵莉莉又恨又痛心 却不想自己也变成恶魔一样 就像之前一直没有将李杰吃掉 刚才李杰送走张主任后 看自己那神情 分明是要自己带他进宾馆开房 自己下了很大的决心 送李杰走 扭头回家的 在方琼那里走出一步 心里并不后悔 可要将李杰这样的交心朋友 拖进情感的漩涡 自己不愿这样 也是自己心里的底线要坚守 对很多人说来 或许觉得这样做可笑又可悲 杨东轩却认为 是自己做人的底线 是原则问题 很严肃 也基于此 自己两年来宁可受尽委屈 也坚持的等赵莉莉来选择离婚 如今 跟赵莉莉之间的事更复杂 赵莉莉是利用自己的良善 以达到某种目的 自己确实没有必要再跟他讲道义 将那些杂七杂八的念头驱走 目前唯有让赵莉莉觉得自己不会找他麻烦 在外面才不会太小心 自己才有可能跟踪 并成功捉奸 回书房 慢慢平静下来 自己今后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全讲本心 太讲本心 讲原则底线 确实吃亏太多 要是自己对赵莉莉一开始就耍横使蛮 他敢对自己这样 如果自己在医中从开始就表现出谁惹整死谁 民兵敢这样欺负自己 石永新敢躲着自己几天都不见面 如今看来自己之前一些做法也不一定都对 太祖早说过一句真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自己一直待人良善 如今在一些人眼里变成可欺的对象 今后确实要换一种理念来处事 砰 门给踢开 很猛 一声巨响打断杨东轩的思绪 心里怒火 也在那一瞬间给点着 你一人都有三分火星 何况杨东轩本身就是很强健的人 之前总以良善待人 又因从小练武受到的教育 一直是忍让为立身之本 才显得温和脾气好 即使之前跟赵莉莉有段时间经常吵闹 多是赵莉莉三五句 他才一句 你疯了 杨东轩 力声对赵莉莉吼 把风滚到外面去 杨东轩 你说谁 你敢说我 你算什么东西 还是不是男人 赵莉莉 尖声锐利的应叹 杨东轩一时间理智完全丧失 脑子失血 目的那么一下 就冲到赵莉莉身前 对他一推 力气有多猛 会对赵莉莉造成多大伤害 都不管不顾了 气冲冲的 头完全晕掉 这是最直接的发泄方式 只是推了赵莉莉后 才行转意识到自己这样推在赵莉莉身上 很可能将他推撞在某一处 将人撞坏 反而让自己给这恶魔彻底缠住 无法脱身 赵家人这种事绝对做得出来 念头一起伸手一抓 却不得抓住完全失控的赵莉莉手臂 而是抓着穿在身上的睡衣 嘶的一声 触人心迫的撕破声 也使得完全失控的赵莉莉停住了 赵莉莉惊魂定下来 却更疯了 杨东轩 有点杀人呢 有本事 将我杀了 看你要不要抵命 你杀呀 之前心里怕 但也看到杨东轩在这样的时候 还是将他拉住 自然要顺势对他继续打压 赵莉莉的睡衣给撕破后 胸部很夸张的露在杨东轩眼前 只是上面有些清淤的印记 杨东轩看到这样子 心中的怒气又爆发了 指着印记说 赵莉莉 你很有脸说 你说说 怎么会有清淤 说着手扬起来 要给他一巴掌 还想打人 老娘给你打 你没打死我 半夜老娘就拿刀砍断你脖子 赵莉莉声音低一些 胸口又清淤 有什么好奇怪 在办公室里摔撞到桌子脚 几天了还在痛 你还是不是人 出品 决意换一种心态来处事 对近来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有不同的感想 夜里不理会赵莉莉的甲哭 也不知他什么时候回的 想到张主任话里透露自己的事情 难摆平的信息 不甘大意 也知道 雄海等恶人之前都是以修理别人为快乐 现在轮到他进医院 哪会咽下这口恶气 必然要自己来顶纲 承受他们的怒火 这事既然雄海他们不肯罢休 那就不是坐等会消除的 得主动去做一些事 在城南区要化解这一事的途径就两方面 一是直接找石永熙 他是校长 对自己的事情即使想回避 但自己找到他 也不能不做 更不可能睁眼说瞎话 帮林冰乱告示 至于石永熙会帮多少 确实说不好 表面上会帮 至于效果 真不能指望 另一方面是请方雄出招 只有他才有办法 直接跟区里区局产生影响力 甚至直接用某些手段 对雄海竹俊等人进行威慑 让他们不敢乱动 化解这件事 当然这样做确实也难 这大概是张成志得知情况后的感叹吧 杨东轩也觉得 张成志是一个有是非观的领导 如非是跟年望等四大个人作对 对方势力太强 他也不会这样说了 理清头绪 对整个事件认识更全面 更深 也让自己感觉到难办与挫伤 尽力而为 才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 上午校长室找石永熙还是没见 也不知他是真有事 还是在躲着自己 但想来石永熙也不可能为躲 自己连学校的工作都丢开 回到办公室露一面 这两天办公室的同事 见没有什么动静 对之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也少一些好奇与关注 只有李杰担心的神态 张成志还没有音信回应这边 让李杰更担忧 方雄在店里面不忙 还没到中午 进店子的客人不多 见杨东轩到来 心跳加快 光洁而细腻的脸 红云散步 生动而直感 故意没往杨东轩这边看 却又将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收在眼中 恋爱的状态出来后 自己要怎么在他面前表现 才会让他更开心 在店子里杨东轩知道 不能让这些人看出不对劲 但方雄的紧张跟平时显然的不同 他只有故作镇定地走到他身前 两人简短几句话 方雄往店子外走 杨东轩也跟在后面 到停车场拿了车 在车里 方雄发痴地看着 从另一次上车的小男人 这几天自己也对两人的事 反复想过 他有自己的家庭 跟自己之间的事 要隐秘再隐秘 这也是这几天 虽然很想见他 但又一直都想忍住 甚至都不敢在女儿面前 问他的情况 见杨东轩快速地将车门关了 伸出手来 方雄下意识地也伸手给他 让他握着 两人稍靠近 方雄给他揽住腰 上身便靠在他胸前 一只手作怪起来 压在自己胸口那团烦人的肉肉上 方雄下意识地要看看 男人那里是不是已经状况严重成灾 只是手材伸出 觉得在车里这样 让他误会 可真不好解决这个问题 也从没想过要在车里做出这种事 从外面看 车里确实看不清 但要是有人凑近了 还是能够看到车内情况的 而车头又没有遮挡 谁知会不会有人过来 揽在腰际的手挪到屁股和大腿 方雄觉得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心里一阵骄渴 车停在路牙上 过往的人 虽不会过于注意车里情景 但方雄哪敢让人看到丝毫 他的手将他的手死死抓住 不让他往核心处探去 心里也是矛盾 既担心给人看到他们的亲密 又有期盼着他的温柔碍密 也怕自己太坚决 会让他有所误会 让两人之间分胜 男人过来找自己 他肯定也是想得狠了才会过来 只是这时候到宾馆去开仿秀太明显 会让人见了笑话 即使宾馆老板不会多嘴 也不会深究客人情况 但摆明着到房间去 就是为了要做那种事 脸上也下不来 不过在车里确实不能做什么 特别是在街上 手稍放开一些 等杨东轩的手捏住胸口的焦号 揉着方琼才说 他街上呢 不要了 如果开车到郊外去 或者专门找僻静的地方 又或者是在夜里 那会不会在车里就弄起来 闹一会儿 方琼才去开车 在市里转一圈 也确实没有好去除 挨到中午 两人找了一家僻静的小饭店 吃过饭 又回到车里 在车里待着 才不会让人看到他们在一起 以前两人不是没有在一起过 但如今在一起的感觉完全不同 觉得每一个路过的人 都能够看穿他们的那点事 要不我们到家里去啊 方琼说着声音低下去 这种事要男人提议才行 过一会儿 还不见杨东轩有反应 不知是不是自己声音太低 让他没听到才没有回应 偏头看他 见杨东轩偏头看着车外 而所看的地方是车已经路过了 怎么了 方琼声音大一些 没什么 见有个人便熟呢 杨东轩言不由衷 熟人你还看 方琼没听出来 在开车 注意力全在前面的路况和行人上 担心呢 杨东轩调笑一句 免得让方琼看出自己的内心 心里并不好受 却是先看到赵莉莉从一家酒店里出来 虽然一个人肯定有名堂 这时候午餐才过 按说他有可能在某处午休或在单位里跟人聊天 却从酒店里出来 肯定是有问题 说不定这是赵莉莉与人私会的地点 先熟悉一下 才好安排今后的捉奸行动 方琼想再说回家的事说出来却完全变了 我拿走 父亲有没有森林呢 峡谷啊 荒野啊 这类地方 反正没有人打交的地方 干什么呀 找这样的地方 你说干什么 杨东轩嬉嬉的笑 方琼哪不知他在想什么 野战固然刺激 但平秋市这种地方真的不多 而不少去处 方琼都有熟人 雪雪经营的那家东家乐 那地方真是和情人优惠 可目前还不想让雪雪得知自己的事 雪雪得知了 会不会将他抢走 即使看在姐妹面上 不抢走 肯定也想吃他一口 不知你说什么 方琼脸红着 又说不出的娇媚 回家去吧 在街上下光 那是个事 杨东轩看着他 似乎要扑过来 以前到这大门前 多是方锡从里面打开 偶尔方琼帮他开门 心态上都是老师过来见学生 大大方方的 今天跟在方琼身后 往小巷子走 有些发虚 最怕的是 开门后见方锡在家里站着 更甚者 跟在方琼思闹时 方锡从他房里出来 让他们如何解释 看着方琼开门 杨东轩 强坐镇定房里走 不去回头 小巷子 会不会有人关注他们 关上大门 将外界的喧嚣 浮躁 闷热 杂乱 都拒至门外 院子的鬼花树 盆景等 很吸热 给人的感觉很好 最主要的是 进到家了安全 杨东轩还担心 万一方锡在家里 跟在方琼身后 不敢乱来 此前在车里 曾幻想过 两人搂抱在一处时 方锡从房间里出来 看到这样的情景 尖叫而跑 这样的形状 真要变成现实 确实会让他和方琼之间的事情 变得复杂 方琼脚步匀 尘 往家里走 到客厅 没有停下 往楼上而去 之前 每一次到方家 都是为方锡辅导 每一次都是在楼下 这种世纪初修建的房子 有百年历史 有着大户人家传统的大气格局 虽说当初 跟如今大多数居家的理念不大合 可重新装修之后 给人那种宜居的感觉更好 上楼的楼梯是拾木的 也不知是什么材质 百年历史的踩踏 都没有多少变化 只是显得更光洁 从没到过楼上 杨东轩跟在方琼身后往楼上走 在楼梯紧跟两步 与他并不走 手很无耻的落在方琼 鼓翘翘的屁股上 这个落点从前面看不出 只有他们彼此才感受到 或从背后看到他那可恶的手 楼上的格局也很精致 通道房间 还有小小公共活动区域 每一个空间的利用都很到位 经过方锡房间时 方琼介绍了一句 见门关着上面啰索 方琼见到那锁后 显然的放松 之前身体的紧缩也放开来 杨东轩体会到 他也担心女孩万一在家 如今见女孩房间锁着 整栋楼只有他们两人 手更加放刺 方琼瞪他一眼 但这时不是阻止他亲息 而是欣喜 手往上一道腰肢 搂着让他贴近自己 方琼用手将他凑进来的连底住 不肯在楼道上让他亲 杨东轩半楼半抱 将他往前进了方琼的房间 房间很大的窗户 采光很好 近处的楼都因地势原因 没有这边高 视野很宽 能够看到远处的新建高楼和城南区商贸区域 有窗帘 格子的窗帘虽说遮挡一部分光线 房间里依然非常透光 格子窗部最好的就是从外面根本无法看到里面的情景 杨东轩念头闪过 在这个房间里 跟在野外有着很类似的 完全可以体会到野战之风味 房间的布置非常精心 不过杨东轩没有心思往这方面想 亲密的细节不多说 方琼也从短暂的入睡中醒来 看着他满脸的满足与幸福 杨东轩见他这样 真不想说自己的情况 下了床将自己收拾好 对方琼说自己有一堂课 可不敢误了 方琼自然知道 这不能耽搁 在杨东轩临走时突然问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 那些人没有再找你麻烦 不想让他这个时候得知自己的真实状况 也不想跟他说假话 你还去睡吧 等我上完课 看能不能过来 他们还不肯放手 方琼坐下来 是 杨东轩觉得还是要说 这样对整件事的处理会更主动些 要振脱到某种程度才跟方琼说 到时候有人脉关系可用 也难以使力 年王亲自到学校 以去交易局基检监察室的身份 到学校喝茶 学校有人 做两个女生的工作 证明是我大人 还说 我跟学生不清白 你怎么不早点说 我找人问问 你翻新上课去吧 平秋市一中 是正科级单位 石永熙 就是正科级干部 在城南区组织部里 是挂了号的 副校长 则是副科级的级别 也受到市里和城南区的关注 这使得一中 有更多副校长 分管着不同方面的工作 一中有两个大片区 将初中部和高中部 分割成两个不同的区域 即使在一中内 这两个区 也是相互隔离开的 高中部才是一中的核心 也是整个平秋市高考中心所在 一中副校长共有六人 高中部有四人 初中部有两人 行政大楼虽然是同一栋楼 但在建造时将两边也进行分割 初中部占办公楼的四分之一 其余的都是归高中部 彼此之间不能直接往来沟通 唯有石永熙的办公室两边开门 可以通达两边进行管理 对高中部的领导们 杨东轩基本是听说而没有接触 唯一接触过一次是去年 一位副校长曾找他谈过话 想将他调到高中部去任教 他没有走 是礼节当时建议别急着走 杨东轩目前所取得的职称是初中化学 到高中去任教 在职称上还得转系列 资历上还得重新熬过 会影响他在职称上的获取 等弄到中级职称后 再到高中部去 凭杨东轩的业务水平 还不是随时可过去 初中部的副校长有两位 抓业务的是刘发南 另一位则是抓教师队伍建设 后勤政教等方面的工作 叫周宇斯 是一个美女才三十出头 魄力足魅力也十足 周宇斯能够在医中谋到副科级 自然有些来历 能力也足够 处理学校的工作 与外面的一些高校协调 都能够做到原话 使得不少的事都能够压下去 但在校外混混不时骚扰女生 敲诈殴打男生的事 却显得难以奏效 固然与校外的环境有关 也与城南区那些势力 城南区领导们的重视程度 有极大关联 周宇斯到区里反应多次 收效甚微 这一次涉及到老师 学生跟校外混混之间的矛盾冲突 周宇斯了解到一些情况 但没想到林彬胆子会这样大 那两个女生给对方做了哪些证词 周宇斯没看到 但从区局那边得到一些传言 区局对杨东轩很不满 要对他进行处分 可能会将他从医中调离到乡镇中学去 对杨东轩这个老师有印象 教学上有不错的成绩 与老师们的关系也好 特别是学生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从学校的角度看 这样的老师自然要留住 并做适当保护的 对林彬这个非常混蛋的家伙 周宇斯也非常讨厌 但石永熙却肯用他 他不好过于表现出厌恶 得知区局有这样的意象 石永熙虽还没有表态 周宇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情况 看自己能不能在这事情上做点反流工作 毕竟学校如果对自己的教师都不呵护 让其他教师怎么看 今后还有谁会为学校 为学生站出来 进来 估计是杨东轩到了 周宇斯提起精神 脸上挂着微笑 进来一个帅气的男子 之前对他有所知 但确实没有过多的关注过这人 周校长 我是杨东轩 之前几次杨东轩都是直接找石永熙 主要是因为林彬是石永熙的亲信 其他学校领导也不可能为他而得罪林彬 但今天周宇斯这个美女校长找自己 觉得将自己的事情得跟他说说 请坐 见进来的小帅哥给人一种正气之感 周宇斯这几年做学校的政教工作 跟学生打交道多 特别是跟那些流里流气的学生交锋 觉得自己看人很准 对进来的杨东轩就有着好感与同情 站起来给杨东轩倒水 杨老师 是喝茶还是冰水 谢谢 我自己来吧 杨东轩见周宇斯这样客气 不敢坦然受之 虽说在工作上彼此很少直接打交道 但对方是领导 又是美女 任何一方面都有优势 不客气 周宇斯说 那就来一杯冰水 谢谢 坐到沙发上 周宇斯见杨东轩似乎在观察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衣着上有什么不当 又不好自己回看检查 心里有些不安 随即觉着杨东轩也有不安 才意识到他是在看美女 平时跟学生之间打交道 确实很少想到自己女性与美女的身份 心里觉得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表现的有一点点过分了 杨东轩赶到学校来上课 课后便接到通知说周大美女有请 估计和自己与林斌之间的事有关联 近来见周美女客气 不禁在想 她会有多少能量能够帮到自己 看得吃了点 让周宇斯多少有些误会 也有点脸红 不过周宇斯见多时光 到他这一层次后 与人打交道多 应酬也多 什么样的男人眼神没有遭遇过 文校老师这样看他的也不少 只是今天的心情不太一样而已 调整一下心态 周宇斯说 多谢老师 今天找你是要了解一些情况 希望你能够如实的说一说 你知道我是说什么意思吧 周校长是说林斌诬陷我的那件事吗 我在学校几次找石校长反应情况 都没有找到他 杨农轩知道这样说会让面前这位美女校长有不好的感受 又说 因为事情牵涉到林斌这个混蛋 我觉得跟学校其他领导反应会让领导们难做 要相信学校会为老师说话的 石永熙校长办事公道 很有威望 周宇斯听他这样说 也知道他所说的是实情 今天自己找他过来 如果情况真的很糟糕 自己能帮他多少 又能够让石永熙校长对林斌有所成绩 未必能够办到 却一定会得罪林斌 林斌背后并不简单 有城南区不小的势力 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改变太多 只是有些话却不能说穿 杨东轩将前后因果逐一说出来 宋运秋转学过来 又转走的事情 周宇斯了解不多 但从杨东轩所说的情况来看 宋运秋分明是担心 雄海等人报复才转学离开 而另外两女生对杨东轩的指证 更是林斌一地作怪所知 虽说没有找女生核实 却能够听出其中的问题所在 杨东轩老师 这件事的情况 我会在一两天内进行核实 也会将核实的情况 跟石永熙校长沟通 会跟区局的领导汇报 周宇斯说 稍沉吟又说 你自己也要主动找校长反应解释 或者直接到区局去找局领导反应情况 万一有什么不对或处理不当 也要冷静下来 相信学校区局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离开周宇斯办公室 杨东轩也听出一些他没有说透的意思 肯定是周校长听到什么消息 才会找自己来说这样的话 心里对他感激 对这种牵涉较深的事 副校长确实没有多少能力帮到自己的 能够这样安慰一番 不肯置身事外就很不错了 决心要尽快找石永熙说说 会不会是年望等人在区局那边 已经使出什么坏招 处分自己 林斌之前的话说得难听 说要将自己从医中赶走 如果区局 采信他们上司那些材料 又有年望等人运作推动 将自己处分 并赶出医中 确实办得到的 这件事还有一个关键的人 就是石永熙这个校长的态度 也将是非常关键的所在 走往校长办公室 经过行政办 没见林斌在里面 敲门 有人在里面应了 推门进 见石永熙校长坐在自己办公桌后 杨东轩说 校长 我是九年级的杨东轩 想找你反映一个情况 石永熙对杨东轩的事情 听过林斌的汇报 事情到的有点大 城南区这边 有好几个人都当面活在电话里 质问过他 压力不小 说医中一个老师 将财政局常务副局长 熊汉林的儿子熊海 打成重伤 住院了 石永熙也曾到医院 看望过熊海 不过是用个人身份 前去的 医中有些钱是走财政局划拨的 石永熙也不敢得罪财政局的人 更不敢得罪熊汉林这个强势的人物 走一走 缓和对立矛盾 熊汉林虽说是富科级的级别 比他这个正科级的要管用的多 自己不过是因为平秋市医中这块牌子 才得到这样的级别待遇 却没有丝毫实权 要说还有什么权利 不外乎是招生时 可走几个后门 收几个线下的学生 或转进来读的学生 这种权利会有谁看在眼中 但医中却是诸多部门都可以来拿卡要的 诸神都要上香进宫 才能够平平安安过一秋 这个正科级是平秋市全市最窝囊的 又是很多人无法占据的位子 毕竟学校校长有岗位上的特殊性 这几天为熊海的事 不少人已经给他施下压力 石永熙也觉得杨东轩这个年轻人过于冲动 即使熊海那些人对女生有所骚扰 那也仅现在骚扰 而不是犯法与侵害 处理的方式也完全可温和一些 甚至报警报案都让问题简单些 这样直接打人总是被动的 林斌等人也跟石永熙汇报过 反映杨东轩跟那个女生有些不清白 石永熙觉得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也不一定有 女生离开学校 这个问题也不再有隐患 学校这边自然不用追究核实 这种事确实没法核实 除非说肩捉说 石永熙收住心神 知道杨东轩找自己几次了 见到他也是真正头痛 要怎么能够将这件事摆平 从学校的角度说来 将他调离是最省事的 当然这样做也会留下后患 其他老师也会有议论的 走吧 坐下说 不急着处理 拖一拖 或许有转机 校长 我要向你反映林斌副主任 与黑社会势力 憨河一气 恶意诬陷我的事实经过 请校长为我做出 却没料到杨东轩会这样激烈 更是头痛 看来想调和他们 达到和解是没办法做到了 要怎么处理才好 没想到事情变化这样快 先还没有一点迹象 突然教务科主任陈开秀 亲自到办公室来 让杨东轩找副校长刘发南 核实他的上课问题 对学校这样的通知 教务处也觉得有些恼火 九年级学生毕业会考没几天了 停下杨东轩的课 对学生知识上或许没有多少影响 但对学生的情绪影响可不小 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 不过年过五十的陈开秀也明白 工作上即使有意见 也要服从学校的决定 对杨东轩这边要怎么做说服工作还没想好 将杨东轩推给副校长来解释 更有说服力 李杰陪杨东轩去找刘发南 刘发南没有多做解释 只是说这个决定来自区局 接到区局的通知 要杨东轩当天停课到区局纪检监察室报到参加学习 其他的情况他也不知道 杨东轩明白这是年望等人做出第一步 让他到区局纪检监察室所谓学习 估计就是些反思之类 下一步将自己调离一中 不会跟学校有多少瓜葛 自然不会引起过多的反响 在刘发南副校长这没有得到说法 便去找石永熙 石永熙不在办公室 返回时 林斌从行政办出来 挡在走廊上 很恶意的看着杨东轩 见他们找校长 也知道他们的用意 说杨东轩 区局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事 你找谁都没用 校长没找你负责对学校造成的损失 你就稍高兴了 也是校长对人人业 学校为你恶意殴打人的事件 已经请过几次饭局 这些费用照说都该你来赔偿的 赶紧滚到纪检室去反省会过吧 林斌 不要等于过早 做好多了 由你受到惩罚了一天 李洁打断林斌的话 感觉到杨东轩的怒火正迅速提降起来 担心他冲动落入林斌准备的圈套 行政办理可能还有其他人 如果杨东轩气头上冲动去打林斌 里面的人会冲出来对杨东轩群殴 同时也证实了杨东轩确实冲动而暴力 跟之前他们设局诬陷得到印证 知道此时 即使打林斌一顿 也不能解决问题 杨东轩两手紧紧的捏着 面对林斌的挑衅一忍再忍 两个拳头捏得骨结发白 林斌以为他打过架 不怕气急的杨东轩冲过来打他 其实就算五个林斌架在一起 都不是杨东轩的对手 冷静下来 就当听到疯狗在叫 要对林斌进行报复 完全可在校外动手 到时候林斌即使猜到可能是自己 也找不到实据 好狗不当道 林斌 你是想当疯狗 杨东轩冷冷的说 滚 你 林斌没想到杨东轩的反应会是这样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出行政办大楼后 给石永熙打电话去 石永熙只说他在忙 对于杨东轩的事情 要他到区局去配合那边的工作 相信区局不会冤枉好人 也希望杨东轩吸取这次的教训 石校长 你这话说什么意思 杨东轩听出石永熙对他事情的看法显然不对 是站在林斌他们的立场 石永熙却没有听他多说 将电话挂了 不想去区局 给方琼打电话 问了问他那边所做的努力 方琼说 已经跟叔叔说过 叔叔的回话说 对方不可能做太过分的事 方琼很担心 学校这样的态度 对杨东轩不太公平 却又不能直接到学校来质问 只有让杨东轩到他那边去见面讨论 只是事情如此 连叔叔都用不上进的事 能够讨论出什么来 两人在茶楼里讨论 也没有心情做那些事 方琼显然比他自己都要急 杨东轩见他这样 也不想他如此 安慰他说 叔叔在区里 他说过熊海等人不会太过分 自然是有把握的 方琼对叔叔的形式风格了解更深 叔叔这样说 多半不是有什么把握 而是安慰的话 当然杨东轩是医中的教师 如果没有实距证明他有错 也不会有谁敢乱来 做出出格的事情 真那么做了 他们在区里问责 熊海熊汉林等人也不会好受 在茶楼也没商量出什么来 今天得到区局去看看 总是回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林斌年望等人 还有什么后招也难以想得到 方琼只是让杨东轩多忍住 不要冲动 有些事情拖过年关口后就会变好 杨东轩确实没有好办法 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也不想让赵丽丽得知 免得他和赵家人幸灾乐祸 中午吃过饭 送方琼先去衣服店子 杨东轩自己也要冷静一下 事情总要面对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但也不能让林斌等人太欺人过分 实在不行 不要这饭碗了 拼着到外面去闯荡流浪 将这些人狠狠收拾一顿 也不是做不到 不到万不得已 自然舍不下目前的生活环境 特别是跟方琼有这样的进展之后 以为自己面对的将会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光 谁想遇上了黎明前的最黑暗 真给年王等人借用区局的力量 将自己踢出一中 到下面乡镇中学教书 也不是不能接受 主要是给年王 林斌等人这样欺负 咽不下这口气 是不是先对雄海下手 逼他后退 或者将雄汉林的一些违法乱纪的证据弄到手 逼使他们父子退步 甚至将证据交送势力拿下雄汉林 他们还能打压自己 收集这些东西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 两年三年都有可能 却不能解脱眼前的危机 自己要给提到乡镇区 跟方琼往来不便利之外 要搜集雄汉林雄海等人的犯罪证据都会少很多时间与机会 正想着突然觉得有人将自己包抄在圈子里 杨东轩感觉到危险一下子扎毛了 站下摆出一个随时能够攻击的赞姿 见面前确实有三个人挡着 笑笑的看着自己显然是带着挑衅的意味 四大恶人之前就是混子 如今跟社会混子往来密切 雄海让人来围殴自己的可能性非常大 环市周围确实除了前面三个人之外 身后也有两三个人 形成包围之势 随时可对自己围殴 在大街上打架 杨东轩也不怕 打了后到派出所这边反而好解决一些 方琼叔叔在政法系统有熟人 不会让自己太吃亏 双方对峙一会儿都不说话 也不主动动手 杨东轩不怕对方有七八个人 自信真打起来 自己也不会吃亏 但他不能主动动手 这是要占理 啪啪啪 另一个从十几米外的垫子走出来 边走边拍手 不错不错 精彩精彩 你是医中的杨东轩老师吧 我们老大相请 敢不敢去坐一坐 就说几句话 你老大是雄海 朱俊还是年王 我没空 要见我 叫他们自己来 雄海 酸个屁啊 我老大 罗卫辉 天降 永县公司的老总 来人说 很熬 杨东轩不说话 看着面前的人 这些围在四周的人 在来人挥手之间都散开了 对方确实没有恶意 那人看着杨东轩 见他没有表态说 我是天降有限公司的公关经理 吴仔 说白了 就是混子小桃桃 敢不敢跟我去见我老大 看我有什么事 杨东轩沉声的说 对方对雄海等人极度鄙视 对自己又没有敌意 却在这里来堵自己的路 必定是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 他们的用意是什么 罗伟辉 也是四大恶人之一 还是恶人之首 跟雄海等三个人 沆瀣一气不同 和雄海等人一直就不对付 在城南区这边的势力可真不小 背后更有强劲的官方助力 有一些好奇 反正中午到居局去 也不会遇上人 倒要看看自己还能再遇上更坏的事情 听吴仔说 不知道 他只是奉命过来请人 杨东轩说 走吧 也不知自己不去 这些散在周边的人会不会围过来捉人 跟着吴仔走 其他人散开 但吴仔身后却有三个人跟着 是不是要确保杨东轩不跑走 或是跟在后面保证他们安全 不得而知 往天翔有限公司大楼而去 进到电梯里 这些人都跟着只是不说话 出了电梯 只有五载带路 其他人站在走廊上 之后进一间办公室 杨东轩琢磨一会儿 不得要领 自己与雄海等人的仇怨矛盾 最主要的还是雄海找不到雷豹 才将事情赖在自己头上 自己完全是雷豹 做替身受报复的 罗伟辉掺和进来 是要力挺自己 罗伟辉无力不起早 天翔有限公司更不是吃素的 要不然也不会成为四大恶人之首 雄海等三个都比不上罗伟辉一个 可想而知 如果能够不跟罗伟辉有瓜葛 自己自然不会答应他什么 自己接受他的好处 能用什么来还 进一间办公室 里面的格局显得大气而高大 不过杨东轩本身就少有在这些场合走动 真没什么过多见识 五载进办公室后说 老大 杨老师到了 罗伟辉看了一眼 从办公桌后出来 请杨东轩到待客沙发上坐 丢一罐冰啤酒给杨东轩说 杨老师 废话就不说了 我知道你最近跟雄海他们的破事 也知道雄海朱骏他们要干什么 你说一句话 要不要我出手帮你将他们打发了 杨东轩也没想到罗伟辉会这样直接 一点缘由都不说 让他更没法断定该怎么做 沉默一下说 多谢罗总好意 你是怕我四大恶人 不会这样简单的帮你吧 也是也不是 杨东轩说 好 就凭你这句话 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罗伟辉哈哈的笑 将手中的冰啤酒养伯喝下 赏开 杨老师 这样吧 你觉得有必要时随时来天响有限公司 找我都有效 怎么样 谢谢罗总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就告辞了 等杨东轩离开下楼 吴宰说 老大 他是不是有什么名堂 他能有什么名堂 不过他也真的有些名堂 跟下面的人交代一句 不要惹着这个人 就成了 当然 如果见他吃大亏时 得帮他一下 我会跟他们说清楚的 老大 刚才在街上拦住他 感觉他很能打呀 是吗 罗伟辉看着窗外 笑笑的应一声 下出品 下午到区局 还想不通罗伟辉为什么会找他 纯粹是要让熊海等人郁闷 似乎又不像 但罗伟辉这样 让人拦住自己 之后几句话 又让自己离开 自己有什么值得他出面来摆平熊海等人 是因为方雄的叔叔 还是自己人品好 让罗伟辉觉得有必要主动来帮自己解决难题 心里在苦笑 罗伟辉名声在外 肯定不简单 自然有他的利益所在 但看他本人却跟朱骏 熊海和年望等人 似乎又有不同 具体有哪些不同 确实说不清楚 最根本的是找不到罗伟辉的目的 让他心烦 烦归烦 走进区局室心里 又多一份安稳 实在没办法 不妨请罗伟辉出来 先解决熊海等人的逼压 其他什么的到时再解决 区局办公大楼有五层 本来是四层加楼梯堡 后来加层将楼顶用钢架结构 弄出一个大会议室 纪检室跟局长室 任氏谷同在四楼一层 显示出权力的分量 上楼后是任氏谷的三个办公室 紧接着是副局长室 也就是年连委的办公室 过副局长室才到纪检室 局长室是从另一侧楼梯上 之间有门风格 这边不能过去 只有局长室那边可以过来 杨东轩极少到区局来 对这里的布局不清楚 边走边看 到四楼总算找到 人事谷三个办公室 有两个开着 里面有人 杨东轩从门口过 也不会惊动谁抬头看 在纪检室一字样的门口敲了敲门 里面有人说了声进来 走进办公室 见有一个四十过了的女干部 埋头正忙着 杨东轩也不好打脚 站在那等 过几分钟 那人见杨东轩不说话 才抬头看着他说 有什么事吗 我是一中的杨东轩老师 接到学校的通知 让我今天到区局纪检室来报道呢 啊 你是杨东轩老师啊 跟我过来吧 那人态度还算不错 站起来 带杨东轩出办公室 到一间挂有纪检书记室 牌子的办公室 敲门进去 见年主任也在里面 如今杨东轩已经知道 年主任就是年王 四大恶人之一 另外有两个人也在里面 估计是领导 看着杨东轩进来 很严肃 带路的女干部说 书记 一中的杨东轩老师到了 年王瞄一眼 皮笑肉不笑 带着一些德意神色 没有说话 也没有直接看杨东轩 书记恩了一声 那女干部转身出门 将门带上 书记却不急着说话 等杨东轩冷落的站在那里 年王觉察情况 站起来 走出办公室去 书记才抬头 看着杨东轩 看一会儿说 杨东轩老师 你能不能谈一谈一周前 发生在一种校园外的事情 杨东轩便将当时的情况说了 也将后续的情况也说了 书记一直没有插话 一直在观察着杨东轩 等他说过后 感叹一声说 杨东轩老师 这件事情 你说的和我们的干部 得到的情况不吻合 我相信你不会乱说 局里本来已经做了决定 对你进行必要的几率处分 情况既然这样 我跟局领导 再将情况反应反应 至于结果 无论如何 我建议是不要冲动 问题总能够解决 也必然会圆满解决的 谢谢书记 杨东轩说 年王年主任 跟熊海等人 沆瀣一气 为恶城南区名声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有心理准备 也相信书记和局领导 会调查清楚 还我一个公道 既见是书记 是什么样的领导 姓神名髓 说话有多少分量 杨东轩都不知道 一个普通教师 以前觉得局里的领导 跟他相隔老远 或者毫不相干 但这一次才知道 一个只知教书的老师 对教书之外的事 都不关注的老师 真的遇上事情 很难很难 纪检书记答应帮助自己 到局领导那反映情况 但局领导会不会相信 想必局里这些人 听了年王等人的汇报后 以为自己是在狡辩 是在掩饰自己的错误吧 心里有很大的挫败 或许当初赵莉莉对自己的失望 就是有这样的感受吧 如果当初赵莉莉不是屈服于权力 支付自己的身体 她如今会不会还在那偏远小镇 这几天 面对这无法辩解的冤情 其实自己简直就没有辩解的机会 虽然将实情说给石永熙听 说给周举司 刘发南庭 说给纪检书记 张成志副主任听 其实这样的辩解 于事无补 领导们只会听信林斌 听信年放 甚至区局和石永熙等人只听他们以及熊汉林 朱俊雄海等人的 领导们并不在乎真相是什么 压制自己就能够让区局学校解压 能够达到对方的目的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强权就是真理 出了区局 在街上走 杨同轩几次想走去找罗伟辉 或许找罗伟辉出面 对熊海等人进行打压 就能够轻松解决这次危机 但每一次走几步 又犹豫起来 世上没有馅饼 会自动掉下来砸在自己头上 自己用什么来换取罗伟辉帮自己度过这次危机 经过这次的事 让他对生存 对社会 对处事 对人际关系 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也觉得自己如今似乎成熟不少 反思当天的事情 自己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将宋运秋教会学校 跟熊海等人不如此直接冲突 甚至可以将门卫小李架在身边来一起解决问题 也会复杂一些 缓和一些 雷暴很爽快的将人打倒 但后果却要自己来承担 宋运秋这个小魔女如今到哪里去了 她是什么状况自己也不知 雷暴是什么状况也一无所知 或许他们背后有强大的权势 才使得雷暴面对熊海等人 敢这样没顾忌的打人 踩断那混混的手臂 这同样是一种强权在作祟 自己何时也能够拥有强权在手 想到此 杨同轩不由的苦笑 如果没有目前这档子事 或许走一走方穷叔叔的门路 自己有可能在一中谋到一个中层干部的位子 也有可能改行到其他部门去 慢慢的熬 熬出一定的资历来 只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熊海 朱骏和年望等人以及背后的势力 都会尽力的打压自己 哪还会有机会啊 不由的从心底生出一股悲伤来 只是在街上 他不肯让一枪的悲苦翻涌出来 过一天 杨同轩在学校找到刘发南 问起自己上课的事宜 刘发南很干脆的跟他说 目前杨同轩的编制暂时不在一中 要等区局进一步指示 然而 这天下午接到区局人事谷的通知 说是让杨同轩下一周到人事谷 去拿人事调动的通知 杨同轩作为学校支教的刑事 派他到乡镇支教两年 接到这一消息 杨同轩反而冷静了 自己的事情本来不想让赵莉莉知道 看来还是无法瞒住 或许这样赵莉莉反而会答应离婚 方琼那边又怎么面对 杨同轩觉得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免得他伤心 原以为自己悄悄到乡镇去 反正这个学期顶多有一个月时间 放假后 方琼更不会察觉 到下期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解决问题 谁想 林斌在学校一次教师会中 将杨同轩作为势力 作为反面典型说出来 而班上学生在问老师 为什么杨同轩不给他们上课时 有老师将一些情况说出来 给学生解释 要学生安心自己的学习 方琼得知情况后 也不跟老妈商量 却在班级以及杨同轩所带的另两个班 做了联络 学生对杨同轩上课很有感觉的 也喜欢他将学生看成朋友这种诚心 很得人心 而方琼之外 还有几个女生 都是杨同轩的发狂粉丝 有他们在学生中游说后 立即有一百多人响应 学生们先找到之前做反证的那两个女生 当初在街上的一些混混 本来也不是找他们麻烦 只是恰巧给围在里面后 同样受到混混们骚扰 却给林斌等人做工作后 反咬杨同轩一口 方琼等 那敢就这样算了 方琼自己不出面 有四个女生将那两女生堵住 推散到教学楼前面的操场上 方琼等几十个人一下子将两个女生围住 要逼他们将实话说出来 两女生本来就担心 但林斌之前先威胁后保证过 这件事不会泄露 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们说过什么 如今给方琼等人围住 嚷着不说实话会群彩 能不能活 他们不会负责的 两女生知道说出来也是死 不说也过不了这一关 只是哭 女生们见他们这样 心里更气 虽不大打出手 却对两人推散起来 圈外是男生围着 不让太乱造成混乱 那两人给推散几下 倒在地上 不敢起来 之前学生到两女生班级赌人时 有班级的学生报告给老师 学生们百多人围在操场上闹 办公室的老师立即冲出来 往人群立钻 先将那两女生护住 学生们围着老师不让走 要老师当面解释清楚 两女生为什么要诬陷杨东轩老师 杨东轩的事情 老师们也知道是冤枉的 可学校定论 区局用支教的名义将杨东轩弄走 确实也不好说 平丘市市内每一年都有老师 到乡镇学校进行支教的 一般是教师自己申请 像杨东轩这样学期途中支教的 是绝无仅有的事 也明摆着是有人整他 老师不可能站出来说什么 劝学生散开自然没效果 学校行政领导也知道闹出乱子 赶过来劝学生 学生不走 行政领导对班主任下了死命令 十分钟之内 不将各班学生带回班机 扣发校议奖金之外 还不得年终评优 晋级 班主任自然有各自的一套办法 学生心里虽不服气 也不会针对自己班主任 让老师为难 随后学生们回到班机 老师在做思想工作 解释说杨东轩业务能力强 这样的老师到乡镇之教 才能改变一个学校的面貌 才是支教的根本 方熙等人自然不会这样容易 给说服 之后在一中贴吧里大发一轮 将整件事的过程贴在网页上 影响面在升级 学校察觉后 又让班主任来做方熙等人的工作 还将方熊也通知到学校去做思想工作 方熊便知道杨东轩给支派到乡镇学校去支教的事 方熊到学校得知消息 忍不住流线泪来 出校门立即给杨东轩打电话 不知他到底是不是已经去了乡镇 杨东轩接到电话 听出方熊声音都变了 才说一句你在哪里就哭得说不清话语 帮安慰他 方熊哭着要见他 杨东轩问了两次 才听明白 让他到电子去 到电子 见方熊痴痴的 两眼红肿 显然是因为哭多了 电子有其他电源 不敢多说 泄露隐蔽 方熊见杨东轩进电 立即往外走 两人上车 到车里抱着杨东轩又哭 杨东轩说 姐 没事 到乡镇区 有乡镇的好处 自由 随时都可以回市里来看你 是不是 方熊知道乡镇条件艰苦 吃住各方面都不能跟市区相比 方熊不想他受这样的苦 更有种愧疚 自己在叔叔那里 没帮上什么忙 才让他受到这样的委屈 如果真是工作上的需要 是组织对他的磨练 方熊觉得就是应该的 可他这次分明是城南区那些恶势力联手 对他进行报复 这样的结果 哪会让人接受 最担心的是他受到这样大的委屈之后 会不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 对一个男人说来 快意恩仇才人心大快 他会不会做出什么傻事 您那天走啊 方熊收住泪看着他 下周一 不急 不一定就去 先拖几天 我担心呢 担心我做傻事 姐 你放心 我知道熊海他们就希望我冲动做出傻事 他们才好进一步下死手 才不会让他们入院 你能想到这些就好 最多坚持这个学期 我跟叔叔说 一定让你回医中来 要不直接改行不做老师了 不要让叔叔为难 叔叔一定会帮的 我会很好的 你放心 只想安慰他 让他别为自己担心 说着在方熊胸脯上摸一把 我想要了 我们是不是回家去 这样是最好转移方熊注意力的办法 不要 熙熙会不会回家 不好说 酒店还是夜晚 随您想 酒店吧 再去酒店 心态坦然多了 进了房间 里面的冷气还少 方熊主动起来 将杨东轩摟住亲他的脸 他便回应 之前担心方熊会不好接受 如今他激烈的反应表现出来 从内心说来 反而少了挂爱 至于赵莉莉会有什么反应 也不去想他 他会不会得知自己的事 还两说 自己买一摩托车带步 每天都可早去挽回 大不了就多开支一些邮费 再说 如今到了六月份 乡镇中学那边 也不可能再给自己安排什么课上 利用这段时间 完全可对赵莉莉进行追踪 他不知自己的情况下 方范心肯定不强 反而容易得手 此时也不肯多想赵莉莉这个坏婆鸟 全心全意放在方熊身上 免得他为自己担心 吻着两人的舌头搅在一起 嘴里满是金叶 杂巴着往肚里吞烟 手不停让方熊感觉到自己的需要 有时候这种需要对男女之间说来比什么都重要 方熊也不说话 主动让他享受到更多的欢爱来弥补 还没有脱光 方熊的手牵着杨东轩那东西 让他先进去 疯狂一阵 先坐过一次后 再慢慢的来享受身体的美味 下午在酒店里一直弄到晚餐时候 吃过晚餐后 方熊见他满足了 才前后离开酒店 他们担心 方熙放学 说不定会约同学们一起见杨东轩的 给他送行 果然 两人才从酒店出来 接到学生的电话 几个人找杨东轩要一起吃饭 算是送行 杨东轩不肯吃饭 但学生们却要求见一面 这个要求确实不好推 就安排在街上间 方熊等几个女生 当场就哭了 美人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杨东轩 杨东轩表示了感谢 叮嘱他们回学校安心学习 只有他们都考好了 他心里在安 李杰也跟过来 好在方熊已经先走 不肯让方熙见他与杨东轩在一起 等学生离开后 李杰没有走 看杨东轩说 一起吃饭吗 好 上次李杰找张成志帮忙 虽不知起到多少作用 但如今 区局对杨东轩用的是支教的名义 编制还在仪中 跟调离仪中的意思是有较大区别的 用医中支教老师的名义去乡镇 没有特别情况 期晚后 杨东轩可回到医中来 如果是调离 那就不同了 自己所找过的人不外乎 张成志 方熊叔叔 纪检士主任 石永熙等人 谁在其中起作用确实无法断定 又或许 区局觉得直接将自己调离仪中 也说不过去 才用这样温和一些的手段 出品 不管怎么样 李杰的心意是到了 约着吃饭 两人要一个卡座 点好菜 李杰说 东轩 林斌这些混蛋够狠 你暂时受一些委屈 先到乡镇去报一下道 再回来找区局的领导 总不能让他们抓到你的不是 也不能就这样认了 谢谢呢 没事 这就要是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事 这事不去 过一两年也会去的 是不是 区里和市里早就有政策 没有乡镇认较经历 是不能凭中级支撑的 你倒会想 让我白担心 真的 谢谢你 怎么谢我 真要感谢 就以身相许吧 李杰说 李杰说要杨东轩以身相许时 看着他 伸手过来 将他的手捉住 跟平时不同的事 李杰这一次显得非常认真 不像之前开玩笑那样不在意 完全是一副母性泛滥的样子 可能在他心里 杨东轩平时在家里受到的委屈已经够多了 像他这样强壮的男人 没有女人在身边将会受到多少委屈 如今 林斌等人对他无限 无疑是雪上加霜 学校那边的事情 他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没法改变结果 只有让他享受到女人的温情 才少弥补一些 让他的生活多一些温情 排解一些委屈出来 他的意思 杨东轩能够体会得到 李杰眼眶有不少累 随着他说出这句话来 就滚下几滴 挂在脸上 杨东轩见了 感激之余 也心疼 工作之后 因为老师这个职业的原因 时间上捆得紧 在家庭感情上又不顺利 跟之前的同学朋友往来 慢慢变少了 反而是李杰一直关心着自己 不想让李杰因自己受到一点伤害 这时心中很矛盾 拒绝他的柔情是对他好 但自己说出来 会不会让他更伤心 伸手将他脸上的泪珠擦掉 杨东轩心里也像有东西擦过一样 很敏感 那股温柔从李杰那传来 他感觉到这样的柔情包围自己 没法子站起来走开 更没办法当着没看见 李杰将他的手抓住 紧紧的捂在他的脸上 他的脸很热 很红 也很嫩 忽然觉得 带着坚决和羞义的李杰 非常动人 心里一阵冲动 下午跟方琼在酒店里翻滚胡闹 把几乎所有的激情都消耗一空 这时才间隔多久 最多一个小时而已 想要在李杰面前展示自己的雄风都难做到 心里虽然冲动了 但生理上能不能跟上节奏 杨东轩没有把握 之前从没这样过 想到李杰曾问过他会不会是快三秒 如果给他证实了自己做不到 会有什么想法 李杰以为他还是在为他着想 抓住他的手不放 绕过小桌 到他这边来 杨东轩稍册让一些空位来让他坐 李杰却坐到他一条腿上 坐下后 先前抓着的那只手给牵到他胸前 显然是要他顺着在那里摸捏 李杰衣服领口不低 只能够看到少少的一些白色肌肤 但从领口往里摸不会受阻 杨东轩觉得还是不要做 至少换一个时间 让自己在他面前有更好的表现 见他不肯主动 李杰说 傻不傻 哪有这样的男人 见女人贴上来都不要的 谁知正稳着 杨东轩的电话却响了 一直没有挂断的意思 李杰主动将他推开 要他接电话 杨东轩一看 知道不妙 是方琼打来的电话 给李杰知道自己跟他的关系 李杰会怎么想 当下对李杰竖起手指表示轻声 走出卡座到外面去听电话 方琼估计杨东轩跟学生们见面该散了 问他是不是过去坐一会儿 回到卡座 杨东轩说是老婆赵莉莉来电话 问自己为什么不回家做饭 熟悉的电话铃声 将杨东轩吵醒 心情糟糕 躺在床上 谁都不想理 对这时来电很烦 昨晚赵莉莉深夜才回来 之后到卫生间里呕 声音很大 呕过后又哭 杨东轩听见 也懒得去问 也不想见他 任由他哭 听他哭 杨东轩心里隐隐有些快意 明知道这样的心态不对 可对赵莉莉起不了同情心 他很会戒酒撒风 自己要去理他 也不知会闹到什么时候 哭一阵便没听到声音 杨东轩也不出书房去看 躺在床上想事 迷迷糊糊的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早晨这时候睡意正浓 主要是不想动 等电话声响到停 谁知对方又拨打 杨东轩这才将桌上手机拿过来 看到号码是陌生的 心里更是起火 不知道是不是年望等人找自己茶子 好聊起自己的怒火 按下了接听键 心想 如果真是找麻烦的 便立即一通骂娘 没有必要客气了 自己如今不算一中的人 用不着再注意自己的形象 请问你是杨东轩老师吗 对方很礼貌 语气还不错 我是 请问 杨东轩也注意自己的态度 虽然烦躁 但不能将情绪发泄到别人头上 那好 杨东轩老师 我是城南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郑超 现在通知你 请你在今天上午十点半到政府办来 政府办李嘉乐主任要找你 我再重复一遍 政朝说着重新说一遍后 不忘交代一句 如果没有困难 就不要迟到 杨东轩一看时间 九点十分 还有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到城南区政府办区 不会赶不到 只是自己到乡镇之教 还要经过区政府办 感觉八杆子都打不着边 自己也不可能跟区里领导有任何关系 难道是雄海他们在闹 心里疑惑说 郑主任 不知是什么事情 具体事情我也不清楚 严老师 你见到李主任后 自然明白 郑超说了 将电话挂断 听着耳边没有声息 杨东轩还回不过神呢 从郑超的语气判断 事态会不会准 要不要跟方雄商量一下 或给李杰说说 杨东轩立即否决这样的想法 这个电话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 让他们担心做什么 自己反正这样了 还能再差到哪去 实在受不了 丢下教师这些岗位 到外面去闯 未必就没有路走 时间最够 也要抓紧才行 把方雄才送他的新衬衫穿上 很精神 到街上买了早点 边走边吃 往区政府办去 区政府办 是二十年前修建的楼 四层 政府办在三楼 整整一层楼都是 区政府之前到过 但区政府办 却从没到过 杨东轩更不知道 到哪里找郑超 找郑超所说的 李家乐主任 对两人之间的关系 也弄不清楚 政府大门有门卫 没有拦着他 问什么 杨东轩问了政府办在哪里 门卫说在三楼 又说一楼有办公分布图 也可找到 到三楼 不少的办公室门都关着 才想起今天是周六 不上班 杨东轩感觉莫名其妙 区政府办一个主任找自己干什么 这时脑子里还没有意识到区政府办的职权所在 不知李家乐在哪一间办公室 三楼一层 很多间 有不少门上根本就没有挂牌牌 看看时间差不多 忙找到一间办公室的一个人问 李家乐主任在哪一间 城南区政府大楼 除了主楼 右侧有一侧楼 两边连着 从高空看会看出一个七字形 区里主要领导的办公室都集中在侧楼 走到楼角 才看到两楼之间 另有楼梯可上 杨东轩走进了 才看清这边门楣上侧立着 主任是牌子 看看时间恰好 便敲门 进来 声音有股危险 到这里后 杨东轩才有面见区里大领导的一点点感觉 教师行业跟行政不同 即使在校长面前 也不用过多表露对权力的敬畏 有尊重就足够了 可在行政里 一级一级之间很分明的 这种分明几乎体现在每一个方面和细节上 杨东轩还不知道这些 但区政府办主任是政科级领导 这个概念是有的 政府办主任管着全区政府方面的工作 这个概念也是有的 听到门里的声音有些危险 心里有些发毛 不知道区里这位大人物找自己做什么 推门进 看到里面的摆设 比校长石永熙那办公室要高级 大气 深色的办公桌上一打文件材料 而办公桌后端坐着一个满脸严肃的人 五官线条很重 给人微压感觉强烈 杨东轩见自己进办公室来 办公桌后的那人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心里顿时一冷 后背心凉凉的 这段时间走备运 自己遇上这种莫名其妙的灾 面前这人要再踩自己一脚也很正常 雄海朱骏等人在区里都有很强的势力 方琼叔叔在城南区也是大领导 都无法压下这事 可想见这些人背后的势力有多强 站一会儿心里乱乱的 虽没有直接盯着办公桌后面的人看 琢磨着这人就是主任李家乐了 见他看完一份文件 要再拿材料的空档说 你说是好 我是一中杨东轩 因为有准备的 不想让李家乐将自己量在办公室里难受 声音平稳 声量也控制的好 准备他要是再不理会自己 转身就出去 自己一个平头百姓 也不是任谁都可以上来踩起脚的 嗯 李家乐抬起头来 看着站立的杨东轩 将那伸出去的手收回 人也站了起来 随后绕办公桌走出来 再看他的表情就没有之前严肃 依旧不说话 李家乐走到沙发边才说 杨东轩 过来坐吧 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语气很淡 淡漠 杨东轩如今想明白李家乐的身份 在城南区将近百万的人口中 面前这个人排位应该在前二十 自己呢 排在后二十 还是后两万 总之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肯定不能计较对方对自己的态度 也计较不上 走到沙发边坐下 屁股倒是坐实在的 身子 却坐得直 不让自己的气势太惨 如今 自己这等遭遇之下 他们还要穷锥猛打落井下石 自己无法反击 也不能输了气势 气节 李家乐见杨东轩坐了 看着他 便想了想 杨东轩 把你近期工作的情况 说说吧 说工作 还说情况 说与熊海等人的冲突 杨东轩不明就里 一时不知怎么说 见李家乐似乎有些不高兴 问 说我跟熊海他们的矛盾 还是教学工作 说熊海他们那些事干什么 节省时间 简要将自己近两年的工作 说一说 经历一些 李家乐催语气不善 但抛开自己跟熊海等 四大恶人之间的恩怨 让杨东轩心里一激动 浑身热了一下 甚至鼻头都有些发酸 逆境中的人更敏锐一些 倒不是杨东轩矫情 分明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很突然 杨东轩语言组织能力还是有的 当下不多想 将自己近两年来做过的工作 取得的成绩和荣誉 按先总后分 很有条理的说了出来 前后时间不到十分钟 中途没有丝毫接吧 李家乐对面前的人 本来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是在执行一个本来不愿意做的工作 但听杨东轩总结自己的工作 如非事先有较充分的准备 少有人能够做到如此有条理 降略得当的陈述 他在政府办跟领导身边处理的工作多 见到的下面乡镇 科举级领导也不少 这样丝毫没有准备情况下 能够说出这番话来都少见 让他对面前这个年轻人多少有些好感 在学校有过负责管理方面工作的经历 李家乐说 没有 前年待过一年办出人 算不得 李家乐笑了笑 不再说 站起来走到自己办公桌 打电话 也不理会杨东轩 电话很简单 对方接了后就说一句 你到我办公室来 杨东轩坐在沙发上不知所措 一直看着这个过程 听李家乐简短而有气势的一句话 突然感觉到权力这东西真不简单 到李主任这高位后 说话做事都不能用平常人看待 但在他身上做出来偏偏又非常的适合 打了电话后 李家乐再绕出来走到饮水机旁说 要热水还是冰水 杨东轩有些突然 之前李家乐的冷漠和刚才问自己的工作情况 在心里有了对比 但始终想不到李家乐会问自己要喝水这样的待遇 急忙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说 李主任我来弄吧 且不说李家乐是区里重要领导 他比自己至少要大一轮 自己也不可能安然的让他帮自己端水过来 李家乐见他过来 推到沙发边去坐着 弄好水 杨东轩还没坐下 办公室门响了 一个人推门进来说 主任 过来跟你说一件事 李家乐说 那人走到沙发边站着 李家乐一直沙发说 坐 没等那人坐下就说 杨东轩 这位是政府办第五办公室主任 郑超郑主任 你给郑主任倒一杯水吧 通知自己过来的电话就是郑超打的 杨东轩虽然没弄清现在的状况 却也正声的说 郑主任 好 我是杨东轩 说着去倒水 期间 郑超和李家乐都没说话 感觉到他们都在看着自己 等杨东轩将水端过来 放到郑超面前 李家乐才说 郑主任 你那边还有一个空便制 杨东轩就跟着你吧 至于工作上 你安排就好 啊 郑超语气里有些突然又问 是用戒调 不是 是调动 好了 就这样吧 其他的事情 你就带杨东轩去办 李家乐说着站起来 有送客的意思 杨东轩的思维已经停止 呼吸也停止了 可脑子里偏偏又将李家乐这几句话 分外清晰的放出来 郑主任 你那边还有一个空便制 杨东轩就跟你吧 至于工作上 你安排就好 跟你吧 跟谁 跟郑超副主任 这是跟自己有关 是在说自己吗 肩膀给拍一下 杨东轩才回转现实 见郑超看着他在提示他该走了 杨东轩一机灵 忙仗起来说 郑主任 郑超不说话 暗示他离开 李家乐已经回到办公桌后 要将放在办公桌上的那达文件处理掉 杨东轩离开前站住说 主任 我跟郑主任先走了 谢谢你 李家乐 没什么表示 跟在郑超身后 走在空荡荡的走廊 第五办公室 在另一端 郑超的副主任 是也在那一端 不急着问情有 杨东轩分出一些精神来 注意着走在前面的郑超 可不能再像出来之前 整个人发呆的情况 一边在消化如今 已经得到的信息 首先一点是 李家乐指示下 将自己的工作 调动到区政府 第五办公室 对是调动而不是借用 区别很大的 教育战线 每一年几乎都会有人改行 跳到其他战线 但最常见的就是借调 借用一年或更长时间后 借用单位觉得这个人不错 才肯办理手续的 平时在办公室 老师们也会议论这些 有人有小道消息 接收这样的借调 会花不少关系 而办理手续也会要关系 前后没有十万元打底 几乎不可能办成 改行的成本 不在于十万元打底 更让人无计可施的是 至少要一位区里常委签字 才有可能被单位接收 整个城南区 又有几个人 有这样的关系和底蕴 之前方雄就打这样的主意 只是自己跟他的关系 不能对外公开 在他叔叔那里自然走不通 会不会是他在背后 求他叔叔做这件事的 也不对 假如真是方雄在推动这件事 怎么可能一点表现都没有 昨天下午 他的表现看得出来 他应该不知情 那么他叔叔背后 运作这事的可能性更小 独家出品 到底怎么回事 想来目前有两个人是明白的 李家乐和郑超 李家乐他说不上话 郑超却是今后自己的直接领导 也可能到他办公室后 会给自己解开弊团 所有的可能都是不可能的 杨东轩欣喜之余 脑子也疼 有种白天做梦的感觉 不管怎么样 自己不用去乡镇支教 更不用看林彬 年望等人的脸色 政府办这边的工作完全陌生 得抓紧时间跟人请教 熟悉工作 可不能在新单位让人瞧不起 心中在暗瀾骨气 到政府办后 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 今后没有机会去踩林彬 年望他们的脸 赵莉莉能够提拔副科技 自己有什么不可能 查出赵莉莉是巴结哪一个 找到恰当的机会 狠狠踹他一脚 让他将官位丢了 看赵莉莉还怎么有脸活 郑超的办公室跟李家乐那不能比 一下子看出两人之间的等次 郑超进了办公室后 那种危险的领导气势越来越清晰 杨东轩站着不动 静等领导发话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学过心理学 明白这一点 再说 自己的事情虽然不是郑超决策的 但他确实帮自己了 也该尊敬他几分 郑超在沙发上坐下 却没有叫杨东轩坐 拿出烟来 杨东轩平时不抽烟 喝酒也少 见沙发前 茶几上放着烟灰缸和大火机 当下走去 拿了大火机给郑超点烟 深吸一口 郑超吐出烟雾 并没有看杨东轩 而是在想事 杨东轩将烟灰缸也移到郑超前面 便与他谈掉烟灰 做过这事 才退开两步战下 战下后 想到自己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 这是不是很狗腿 平时对谁做这种狗腿的事很反感的 今天却做的自然 不知郑主任有什么想法 会不会反感自己 感觉自己不过是要表达出心里的尊敬和感谢 应该不算拍马蹄 吸机扣烟 郑超似乎将思路想好了 看向杨东轩说 李主任交代的你也听到了 我就不重复 你是调到我们办公室来 我是欢迎的 这两天也不急着就上班 这样吧 周一到周三 你将原来的工作处理好 也把调动手续办了 之后先在办公室熟悉情况 具体工作也不用急 花点时间 多砍多学 相信会很快上手 教师出身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就是综合素质比较全面 谢谢主任 我在义中的工作没有什么交代的 那我周一来上班 杨东轩自然希望尽早来上班 这个事情本来就玄乎的很 当真是馅饼砸在自己脑袋上 对这样不靠谱的事 还是先做成事实 自己坐进办公室里 有自己的办公桌了才踏实 听杨东轩这样说 郑朝笑笑说 也成 周一上午过来 我让人带一带你吧 谢谢主任 杨东轩说 主任 之前从没接触过政府这边的工作 完全是生疏的 在以后的工作中 有哪里没有做对 没有做好 邀请主任直接批评 帮助我进步 不拉我们办公室的后腿啊 好 有这个态度很不错 今天就这样 你先回去吧 谢谢主任 那我先走了 出了副主任办公室 杨东轩立即有一股巨大的幸福给包裹住 以前感叹什么人生如戏 那都是空谈 装模作样的 今天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人生如戏 到区政府办件李家乐之初 还以为会给大领导狠狠的往死理睬 谁想却是大翻盘的转折 连改行进政府办这样的好事都落到自己头上 林斌 年望 石永熙等人知道了会有怎么样丰富的表情 这样的好消息该先跟谁说 还没出区政府 杨东轩就为这个纠结起来 肯定要跟方雄说 但又把方熙得知在同学里传开 结果让林斌等人先得知而出现状况 又想给方雄一个惊喜 先不急着跟他说 李洁肯定要跟他说 只是见面说还是在电话里说 打电话说 他肯定要叫自己出去见面的 赵莉莉那边和学校都不急着让他们得知 特别是赵莉莉 能够瞒多久就瞒多久 最好的情况是在他得知自己在政府办上班之前 把离婚的事情搞定 要不他更可能赖着不离 再说 等自己有机会晋升之前到处离婚 对自己的前途会不会有影响 至于对林斌 石永熙 年望等人 只要自己到学校和区教育局去办理人事手续 他们自然会得到消息 这些人心里会怎么想 也不太可能把手伸到政府班来 得知杨东轩有这样大的转机 不论是李洁还是方雄都非常开心 同时也经济万分 实在想不到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欢喜之后 方雄自然用身体来表达 李洁却让杨东轩多查找政府办工作方面的材料 下载打印一些 交送杨东轩 让他一天内看完 熟悉新工作新岗位 面对新的机遇 虽不明就里 杨东轩也不去纠结了 躲在家里 全力在网上搜导相关资料 方雄也将计达政府办的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之类的 让方熙给他送过来 逼着他看通 这些政府办的材料 只有内部的人才能看到 想必是方熊从他叔叔那边的途径弄到的 方熊叔叔到底做什么领导 之前方熊也说不明白 这时却说了 区委副书记 这样大的领导 让杨东轩心里隐隐有所期待 不管怎么说 自己在区里也有一个顶级的大佬可照着 不至于让人随意打压 两天来既乱又有追求的目标 让杨东轩感觉到转瞬即过 周一早早起来 方熊给他准备了新套装 不张扬却又得体 第一天见领导和同事的新人 在穿着上 不能太闲眼 更不能马虎 这方面 方熊早就给他考虑周到 洗脸时 用清水将头发也弄好 到外面弄了点吃的 直奔区政府办 来上班的人还不多 以为是八点准时上班 提前一些到来 却见整栋楼都没有几个人 三楼政府办才有一个办公室开了门 却不是郑超所说的第五办公室 杨东轩意识到自己来早了一些 也不能先出去过十来分钟再来 选一个不显眼的位子站 观察人们上班情况 模型规律 对今后自己做事才有帮助 过八点 办公室的人陆续到来 杨东轩得等 郑超到后 安排才能跟其他人见面 八点半 郑超步子很快的上楼 直接往他副主任室去 杨东轩耐着性子等几分钟 才去见郑超 郑超见他到了说 稍等 郑超将一些材料整理了 放进公文包 便打电话 似乎有重要的急事 杨东轩既担心自己会耽误郑超的工作 又担心郑超会去忙工作 而将他丢下 站在那里很不是滋费 想告辞 也不好说 郑超打完电话说 走 到办公室去 我一会儿要下去 谢谢主任 副主任室就在第五办公室隔壁 这样便于工作开展和管理 郑超当先走进办公室 里面的人都站起来看着他 对跟在后面的杨东轩基本忽略 郑超 侧转身 让杨东轩突出一切 对其中一个人说 滕君主任 你们办公室新来一位同事 叫杨东轩 从医中调过来他 让他先熟悉一下环境 具体你负责一下 另外让文洛今天 把他调动的手续办一下 交给他好去教育局 办理人事调动 郑超说着转身出办公室 走了 唐军看看杨东轩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郑超交代的话太简洁 又包含了很多信息 一时间正正的站在那里 看着杨东轩 唐主任好 各位前卫好 杨东轩打破办公室的宁静 办公室不小 只是摆有六张办公桌 整个空间就不大了 六张办公桌 摆放成两个区域 两张对拼 另一张大头 品字形 唐军前面是两张空位 另一堆是一男一女 一空位 杨东轩想 空着的三张办公桌 可能有一张就是自己的新领地了 又想 唐军主任这边肯定是领导区域 而另外一堆则是一般干部办事员 那一张空位估计是自己的 三人对杨东轩的到来 一下子都没法接受 在消化这样的信息 使得办公室在正超走后 一下子静下来 杨东轩知道这时候 该自己表现一下 打破僵局忙主动向前辈们问好 腾军是办公室的领导 很快反应过来说 杨东轩 杨老师 欢迎欢迎 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 腾主任 各位前辈 政府办这边的工作 我从没接触 从现在起 一定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向各位前辈学习 也请各位前辈不要嫌弃 我这个学生 先谢谢了 这些话是方琼和李杰 先给他出主意 此时机会恰当说出来 不会让人刺耳 有这样的姿态 才好跟人相处 能够一步到位的调进政府办 虽不是没有 却也少见 腾军建国区里主要领导签批的人 都要适用至少半年才办理调动 这个从衣中调过来的人 又怎么样的深厚背景 在办公室不能将这些心里的惊奇表录出来 正要给杨东轩介绍另外两人 门帘子给掀开 进来一个女人 杨东轩仅来人 打扮尸体 精神气也足 眉眼之间 有种难以说出的感觉 估计这女人的身份不一般 文主任来了 小杨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吧 腾军先看着文露说 这位大美女就是我们的文露主任 文主任好 杨东轩忙先打招呼 文露还弄不清状况 看着面前的年轻帅哥 以为是来办事的 腾军说 文主任 这位是我们的新同事 杨东轩 才从事宜中调过来 之前郑超主任 让我转告 今天把小杨的手续 开了交送小杨 让他到教育局 去办调动关系 难怪早上我给喜剧吵醒 心里还在纳闷 会不会买彩票中奖 原来好事落在办公室这 欢迎啊 小杨 文露脸上笑看不出真假 语气却热烈 但见文露看他时 似乎审视一下 也觉得正常 唐军往另一堆办公桌呢 走 说 这位是马财阳 主任科员 工作经验丰富 你今后可多向他请教 这一位小美女士 向丽梅 副主任科员 工作很有热情 主要负责内进工作 马可 相可 两位前辈 找机会正式拜师 请两位多指教 杨东轩脸上笑着 很真诚俊气 小杨是高材生 今后工作上 我们一起讨论吧 马财阳说 有些生硬 看不出他具体年龄 但估计快四十岁了吧 来了个大帅哥 郑主任太英明了 向丽梅一直忍着 这时候轮到他表态 说出这样一句话 让其他几个人都笑出来 我们的小丽梅 是不是见到帅哥动心了 有想法 可跟组织提 文璐说 文姐笑话我呢 唐军不等这边说完 对杨东轩说 这场办公桌就是你的 先熟悉一段时间 具体工作 到时候再给你布置吧 谢谢初晨 杨东轩说着 等唐军回到自己办公桌去 才小心的坐下去 抬眼看 见向丽梅 看着他在笑 周五下午 赵丽丽接到电话 从福连出来 艳丽的在街道上穿行 招引不少的回头率 赵丽丽很享受这种感觉 胸前一对骄傲 带着夸张的弧度 在胸前上下晃动 赵丽丽对此很有讲究 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 不速和节律 才让自己整体协调起来 路人看到夸张的骄傲 晃动又不觉得 跟自己是故意做出的 他对此很自喜 也很自豪 因为有这对肉东西 才让男人们着迷 男人着迷了自己才有机会 这就是自己上天赋予的资本 这样的资本 如果没有很好的利用 不是等同于主街道的门面 购置了 却不做生意 如今想通了 赵丽丽觉得自己所做 理所当然 至于杨东轩那不争气的家伙 怎么想 才不管他那么多 想跟自己离婚 那是想都别想 他还能怎么样 前几天就说要往省城走一趟 赵丽丽知道 雄汉林有想法 不是占财政局局长位子 就是要谋求副区长职务 不论哪一条路走通了 在城南区都会更上一层楼 往城南区权力核心 又靠近一步 这对自己过一年 谋求政科增加较大助力 或者说弄一个政科 是肯定了 自己谋求这样一个位子 确实不难 但他要往前进一步 难度就不小 能不能走通 就看这次行动 赵丽丽虽关心雄汉林的仕途 更让他高兴的是 雄汉林能够带他去 说明心里对他认可存在 能够见识高层的领导 今后未必不能自己单独接触这些人 不过这个想法只能放在心里 不能让雄汉林看出丝毫 让雄汉林觉察自己另判高知的想法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能够让自己从偏远的九区沟乡 掉进市区 自然也能将自己打回原形 雄汉林在城南区真有这样的能力 快走到车边赵丽丽收敛一些姿态 整个人有较大的变化 给人沉稳的感觉 这种感觉会让没有信心的男人 看都不敢看 却让有信心的男人产生更多念想 钻进车里 见座位上有一个包 鼓鼓的 赵丽丽将包拿起来 不是一般的沉 见雄汉林的眼睛看着包 赵丽丽对他笑了笑 雄汉林携身过来 将手从赵丽丽领口伸进去捏着 赵丽丽也不担心有人从车前方看到 随他的手在捣乱 打开包 见里面塞的满满的钱 都是没有解开的 一扎一扎的 至少有力气扎 不知雄汉林是不是要给自己 除了平时给自己买东西之外 赵丽丽从不跟雄汉林要钱 对贪心不足的女人会让男人厌恶 也会让对方警觉 赵丽丽觉得他这两年做得好 面对这些钱 赵丽丽也是动心 如果有这么多钱 自己也不用对一些人给好脸色 而找对方消费钱单 雄汉林也知道他很缺钱花 只是从没提过给他钱 将包链子拉上 放到车头台子 雄汉林的手动起来 赵丽丽想象得出 自己那里给捏成什么样子 那辆头放包里 晚上到省城 可能要打牌 全部输掉 一张都不要留 知道呢 赵丽丽硬着 将钱拿出两扎 放进自己的昆包 车没开出市区 雄汉林将车停在路边 从之前的包里又拿出一扎钱 丢给赵丽丽说 这点 你看着来吧 留不留都随你 这是给他的了 赵丽丽心里一喜 脸上却笑起来 但很收敛 不想让雄汉林看到他贪这点钱 在复联 他不过是复职 五六个人的单位 一正一负梁主席 一年的办公经费 就那么点儿 手边不可能弄到几个钱花 没有将自己工资填进去 就万幸了 收了钱 有另一台车靠过来 雄汉林下车走过去 赵丽丽不知要不要跟着 这边虽不是城南区 但大白天跟雄汉林一起出现 给人看到总是不妙 雄汉林走几步 见他没动 招手让他下车 走到那车边 雄汉林弯腰趴在车窗边说话 赵丽丽也凑过去 见车里坐着的人 心里一震 出品 城南区常务副区长熊瑞聪市区里的大人物 赵丽丽自然认得 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女人 很自然的坐在熊瑞聪身边 赵丽丽身子稍歪 从熊瑞聪的视角 很容易看到灵口不高 露出来的白腻和小部分骨气 赵丽丽感觉到常务副区长眼里的炙热 不过他似乎没有丝毫察觉的向车里的领导打招呼 熊瑞聪并不多看 对熊汉林说 走吧 那我也不去 熊汉林说 丁身有事 走不开 吩咐我们热情一些 工作做到位就行 熊瑞聪说着 又往赵丽丽丽临口里瞄一眼 此时 赵丽丽似乎察觉了不对劲 脸红了红 不露声色的 站直身子 又稍退一步 这分寸要把握准 才不会让领导心里反感 熊瑞聪和熊汉林 在城南区 并成双熊 熊和熊 虽不是一个字 但两人的关系比较亲密 赵丽丽之前 没见过他们的往来 但今天听两人的对话 明白彼此关系非常默契 常务副区长 在城南区 驻抓财政 熊汉林是财政局的 常务副局长 工作上本身就有很多交集 只是他们所说的那位是谁 赵丽丽无法接触到这些阶层 而熊汉林平时 也少有跟他提起这些事 再上车 两台车很快离开市里 往省城去 熊汉林开车 不时伸手来在他胸口 或大腿上摸一把 可赵丽丽却胸口有 抹不去之前 熊瑞聪目光留下的热感 胸口那的感觉 一直存在 也不知熊汉林 得知会有什么想法 会不会将自己 送给熊瑞聪 这种事 也听说过男人对自己身边的情人 又有几个是真心的 大多都是玩玩 有利益需要送出去 自然很正常 这种事不能深想 彼此之间本身就是因为利益的需要 才有这样的关系 赵丽丽也不会为此产生情绪 反而觉得今后会多一些机会 熊汉林不过是正科技 在区里实权不小 办事能力大 但哪有熊瑞聪在常委位子上 直接可决定位子的人更有权利 一路上不多说话 赵丽丽在私谋 这道省城来谋求的目标 对自己又将有多少改变 确实有些期待晚上的活动 包包里三扎钱 即使开销两扎 那也够刺激人的了 到省城直接进酒店 停车后熊汉林让赵丽丽 提着车头那包 他自己从车后排拿出另一个黑包 赵丽丽心里一动 原来车上的钱不止这些啊 熊瑞聪那边也下车 熊汉林将手里的包 交给熊瑞聪手里 几个人直接上酒店房间 稍舒喜 出房间睡吃饭 晚上约见的人还没有到 得先垫一垫肚子 晚上在夜宵 赵丽丽见熊瑞聪的手臂上 吊着之前车里的女子 先前下车彼此不介绍 但这时还不介绍 显然不对劲 熊瑞聪说 汉林 这位美女是哪一位啊 区长 赵丽丽之趣的柔声叫道 叫熊哥 熊汉林说 熊哥 我是复连的赵丽丽 很大方 显出一些风度怡态 熊汉林 身子肥硕 平时有种飞扬霸气 可在熊瑞聪面前就低调 有些憨气 确实给人一种 好白菜给猪吃了的印象 熊瑞聪身材要好很多 甚至有种文质气 小赵不错 汉林有眼光 熊瑞聪说着 将身边的美女腰脂搂一下 小静 不在城南区 他没有多说 赵丽丽忙说 小静姐 小静或许比赵丽丽 还要年轻两岁 但他得表露必要的尊重 不多交谈 先吃饭 垫肚子 也不会太随意 一个多小时后 吃好了 才跟那边联系 熊瑞聪说 走吧 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开车在省城里走 赵丽丽对省城不熟悉 车走一个多小时 似乎将省城对穿了 他没有方向感 车慢下来 进一家 看起来普通的大门 之所以看起来普通 是没有像其他地方 有很亮的霓虹灯 门外就两盏节能灯 进大门后 灯光也不鲜亮 下车后 挂着熊汉林的手臂 赵丽丽心里多少有点失放 面前的一座三层楼的低矮所在 就是他们要见识的地方 除了他们四人 也不见有其他人 赵丽丽心思转向熊瑞聪 见她的自信 似乎越发放在脸上 心里一动 有名堂 走进光线较暗的短短通道后 是一道门 过了门 突然绽放绚丽的荒彩 赵丽丽一下子惊呆了 门外门里完全是两个天地 简直让人无法想象的转变 也让人一下子转不过神来 赵丽丽觉得自己的心给紧紧的射住 胸口紧的无法出息 下意识的将熊汉林的手臂抓紧 熊汉林见她这样 有些得意的在她屁股上拍了一下说 记住先前说的话 赵丽丽很快恢复过来 将自己放松了 也觉得自己有一种华丽的蜕变 感觉到之前自己真没有见识 连熊汉林都不如 心里很是屈辱 放松之后 挺胸称背 将脖子也伸直一些 要将自己最亮的样子 做出来给这里的人看 什么才是自己的机会 至少不能给人将自己画到 没有见识的那个群体 一旦成为别人眼里的灰姑娘 哪还有机会落到自己身上 到楼上一个宽敞的大厅 奢华大气 里面的人都很有身份 让赵丽丽有些失望的事 似乎没有人注视着她 而里面的女人们穿着打扮 都不是她能够相比的 她穿的是在省城里买的名牌 即使这样不用靠近那些女人 也敏锐的感觉到相互的差距 心里有些挫伤 赵丽丽眼里空虚起来 跟在熊汉林身边走 脑子昏昏糊糊糊的 走进一个包间 包间不小 里面已有几个人 熊瑞从进来后 老远伸出手 笑容灿烂说 赵丽丽 不算来吃吧 老兄跟我客气啊 坐坐坐 一看这位就是身处在高位的人 那种养尊处优的气度 远不是熊瑞聪能够比较的 赵丽丽看着面前几个人 记起一句话 刘姥姥进大官员 熊瑞聪和熊汉林 在城南区确实全高位中 但到省里来跟刘姥姥有什么区别 赵丽丽觉得自己的心理境界再一次提高 反观熊汉林确实不堪入目 赵丽丽有些受到刺激了 觉得既然看得更远更好 就要从眼下一步步做起 在高层人物面前 注意好自己的分寸 不逾越 也不怯场 才是最好的表现 或许不会给人看得起 但只要有机会 总得努力 很注意自己的角色 赵丽丽站在熊汉林身边 低眉脸目 但浑身却放得轻松 将自己的大方与优势 隐隐展露出来 看着熊瑞聪跟人寒暄 随后熊汉林被介绍给赵处长 至于是什么样的处长 没有具体说 能让熊瑞聪有这样的态度 与表情还专一到省城来 自然是大人物 赵处长没有拿捏身份 很平易近人的样子 但这种待人亲和 更彰显出他的身份 高人一等 里面也有两男两女 有一个叫贾总 是省城的一个大老板 男人们坐下聊天 赵丽丽听着才知道 之前熊瑞聪和熊汉林 两人在市里所说的那位 应该是平秋市的一位大人物 市长天盛 赵丽丽对熊瑞聪和熊汉林 等人的理解又加深一层 有市长在背后撑腰 城南区还有谁能够将他们怎么着 熊汉林要提拔会更容易 心情很复杂 这一次省城之行 让赵丽丽看到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跟在熊汉林身边 哪会看到这些脉络 聊一阵喝了点酒 熊汉林熊瑞聪 轮着给赵处敬酒 赵处也就浅浅的喝一小口 表示意思 熊汉林似乎很得脸面 神情兴奋 推着赵丽丽也去敬一杯 赵丽丽不推却 走到赵处长面前说 处长 小妹赵丽丽给您敬酒 祝您万事顺心 步步高升 这杯酒得喝 五百年前是一家 多谢你的心意 赵处长将杯里的酒喝下 赵丽丽又说了一声感谢 却没有多去缠绕 今后如果有机会 或许能够让赵处长 记住今晚这杯酒 就是自己的机会 贾总见气氛淡了 提议搞一搞活动 熊瑞聪等人自然响应 贾总不仅提议 还很积极的将麻将桌弄好 请赵处长上桌 定了风向坐下 四个男人身边各有女人陪着 赵丽丽将精神注意在桌上 因为他也要上桌的 任务是输掉两闸钱 平时也打牌 也打过这种工作牌局 只是省城这边的规则 得先弄清楚 四女子自然要见机说话 弄出一些氛围的 特别是贾总身边的女子 不停斜着身子 往赵处长那边凑 说话昏速不济 男人们渐渐放开一些 一个多小时 熊汉林的三闸钱就差不多了 借口手气背 换上赵丽丽 桌上的气氛就更热烈一些 赵丽丽没表现出放肆 也不在意那些婚话 不由的让人高看一眼 其他的活动倒是没有 等赵丽丽将两闸钱也输掉了 赵处长提议说散了 第二天还有工作 今后有空再玩 回到酒店 熊汉林还在兴奋 狠狠地操了赵丽丽后 跟他交底 说赵处长是省办公厅三处的处长 省里重要人物 走通这条路 今后再找机会 稳固关系 以后想不升官都难 文禄安排杨东轩看墙上挂的资料 这些资料 大体反映这个办公室所做的工作 杨东轩找到事情做 将挂在墙上的材料 一本一本拿下来 专心地看 看完 一丝不苟地挂回去 其他人各自在忙 他也不多去注意 下午快下班时 文禄走进来 交给杨东轩一张调令 见文禄到自己办公桌边 杨东轩站起来说 文主任 文禄和腾军都只是第五办公室的主任与副主任 跟郑超这种整个政府办副主任意义不同 级别也不同 腾军文禄是副科级 而郑超是正科级 政府办虽说也是正科单位 但却跟一般的政科级别的航局相震 不同 权力大得多 像郑超这些副职 大多是政科 杨东轩虽说 才到办公室做不足一天 对这方面有所了解 在行政体系里 最要吃透的就是权力阶梯的分级 只有弄清楚这些 才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又能够看清自己将可能谋求到的位置 很多人就因为没有弄清楚这里面的诀窍 加上没碰上机遇 就会在科员位置上一待几年 甚至一辈子的老科员 小杨 这个给你 你是明天去办 还是另找时间 有一周的活动时间 也就是说 一周之内办理好都行 但不能超过一周 文禄交代很清楚 得这么半天也打听过杨东轩的来路 处在这样的位置 他对新来的小伙子也有警惕 警惕不是因为杨东轩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地位 而是担心自己没有处理好 让人在背后惦记 杨东轩到政府办来 必然是有后绩很足的大佬的意志 这种意志自然会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利益相较 谁强谁弱 自己还弄不清 可不能随便有态度 但杨东轩能够在这种中途直接调人过来 背景即使没有谈出来 肯定不小 事情交代清楚 不会得罪人 看着杨东轩显得帅气而阳光的脸 文禄在想 政府办居然没有一点消息透露出来 好生怪异 谢谢文主任 杨东轩说 感觉到相立眉看着自己 似乎有些过度关注的意思 不过在文禄面前 杨东轩不会分心给相立眉示意 杨东轩看着手里的调令 心里激动 有了这张纸 才算真正放下心来 只是在文禄面前不敢表露出来 只有拿到调令 才能回教育局人事股去办理调动手续 将自己的人事档案和工资手续都转过来 小杨 本来滕军主任和我说了 今天你加入我们队伍 办公室该一起吃一个饭 对新同事表示欢迎 但是郑主任和滕军主任今天都不在家 就改一天 也跟您解释一下 文主任 我新到办公室来 该我拜师才是 哪天领导和各位前辈都急了 我再请大家吧 杨东轩说 之前文禄不说 他也不知政府办这边的规则习惯 又不好吃接分 原本准备下班之前问一声 好好啊 谁请客都好 只要有吃的就好 文姐 我看办公室请一次 小师弟也请一次更好 项丽梅抬头欢声说 文禄笑了笑说 你也不怕吃胖了 到时又抱怨着让人要减肥 谁减肥了 项丽梅说着 飞了杨东轩一眼 给捉对面的麻财羊见了 眼里散出一丝阴狠之色 只是没有人注意他 强忍住 没有将衣兜里的调令拿出来看 下班后拿一些材料回家研读 准备熬一熬夜 尽快将办公室的业务弄熟 工作上能够上手 只有工作上真正做出业绩来 才不会给人用另外的颜色相待 今天虽说是第一天 很明显的感觉到麻财羊的冷淡 文禄等领导虽客气 还没有将自己当办公室的人相待 这不奇怪 在一中几年 见过新来的同事是怎么样过来的 任何一个单位对待新人都是这样子 自己唯有在工作上做出来 在细节上时刻注意 自然能够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回家途中 给方雄和李杰分别打了电话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 都得到支持 自己也能够安心回去学习 想尽量节省一些时间 回家不做饭 带了盒饭回家吃 谁想开门 却见赵莉莉坐在沙发上 杨东轩一手夹着包 另一手提着盒饭 很意外的见到赵莉莉 心里也有些吃惊 是不是他听说了自己的事 自己想尽最大可能的瞒着不让赵莉莉得知 也是有可能的 妇联在区委与区政府不在一处 赵莉莉见杨东轩 两手没空 没有什么表示 之前杨东轩提出离婚后 两人几乎就没有再碰面 即使碰面也不说话 跟陌生人还不如 心里虽一惊 但见赵莉莉冷漠的样子 估计她不知道 要不以她那性子 哪会忍住不直接问 不看赵莉莉 先到书房将包放下 又将那张调令 加进一本书里 确保不给赵莉莉看到 要是她看到 给她死命抢走撕掉的可能性很大 只要对自己有狠命的打击 她什么事做不出来 带盒饭回来是准备了两份 自己一份 另一份是赵莉莉的 她虽说经常不回家吃饭 每次不回家事先 也不会打电话告知 杨东轩每天都给她留有饭的 虽然赵莉莉很不堪 但只要还没离婚 自己真做不出 只给自己准备饭这种事 将带回的盒饭放到茶几上 也不管赵莉莉是不是吃 杨东轩自己狼吞虎咽起来 吃过饭 见赵莉莉并没有吃 估计是在外面已经吃过了 也不去收茶几上的饭盒 杨东轩回书房 准备了自己换洗衣服 到浴室去冲洗 做完这些 好安心将书房关了 做自己的事 从浴室出来 更怪异的是 见赵莉莉一丝不挂的站在浴室外 看得出来赵莉莉胸前那两坨似乎更大了 有多久没有这样看到那东西了 杨东轩都记不得了 上次争吵思破衣 却没见到全貌 要说杨东轩看了这两大坨焦号 都没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但想到不知是哪一个男人才放肆的把玩过 心里所有的情绪 没了 只有一股恨意 就想在赵莉莉脸上来两瓜子 出品 杨东轩冷然的无视赵莉莉的裸体 要回自己的书房 赵莉莉却走一步 拦在他身前说 怎么 现在在外面有女人了 看不上了 让开 杨东轩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也不想吵架 影响自己的情绪 也惊动赵莉莉会让自己捉奸计划推延 我跟你说 想要弄今晚就给你满足 过了今晚想要都不给你 赵莉莉的语气跟之前明显有不同了 只是他这话听在杨东轩耳里更不是滋味 赵莉莉神态冷然 似乎要将自己的一切恩赐与施舍给杨东轩 又向女王对跪在脚下的臣谱 杨东轩虽说一直都让着赵莉莉 不会没有底线的无计较 可见到他这样子也忍无可忍说 滚开 你凭什么叫我滚 不要以为你是圣人 你以为你自己很干脚 杨东轩 你说你在外面没有女人 还不都是猪狗一般 我的是你少管 跟你不相干 杨东轩冷冷的说 赵莉莉不过是凭借那晚自己不回家推测 觉得自己在外面有女人 用不着跟他多说这些无意的 说着要将赵莉莉拨开 绕过去 回自己书房 不准走 杨东轩 我问你 听说你们医中有老师跟女学生不清不楚 是不是就是你 我听说医中有老师为女学生跟人打架 将人打中伤住院 受到惩处 是不是你 赵莉莉说这些话时 一直盯着杨东轩 想看出一些名堂来 这两天都在省城玩 很开心 也很放肆 熊汉林在欢爱中提到儿子熊海给人打伤 凶手就是平球室医中的教师 并说这个教师不是好人 跟女学生勾勾搭搭不清白 赵莉莉听了觉得有些像杨东轩 不过当时熊汉林边说着边兴奋的在他身上狂猛放肆 就是为儿子扳回一些本 赵莉莉心里也作怪 觉得天上自有报应 熊汉林这样弄他 而杨东轩很可能无意中将仇抱在他儿子身上 赵莉莉当然不会点穿 回来却想跟杨东轩问个究竟 真是杨东轩也不会去支招解难 不过是要揭开心里的一个疑惑 一种没有这样的 你当自己真是好人 狗屁 赵莉莉说着 两手将胸前的一对白腻的大凶器捧起来 让两只骄傲相互挤在一处 相互对撞着 碰出惊心动魄的样子 如果在以往 肯定会让杨东轩发狂起来 只是如今杨东轩对赵莉莉完全释放 心冷如铁 看他弄骚不过是多一份恶心 见杨东轩那样子 赵莉莉有些邪恶说 要不要 我跟你说实话 错过今晚 你就是想要 也不再给你 说完了 往杨东轩身前靠一步 挨着杨东轩 向一把将赵莉莉推开 却知道他风劲来了 自己应付不好 他会风一晚 都不得安宁 站着不动 不去招惹疯婆娘 见他不动 赵莉莉逆笑着 手摸到杨东轩 见他有反应 赵莉莉更得意 故意仰着头 对杨东轩笑 杨东轩弄不清 这疯女人今天是受到什么刺激 虽可以一走了之 但势必会引发她过激的行为 杨东轩将她的手握住 不让她再动 赵莉莉比尽力不是她的对手 不甘心停下来说 你不是想要离婚吗 今晚把我伺候开心了 我说不定就签字了呢 知道她不怀好意 但她说到离婚 用离婚进行要挟 让杨东轩进退两难 从某种程度上说 平安离婚是她目前最希望见到的事 但赵莉莉的心很难琢磨 如果真按她的意思做 说不定又会有另一种想法冒出来 比如为了离婚 你什么都肯做 那我为什么要让你满意 两人至少有一年多没有在一起 杨东轩在想不知有多少男人跟她有过亲密 那点兴致始终提不起来 赵莉莉见她还没有行动 脸立即冷了 杨东轩感觉到她的变化十分留意 不让这疯婆娘有机会害自己 杨东轩站在那里 无法衡量要怎么做才是最恰当的选择 赵莉莉似乎沉浸在一种回忆里 杨东轩看不出她真正用意 确实到省城走着一趟 对赵莉莉说来完全将视野改变了 心气也为之一改 觉得自己跟杨东轩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在一起完全就是一种悲哀 而杨东轩如果真是那个将熊汉林的儿子打伤的人 用不了几天会受到报复 或许用不了几天熊汉林也会得知自己跟杨东轩之间的婚姻关系会让自己试图有多少变数 如果让人知道自己对杨东轩如此也会在城南区闹出一些议论 肯定有些人以为自己不情寡义 自己跟他之间该怎么了结 他希望有最后一次疯狂 但真离开杨东轩后 自己不是变成真正的飘平 这又让他心底发躯 文禄交代过 上午不用去上班 但杨东轩还是先赶到办公室 将办公室打扫 擦了办公桌 六张办公桌 有一张是正钞留在这边的 平时空着 偶尔会在这里办公 插桌子也有水瓶 将灰尘擦掉 不能弄乱桌上的东西 杨东轩教师出身 对打扫卫生有心得 将当初做班主任检查学生执勤的心思 用上来足够了 时间他也把握好 在其他人到来之前 坐好离开 得先到医中 找石永熙或刘发南 学校盖章后 直接跟这边割断关系了 杨东轩赶过来 学校正在上课 而领导们恰好吃过早点 在办公室里坐 敲石永熙的办公室不开 可能人不在 杨东轩去找刘发南 刘发南见杨东轩进办公室 脸色沉一些 将杨东轩弄到乡镇去支教 昨天他跟乡镇学校联系过 没见杨东轩到岗 心里就很不对劲 人不到岗位 虽然跟学校这边关系不太大 可刘发南却觉得杨东轩这样的年轻人 不该这样没有纪律 刘发南看一眼却不说话 杨东轩不计较他的态度说 刘校长好 刘发南再看一眼 显得有些威严的说 杨东轩老师 你不到乡镇学校上班 到这里来晃荡成什么样子 刘校长 我找领导有事要办 再说我现在不是老师啊 年轻人 还是安心工作才有前途 刘发南不想多说 教训一句 准备将杨东轩赶走 刘校长误会了 我真是过来办事的 说着将调令放在桌上 手压着怕刘发南没看清 以为是请假条之类的给扯了 那可麻烦了 请假不找一周 刘校长 请看看 这是我的调令 有区组织部的印章 杨东轩说得慢 让刘发南听得清 刘发南果真睁大了眼 看着桌上的纸条 面色僵在那里 下意识地说 调哪里 写着呢 区政府办 昨天我已经上班了 刘校长 今天过来办理手续 不会有问题吧 政府 政府办 刘发南将那张调令拿起来 显得很沉 很细心 认真辨识着 政府办 没有问题 请刘校长帮忙 用一下公章 杨东轩语气显得尊敬 好 我这就办 杨东轩老师 这是好事啊 我觉得应该跟校长报喜 你看 刘发南肯定要跟石永熙联系 确定杨东轩的去向 放走这样一个人 对医中的影响可不小 至少对医中的领导冲击不小 杨东轩笑着说 刘校长带我向石校长汇报 当然好 我也要感谢领导们 这些年来对我的培养和爱护 这个电话不好当着杨东轩打 但走开背着打电话也怕 杨东轩到政府办 可是权力部门 自己靠近领导不说 杨东轩能够在这样 的劣势下走通调动的路子 还是直接掉进政府办得要多应的关系 想了想 看着面前挂着笑的杨东轩 刘发南明白 这样的笑肯定不是善意 自己躲开他打电话 也不知这人会怎么记恨自己 到区教育局 人事股办手续 没有什么惊动 之前石永熙已经跟人事股这边通过电话 杨东轩拿着调令给教育局时 办事的副部长神色淡然又带着一些笑 比较热情的将公章用了 还解说了到三楼祭财股去办公司关系 在四楼 没有遇见年放也没有遇上区局的其他领导杨东轩见办事麻利 心情很好 拿到手续折回政府办这边 将相关手续都交给文路 其实杨东轩进区局时 年放就在四楼看着 他之前已经接到电话 杨东轩到四楼时 他穿过四楼另一侧的局长室 这道门平时是不开的 年放的老爸年连伟主持区局工作后 年放往这边走就便利了 杨东轩在办手续时 年放就在局长室跟他老爸年连伟说话 对于杨东轩突然掉进政府办 按说区局总会得到一些信息的 年连伟对儿子在外胡闹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 不过对杨东轩的处理是经由纪检室做工作后 区局集体讨论决定所做的处理 如今结果不是按之前的轨迹走 年连伟也很恼火 这不仅是对区教育局纪检室一大讽刺 也是对他新进主持区局全面工作的一大讽刺 在儿子面前不好过于表露出来 对于杨东轩背后的情况 他处在这种时期反而不好四处打听 免得得罪背后的那位大佬 背后如果没有强劲的大人物 城南区哪会这样直接调动一个干部 但儿子却有些消息来源 也有一些途径便于探听 医中出这样一个人物 又跟他们有冲突 不探明情犹 夜里睡觉哪能安稳 爸 照我说 局里不给他办理手续 他还能怎么样 年望自然不服气 胡说什么 这么大的人也不多想想事 年连伟对儿子的义气 确实不满意 之前帮雄海出气也没什么 如果自己的朋友给人揍的住院都不做一些什么 今后也不会有朋友帮自己 但目前的情形显然不对 这个年轻人不仅跳出教育系统 还直接掉进政府办 这样的分量有多重 至少得弄清楚情况才能想对策 知道了 我让老二去查查 他人缘广 年望说着往外走 不想跟杨东轩碰面 出教育局给朱俊打电话 到医院去聚齐 将这个消息说说 这边行动失利之后 也不能就这样算了 再说 杨东轩到政府办后 会不会反过来 找他们难看 打蛇不死 可要防着给反咬一口 将林斌也叫过来 到医院 朱俊也到了 年望先说了杨东轩的情况 朱俊脸阴着 对这样一个本来以为会随意捏拿的小人物 突然间完全跳出死局 跳出他们能够把握的状况 确实难以让人接受 林斌知道的多一些说 上周还没有一点迹象 到周末给他通知下乡镇支教 看他的情绪就像要赴刑场一样 昨天没有到乡镇学校露面 还以为他故意拖着 刘范南说 他昨天就在政府办上班了 算起来应该是周六或周七出现面固 谁帮他弄的 直接调政府办可不容易 得探听探听 朱俊咬着牙说 背后有人又怎么样 我们只要有耐心 总能够抓住他的把柄 到时候看谁还救得了他 杨东轩将办公室里墙上挂着的文件 一一浏览过 边看边做笔记的阅读 跟一般的浏览效果完全不同 使得他对第五办公室的工作 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当然理解还够不上 第五办公室是在郑超副主任的领导下 主要负责城南区文教卫方面的工作 郑超副主任室是负责联系年连城副局长的工作 主要抓城南区文教卫等方面的工作 政府办工作是对整个城南区在具体工作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既有上传下达又要将上级工作精神工作指示进行解读分化 向下面乡镇航局进行部署督查等 另一方面则是将下面的工作进行汇总综合整理 给领导或上一级部门进行汇报 同时还有服务工作 办公室里的岗位分工也很明确 主要分两方面 一是服务 二是信息的收集整理 文件精神的解读传递 虽有心得 杨东轩不会就表现出来 转眼到周五 下午才上班 见文璐到来 站到他办公桌边 文璐见了说 小杨有事 文主任 今天周五下班后我想请所有老师们吃一个饭 要麻烦文主任帮问问唐主任和郑主任有没有空 好 文璐爽利的应下来 从这几天看 这个年轻人还不错 虽说有来历 但一点都看不出那种张扬狂劲 反而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 每天大家来上班 见办公室的卫生都弄好了 应该是他做的 很收敛自己 杨东轩回到自己办公桌坐下 项丽梅便抬头看着他 笑了笑说 吃饭 见项丽梅说话压着声音 却又有手势相随 杨东轩觉得好笑 点点头 项丽梅对他竖起大拇指 自然不是为那一顿饭的问题 而是有这样的聚会机会 项丽梅立即传来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有熟悉的地方 杨东轩回血 没有 项丽梅又写了传来 我帮你听 让餐馆八折怎么样 杨东轩将纸条写了 很感谢 纸条还没传出 马财阳突然恩的发出一声响 同时盯着杨东轩看 自然是对他和项丽梅两人这样传纸条很不满 杨东轩当即将纸条捏成一团压在手下 项丽梅对他一笑又白了马财阳一眼 可杨东轩还是没将纸条传给他 这几天观察 项丽梅是那种完全没有心计的女人 但杨东轩却不相信 在行政里的人会有如此单纯的 当真纯真无心机 还不早给人踩死 要么就是背后有人照看着 但城南区却没有重要领导性项 让杨东轩也觉得看不透 项丽梅不在意马财阳的好物 杨东轩却不能不顾 只有专心看电脑里的文档 文禄走过来跟杨东轩说 今晚郑超主任有工作无法抽空 但交代有活动只管安排 腾军主任也是这意思 文禄过来征求杨东轩的意见 杨东轩看着文禄说 那就辛苦各位前辈了 项丽梅站起来说 定了 那好 我打电话 杨东轩便跟文禄说 文主任 那晚上就请您光临 客气了 都在一个办公室 聚餐也是一次联谊 增强彼此的了解 今后更好地在一起工作 虽然文禄这样说 杨东轩还是轮着请了 麻财阳和项丽梅 聚餐的地点在南城丰卫 这是办公室比较固定的用餐处 平时都是项丽梅与餐馆联系 没有私人请客 八折优惠也是一种习惯 下班 杨东轩问是不是要叫车 腾军说地方进 走两步就到 没有必要 餐馆那边早准备好包厢 冷盘也摆好 这段时间 城南区比较流行吃全洋火锅 他们进包厢有服务员来问 除了全洋火锅之外 还要点哪些炒菜 杨东轩虽然少有在外吃饭请客 但先问过请客的细节 当下拿了菜单 先请腾军点一个 腾军将菜单交给文禄 文禄见杨东轩一脸诚恳的样子 当即点了一个清水赌片 杨东轩再请腾军点 腾军点了一个麻辣牛肉 轮到麻才羊 他不肯点 杨东轩又说一遍 才点一个家常豆腐 项里没很爽快 要一个叶子菜 独家出品 随后是要酒喝饮料 自然以腾军和文禄两人意思来决定 腾军说 白酒先定下总量 允许超出 但不勉强 办公室里聚餐 不存在拼酒 但规矩要先定下来 麻才羊不会反对 杨东轩才效膜规矩 没资格说话 上了酒水火锅 杨东轩站起来 给腾军等人斟酒 从腾军开始轮着 每一杯都双手低道 说了 这是拜师酒 腾军等人也客举两句 但却接受了 表示今后在工作上会有所照料 对一个新人 他们作为办公室的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 自然要做好引导与帮助的工作 才能让办公室里的工作顺利推动 麻才羊心里有想法 但有腾军和文禄在 而这几天也曾摸过杨东轩的底细 没有收获 对杨东轩也谨慎一些 项利梅则主动将酒端到自己面前说 好 我总算有一个弟子了 大有熬出头的样子 杨东轩说 师姐 今后要多帮助提些小题才是 项利梅笑嘻嘻的婴呢 麻才羊忍不住 看他一眼 杨东轩端起酒说 谭主人 文主人 马姐妹 师姐 我是心神一哥 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 这几天在办公室里学习 更感觉到自己的差距 请各位今后多指教 多帮助 一切就用一杯酒来表达吧 我先喝三杯 杨东轩说着将杯里酒喝了 又到两杯喝了 这份诚意做得很足 唐军先表示了欢迎之意 又对杨东轩这几天的表现 包讲几句 才将酒喝了 杨东轩说了感谢 文路也是 说了几句 把酒喝下 轮到麻才羊 他没说什么 迟疑一下将杯里的酒喝了 项利梅 麻利的说 今后有了师弟 肯定会做好师姐角色 随后杨东轩分别敬酒 完成一轮 他也倒亮了 脸色一直红到脖子 但说话思维都还清醒 唐军见他喝酒爽快 对他的印象又好一分 文路和项利梅也都喝一些酒 只是不多 脸儿飞红 多出一些娇媚艳色 文路将外套解了 里面是微字形山子 隐隐露出白皙的乳沟 麻才羊几次眼瞟过 急忙跳开 让杨东轩捕捉到这心里一动 喝到最后 杨东轩手脚虽然有些失控 唐军让项利梅给大家到最后一杯 团圆散场 昨晚喝得有些高了 回到家里 睡到中午才起来 弄些吃的 准备在电脑前继续学习政府办的一些文件 前些天留一个心眼 将办公室的存档文件 烤进移动盘 即使回家也能够看到 正吃着饭 腾军打来电话 杨东轩见识领导的电话 忙说 主任 有工作 政府办的工作 虽然有规律 但又时常打破规律 包括周末和晚上 只要有任务 不分昼夜都必须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这一点 杨东轩已经得知 不是急事 你下午如果没有什么安排 到办公室来一下吧 好 杨东轩回答很干脆 对于领导的吩咐 不论是什么都必定要很爽力的应下来 这是最基本的态度 昨晚的酒意早散掉 只是头还有一些疼 吃过饭 洗澡 让自己更精神一些 时间不够 回想昨晚请客的一些细节 琢磨办公室里的几个人 第五办公室人不多 腾军和文禄 不针对自己的话 那就剩下马财阳一个 马财阳该有四十岁了吧 这样的年龄 在办公室 即使是主任科员 也没什么前途 等过几年 有机会升到副科级到顶了 当然这种人在平时工作上最容易给自己设障碍陷阱 免得自己后来居上超过他 目前看确实也就他一个对自己的态度最冷漠 项丽梅很向着自己 是真的亲近自己 还是做给马财阳看的 项丽梅对马财阳是有那么一点意思 如果他出于激怒马财阳这样的目的 自己今后在办公室还真不怎么好做事 杨东轩不想将人想的太复杂 但有时候又不得不琢磨 到政府办 见有几个办公室门都是开着 估计真有工作要忙了 走进办公室 见腾军在看电脑说 潘主任 在忙呢 来了 稍等一会儿 主任 你先忙 杨东轩坐到自己办公桌去 也拿出一些文稿出来看 得抓紧时间熟悉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才看几页 腾军说 小杨 过来跟你说一个事 杨东轩站起来 倒一杯茶给腾军 自己也坐下 腾军比较满意说 小杨 本来你到办公室来 作为新人 该多花一点时间来熟悉情况 只是 今年县里 要迎接省里三平合一检查 从目前开始 要抓紧资料准备 九月之后 市里要进行除评 时间比较紧迫 你之前是在学校工作 知道三平合一吧 主任 以前在医中 我只是普通教师 三平合一 是省里对区县两位一把手 在人期间对教育工作的情况 区政府教育工作的情况 以及我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 进行三方面评估 三方面既有独立性 又有相互统一 评定的结果 对区县一把手的晋升 评优等实行一票否决制 腾军解释道 杨东轩也记起所看过的材料里 确实有这方面的内容 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小杨 从明天开始 你在办公室里负责教育方面的信息 收集整理工作 具体的工作中 遇到问题 可直接问我 也可问文录主任和其他人 尽快上手将工作担起来 你是从教育岗位走过来的 我相信你能够做好 同志人 请放心 我尽最大努力将工作做好 有时候会请教一些很粗浅的问题 还请腾主任多谅解 杨东轩笑着说 有具体工作负责 对自己说来 才能真正融入这个团体 周一上午 在城南区政府召开 营检工作预备会议 会议以区政府为主 区委书记杨卓林 区长叶庆 常务副区长熊瑞聪 主抓文教卫工作的年连城 政府办主任李家乐 副主任郑超 区教育局主持工作 副局长年连委 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卢俊峰 教育局督导主任李怀 教育督导副主任李春长 教育督导办公室主任王芬 教育局普教 执教 承教等相关人员 区财政局 区政府办 督导等相关领导 干部几十人集中开会 杨东轩作为 政府办负责信息工作的干部 也有幸练习会议 第一次见到如此多 区里领导齐聚一堂 不免有些好奇 要认一认这些领导和工作人员 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便于跟人联系 不至于找错人认错人 杨东轩除了看来到前面的名牌外 无法认出具体领导 好在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来参加会议 向里梅在他身边 不时凑到耳边来跟他说 文璐坐在向里梅另一侧 向里梅凑在杨东轩身边说话 文璐也注意到了 只是看一眼 美女会吸引男人们凑到身边去 帅气的男人同样也会吸引女孩子 向里梅还没结婚 这样的表现很正常 文璐身边坐着麻财阳 阴阴的自然是对杨东轩不满 但他的眼却落在文璐的惶恐丝袜上 文璐觉察后稍微侧身向着向里梅这边 杨东轩在辨认领导 动作还不敢大 怕给人注意到留下不好印象 跟向里梅说一阵 侧脸看文璐 办公室参加会的几个人 他是领导 想从他那看出自己有没有不妥当的 却见文璐的脸有微微的红韵 不知是不是淡庄 端坐着身子稍往他这边侧 角度上却跟平时不同 胸前那小西装给撑得鼓鼓 往下看 却见腿合拢坐着很注意自己的仪态 看着他匀衬的腿不算长 黑网孔丝袜又是坐姿 给人真有点感觉 忽然觉得文璐的腿动了动 才觉察文璐发现自己在看他的腿 忙转脸看着前面的领导们 心里慌起来 不知文主任会不会误解自己 昨晚自己发现 马财阳偷看文璐的胸口 心里还很鄙视他 自己此时怎么也这样 文璐心里也是一惊 等见到杨东轩那慌乱的神态 心里不免有些嘚瑟 马财阳这样的老油棍 看自己的腿很心烦 可 这些个新来的帅哥 也这样看自己的腿 说明自己魅力犹在 突然想起文琴问自己 听说你办公室来了一个帅哥 有没有吃一口 没有想法介绍给我 文琴是叔叔的女儿 虽然成婚了还野着 他在区政府外开一家打字店 区政府大多数材料都是他电子包揽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文璐心里却像开了一丝的窗 总感觉到有风在吹 区委书记和区长 仅是会议开始路面表态强调营检工作中的纪律和要求就走了 会议很长 更多的是领导讨论并在讨论中进行决策直到傍晚才散 叫了几个人的盒饭回到办公室边吃边讨论将任务分下来 杨东轩还无法独立操作 腾军让他协助文录做资料 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材料处理各种情况 马财阳之前的工作是针对医卫行业 如今也要分担一些工作 主要是材料的撰写 也要指导杨东轩写材料 第一次加班 杨东轩有些激动 攒足了劲 听会的时候 杨东轩觉得自己听得很认真 也做了忌妒 心里也有想法 但回到办公室 面对繁多的材料 要从何开始 思路一下子僵住了 这样子肯定显在脸上 见马财阳有讥讽的身材 杨东轩也意识到 自己要学习的还多 看文件 听会和自己动手做事 有较大差别 但心里也没有挫伤感 等文录分配任务 腾军很快离开 他的工作重点不在办公室 而是跟区领导进行大局上的沟通与部署 马财阳做材料 此时也没有具体的事 准备了一些东西后 到夜里十点便先离开了 杨东轩要将全区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资料 整理出来 不熟悉的地方 则到文录桌边去问 一开始 虽有激情 但工作进展很慢 渐渐有了一些脉络可循 已经快到午夜 见向立美给两人带来夜宵 杨东轩说 世界真好 知道我们饿了 说着将夜宵先摆在文录桌上说 文主任休息一下吧 吃点东西 放下夜宵 又忙去泡一杯茶端来 文录做酒神皮 两手手指交叉 然后向外扩展推送 继而向头顶用力 舒展一下身子 那件小西装挂在椅子靠背上 白格子衬衫比较紧身 手向上脱举时 胸口衣服瘦到挤压 向外张开 杨东轩恰好端茶过来 将那开口一览无余 里面黑色蕾丝 胸衣紧绷绷的 白白的胸肉 见到不多 只是这种青色露出来 很勾引眼 眼前突然有手掌在晃动 却是向李梅在作怪 他见到杨东轩那流口水的样子 直接点破说 美女不能这样看哪 小师弟 女人是老虎哟 瞎说什么 文路也有些尴尬 确实不太介意帅哥偷描 但给没心没肺的向李梅点破了 那就没意思了 杨东轩不敢说话 忙拿一把烧烤到办公桌那边去吃 吃过夜宵 向李梅先走 办公室留下两人 虽在各自做着自己的事 可杨东轩从向李梅说那句话后 知道自己偷看给文路 不察觉也不知他会怎么生气 又不好解释道歉 只感觉到办公室里的空气都是紧紧的逼人 渐渐的让他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 自己进政府办后一直都很小心 很努力 一个尸臣却得罪直接管着自己的领导 真是很不值 又无法后悔 想跟文路道歉 又担心这事说出口 反而更加尴尬 到下半夜两点多 文路站起来 还是像之前那样活动一番 或许是他久坐的习惯动作 做完活动后说 杨阳 今晚工作先打住吧 也不是急得出来的 是 杨东轩说 见文路将电脑关了 文件整理好才关机 跟在文路身后往政府外走 不再说话 到大门外 等一会儿见没有出租车 杨东轩说 朱寨 你家远不远 不远 我送你 文路不多说 往前走 跟一段 两人间距不大 但彼此之间的冷淡去明显 杨东轩觉得自己先前错了 这种状态不纠正 今后自己在办公室还怎么待着 鼓起勇气说 文主任 我要给你道歉 我错了 文路心里顿时来气 不说话 站着 杨东轩又说一句 我错了 文路说 错在哪里 说着有些带气的往前走 谁想一脚踩在西瓜皮上 往前一溜 顿时整个人重心偏了摔倒了 杨东轩也没意识到会有这样的变故 注意力却一直放在文路身上 想知道他生气状况 他突然摔倒 杨东轩本能的往前伸手将惊吓的文路给接住 但文路摔得快 杨东轩搂住他的时候快要粘地了 使得杨东轩无法稳住重心 猎气着往前穿 似乎也要摔倒 文路回过神来 手死死抱住杨东轩 想帮他控制住身形 那一瞬间 两人都在为不摔倒而努力 杨东轩装功了得 重心虽然失控 但往前冲的过程中 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达到了极限 也因为练功的底子起到了作用 密集的步子踏出 虽直往前冲几米远 身体的重心终于控制住而站起来 惊险之后感觉有点脱力 文路依然紧紧地搂抱着他 忘记要松手了 杨东轩见领导没有松手 也不敢松手 就这样抱着 突然间两人都意识到如此抱着不妥 文路啊得叫出声 手松开 有些惊慌失措 杨东轩不敢直接松开 一手搂住腰将他放站好才松开手 说 主任 没摔上吧 谢谢你 不用谢 问主任 你原谅我了吗 哼 要功是吧 不 不是 我是真心道歉 我没有功 都是我的错 那当然 主任 接受我的道歉吧 不敢了 不敢什么 杨东轩自然不肯说 不敢再做什么 反正是我错了 行了 小杨 向力梅没心没肺的话 你记在心里干什么 文路冷声说 他还没有从先前的惊险里出来 他那有力的手和足音给他的冲击很强 而两人的搂抱和杨东轩全力止住摔跌时 男人强劲的气息迸发散出 让他感觉到一种迷醉 甚至从没体验过的迷醉 杨东轩说话将他从那迷醉里拉出来 既有些羞意又有着不满 对他自然没有好态度 说着往前走 谁想先站着没有感觉 但开不走感觉到右脚疼痛 立即又站不稳 杨东轩见得窜到他身旁 将文路扶住 只是手从胸前扶 却恰好压在他胸脯上 感觉到所压的地方柔软 明白压住不该压的地方 杨东轩急忙将手抽开 慌乱的说 我 初晨 脚脚伤了 杨东轩本想道歉 但这种事怎么说 总不能说我不该压住你骄傲这样的话 提到脚伤将话题转开 想必领导也会体谅情急之下 并非有意冒犯 扭着了 文路的脚踝传来疼干 是摔倒时给拉伤了 提起脚 那里还在钻心的疼 我看看 杨东轩让文路的手扶在自己的肩头 将他的脚拿在手里 摸着脚踝处 问他具体伤的位子 独家出品 路灯亮度不太强 文路穿着黑网孔丝袜和裙子 裙子不长 脚提起后 脚跟深处便隐隐露在余光之中 文路本来没注意 可见到杨东轩扭头偏开 便想到原因 心里羞怒交错 手便掐在他肩上 主任 我脚伤了 不能走 你得负责 我送你 怎么送 扶着你走 脚疼怎么能走 不会伤上加伤 不知道抱着走 便宜一下子 回到文路家 没有其他人 杨东轩用白酒帮他揉脚 偏着头 不敢看他的脚 怕看到不该看的地方 文路见他这样子 又好气 又好笑 等他揉好 一脚踹在他腰间说 你小心个什么劲 主任 好了 睡了 睡了 主任 杨东轩显然是误解了 客厅有沙发 你脑子里都全是什么呢 醒来都不知昨夜是怎么睡着的 也不见文路 此时 人清醒了 食掌间 昨晚留下的感觉 反而清晰 很肉感 论身材 论感觉 文路跟方琼相比 确实要差那么一丝 但在杨东轩的感觉上 却又有不可思议的味道 女领导的感觉 总是强烈一些 也刺激一些 不过醒来不见文路 也不知他是在生气还是原谅了自己 想到房间去叫人 又担心吵醒他 但这样一声不说就走 会不会好 到办公室 不见文路 杨东轩心里还在不安 打扫卫生后 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去 继续昨晚的工作 转眼十天 这段时间 文路没有任何印象的表现 工作上 彼此配合也平静 杨东轩见领导不计较那天的事 自然放心不少 专心工作 时间过得快 杨东轩也觉得自己对手上的工作熟悉起来 方熙等学生早些天知道自己的事情 眼看到中考之期 方熙给他打电话 说他们考完了 要请他一起到野外去玩一天 杨东轩不知自己是不是挤得出时间 在方熙不准拒绝的要求下 唯有印象 这天从乡镇回来 见麻财阳不在 项里没趴在办公桌上 杨东轩先处理了一些材料 交给文路 回到办公桌 见项里没坐直起来 眼有些红 脸有些愁苦 这段时间相处 杨东轩也摸准了项里没的脾气 不是那种有深沉心悸的女子 便多一些亲近感觉 师姐 做完加班了 杨东轩压着声音 不让吵着文路 项里没不说话 让杨东轩更奇怪 平时他叽叽喳喳的像小鸟一般 今天不说话了 忙问 怎么了 出什么事 有人欺负世界 是啊 你敢不敢帮世界出气 只要帮他上世界 肯定忙 那好 你说话要算数 项里没看着杨东轩 似乎突然想到一个绝好主意 精神马上来了 人也活泛起来 不说说 杨东轩心里拿不准是什么事 不能说 说了就不良 项里没站起来 哼着歌 对杨东轩说 记住 不准反悔 要不然 哼哼 便走出去打电话 到下班时间 杨东轩本来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项里没却站到他桌边说 走 说好了 帮世界的 绝不能言而无限 说着伸手拉他 没有转环的余地 文禄还在办公室 项里没不在意他看到他们拉扯 杨东轩却不敢 到如今依然怕文禄看他的眼神 心虚地跟项里没到区政府外 项里没笑嘻嘻地说 师弟 你陪我去吃饭 就这样简单 杨东轩自然不信 项里没却不解释 只是说 不准不去 说着 将杨东轩的手臂抓住 夸起来 杨东轩浑身不自在 天热 即使穿着衬衫 比较薄 很容易感受到项里没的肉感 他身材只能算一般 但脸型不错 贴得这么近 闻着女子的气息 很容易让人遐想 真担心自己某处出现状况 给项里没察觉 那该怎么办 家里 让你像对象 就你聪明 不愧我师弟 明着跟你说吧 接一碗 不吃亏吧 项里没似乎要凑过贴 将脸贴在他脸上 这个局 怎么才能开解 杨东轩确实想不到办法 项里没不肯放过他 只得硬着头皮去敷宴 好在饭局上没有长辈 是项里没隔房的哥嫂过来跟他们吃饭 杨东轩装老实 项里没将所有说话的机会都抢过去 又不断的给嫂子哥和杨东轩加菜 尴尬的饭局总算应付过去 马财阳这段时间也忙 除了一些大材料要他抽空做之外 他自己主抓方面的工作也不少 工作忙对他而言不算太辛苦 政府办多数人都这样忙 只是才进办公室的杨东轩 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得到领导的重视和信任 让他很不舒服 杨东轩对他尊重 将一些问题跟他请教 马财阳从没有拒绝 不可能直接将情绪表露 让人察觉 特别是最近发觉文禄和项里没 对杨东轩的态度都有改变 还不是一般的同事接纳 分明有种亲密的意味 让马财阳极度不爽 项里没那种心性 马财阳不会在意他的态度 但文禄却不是 他的改变说明对杨东轩认可 如果对邓超等领导稍加推荐 杨东轩很快会比他地位高 这是马财阳最不能认的 每次见杨东轩很拘谨的站在文禄办公桌边 他都用余光注意他们的举动 进而判断文禄的态度 有几次见杨东轩目光不定 随即想到杨东轩站的角度 很可能看到文禄胸口的走光 心里更不舒服 怎么才能让他在领导那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得神不知鬼不觉作才行 还真不好找 打印店空间小 几台电脑桌 打印机和复印机将大部分空间都占了 这些机器之间留下的空间更小 店员小梅在忙 杨东轩走进来 见只有他一个说 小雅呢 从哪里去了 打字店 有两个店员 小梅成熟些 温顺些 小雅对客人嘴尖压力的 说话不饶人 却肯将自己买来的零食塞给杨东轩嘴里 也会伸手摸进杨东轩的裤兜里 去摸他手机或钱包 取一张钱到店子外买东西吃 小梅转脸看他笑了笑 小雅听你这话真会疯了 是打字还是复印 复印 三十分 你到里面去速印吧 快一些 打字店里面还有一间 是存放材料和店员休息用的 速印机也在里间 小梅没站起来 杨东轩以为小雅在里面走进去 掀开布帘子 里面的灯光稍弱 杨东轩适应后见不是小雅 而是一个丰满艳美的女人 女人的脸看着有些熟悉 名利饱满 目测有一米六以上 在平秋市这样的身高很不错了 胸扑大 腰细 腿长 面对着杨东轩 让他看不到他屁股大小 感觉到面熟又记不起来 杨东轩多看一会儿 女人突然笑起来说 有这样看人家的呀 是不是觉得面熟 这个说法虽然老套 却是不错的借口 女人像看穿他心里的念头 让杨东轩一惊 正准备这样说 杨东轩不处 以适应这边说话的习惯 油嘴滑舌 也是一种能力 女人笑得更开心说 你不但人长得帅 心也慌 难怪小梅和小雅一副痴心的样子都给你勾引住了 你是老板 早听说店里老板是大美女 当人是活水呢 你这是夸人还是骂人 女人走到他身边 伸手将杨东轩手中的材料拿住 要见 杨东轩故意不放手 让他拿不走 女老板说 是不是也不学好 有什么想法跟姐说 姐这就满足你 说着往杨东轩身上挤靠过来 杨东轩见他直接来真的 立即慌乱起来 女子见了笑声更欢 办公室的电脑是彼此联网的 也就是说 用网上邻居可将彼此电脑里的内容调过去看 编辑 马财阳早就知道这一点 他自己将有必要隐秘的东西都用密码锁了 杨东轩那台电脑 以前没有锁 马财阳不知杨东轩用后会不会锁上 见杨东轩匆匆拿着笛稿离开 肯定是去打字电 这时有一个空隙和机会对他的电脑探查一番 马财阳装着集中精神的忙自己的事 却在通过网上邻居进入杨东轩的那台电脑 翻找他最近所说的材料 稍稍浏览 确知是最近做的便放心了 当下将几个下载的导国小碟片 另存到杨东轩电脑的APP盘里 这些东西本来没什么 如果向地媒和文录看到 肯定会对他另有印象 再说只要领导无意中看到这些存货都不会有好印象 这只是一个预设 不可能直接引领导来查看杨东轩电脑 但如果机会好 比如现在杨东轩去打字电 郑超到来 自己完全可将他盘里存的调出来 放在桌面隐藏图标中 郑超即使发现也不会直接说出来 心里肯定会有想法 这就够了 这样杨东轩自己都不会知道 也不会给戳穿 等过了后再删除 神不知 鬼不觉 马财阳心里在笑 但这种机会太小 还有就是要将郑超设法引过来 不着痕迹 难度也不小 怎么才能做到 马财阳心思一转 便想到一个计策 经过这些天释手 文录对杨东轩的进步看在眼里 昨天接到妹妹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 很得意的将在打字电里 调戏杨东轩的事说出来 又逆声说 姐 你觉得他到底行不行 文录知道妹妹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是说在床上行不行 如今多少男人看着有点样子 但真刀真枪上了床 几下子就没戏了 妹妹是担心 她空有一副好皮囊 文录笑着喝骂两声 不准妹妹伸手太长 这是她的地盘 想起那天晚上的事 当时她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人沉迷 特别是爆发力那么强悍 文录相信她一定很强 可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 不会让她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同时 也要观察一番 马财阳操作好 抬眼看一下文录 见她似乎在沉思 想到什么很有意思的事 脸上风情万种 不由的看直了 文录感觉到 马财阳的主持 心下一惊 不动声色的收敛起来 马财阳也意识到文录察觉 心里发痕 将怨气撒向杨东轩 决定在他的文稿里做手脚 只要改动一点点关键的地方 文稿交到领导手里 肯定会让领导察觉 杨东轩不是第一次叫材料 直接交到郑超手里 这一次将收集到来的信息整理好 连带两个工作方案一起交给郑超审阅 郑超这段时间对杨东轩这个勤快的年轻人 有不错的印象 肯干 能吃苦 嘴巴紧 不说是非 而他背后又有大领导 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去为难 更不能去刁难 但郑超也不会在杨东轩面前表态 表扬都没有一句 因为李家乐将他交给自己 安排在办公室后 再没有任何后续动作 就像将这个人完全忘记了 让郑超心里也在嘀咕 杨东轩走后 郑超处理了一些事情 才拿杨东轩交来的材料翻看 主要是核对一些数据 看到一个数据后 郑超脸色变了变 站起来将挂在墙上的文件夹拿下来 翻出另一份文稿 将里面的数据进行核对 郑超的脸顿时变色 马财阳没想到郑超会这样快过来 杨东轩才离开 他虽有想法 却来不及对杨东轩的电脑动手脚 郑超脸色阴沉 马财阳当下估计自己成功了 心里乐开了花 郑超即使劈头盖脸的狠批杨东轩一顿 他还敢辩驳顶嘴 倒是希望他顶嘴才好 郑超步速很快 唐军文禄向里美也察觉了 回头看 见郑超的样子不对劲 郑超进办公室 见里面的人恰好扫杨东轩 一肚子的火没出发 转念将怒气收敛一些 马财阳见郑超脸色变得平和 心里微微失落 却不料他随即走到杨东轩的电脑前 点开了里面的东西 办公室里其他人都不明所以 文禄虽警觉到 但没见到郑超进办公室那一瞬间的脸色 向里美心里通通的跳 预感到不妙 但不敢多看 等郑超到杨东轩电脑前操作 他随瞟两下 却也不敢多看 郑超在电脑里操作一阵 离开了 过一会儿 马财阳想再次到杨东轩电脑网页里去看看 又怕察觉 办公室里的气氛 显然跟之前不同了 郑超人走了 压力却没有散去 马财阳能够看到文禄的神情 但看不到腾君的表情 文禄没多久接到一个电话出办公室 马财阳在猜测会不会是郑超将他叫走 假如真是郑超将文禄叫走 肯定是为材料的事 马财阳心里也有些担心 这种事情可不好说 杨东轩如果辩解一番 事情会更有利 他会为自己辩解吗 郑超和文禄没有理由相信他 这才是马财阳心里暗爽的 杨东轩回办公室 文禄还没回来 没有人跟他说郑超到过他电脑那操作过 向力梅本想向他透露 只是有马财阳和腾君都在 这种事太让领导忌讳 向力梅平时虽没心没肺的 却也有之分寸 用眼神跟杨东轩打招呼 怎奈他的心思都在等你上 让向力梅干着急 杨东轩毫不察觉电脑有异常 也不察觉他的文档有问题 自顾埋头在赶 马少阳装得很像 不看谁 只用耳朵和感觉注意办公室的人 杨东轩的手机铃声 让办公室的人都吓一跳 杨东轩却不觉得不对劲 接听了电话 说两句都将声音压得很低 让马财阳无法听到 只是看杨东轩急着将电脑直接 按电源间关闭 肯定是什么急事 到区政府外 杨东轩上了摩托车 出大门急速急时 下午天热 街上人不多 这样急速开车 虽然让人惊扰 却也安全 转过几条街 杨东轩突然慢下来 摩托车往人行道上放 下车快速的往前跑 没多远 钻进一家卖场 见李杰站在那里 李杰见到他 对他点点头 杨东轩跟着他往外走 到人行道书音下 李杰说 我看到了 还查清楚了房间号 进去多久 杨东轩此时冷静一些 给你打电话时 我弄清楚房间 当时进去五分钟 那好 我给赵家人打电话 杨东轩说着摸出手机 你要先想清楚 李杰一下抓住杨东轩的手 不让他急着决定 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我受够赵家的人 这事不知想过多少次 杨东轩平静地看着李杰 李杰将手放开 给岳母打电话 说赵莉莉突然得急症 气息微弱 奄奄一息 躺在宾馆里 让他们快点过来 说完电话 杨东轩说 李杰辛苦你了 先走吧 明天再跟你联系 杜轩千万不准冲动 记住不要伤人 李杰很不放心 但也知道他不适合出现 看着李杰离去的背影 杨东轩心里也很不是自卫 到政府办后 决心在赵莉莉知道自己的情况之前 将离婚的事情处理好 可赵莉莉却一再相逼 不肯好和好散 苦恼之余 才跟李杰说到用桌奸的计策 李杰当时劝他好好的跟赵莉莉说清楚 不必要做成仇家 杨东轩知道赵莉莉自小受到赵家习气的影响 背后怎么做是另一回事 但脸面上肯定不会接受这种丢脸的事 出品 坚持正常的离婚 赵家肯定会将所有过错都赖在自己头上不算 赵莉莉的父母没事会经常闹到政府办来 自己可顶不住 政府办的领导哪会喜欢下面的人发生这种事 自己还有出头之日 摇摇头 现在电话都打了 也不可能再退让 这样做将赵家人的嘴巴堵死 至少会清静 至于赵莉莉会怎么做 怎么想 也顾不周全 他这样折辱自己 就是应该的 进宾馆有客服拦住 杨东轩遭想好理由 说朋友在楼上 大家约好见面的 如今他在政府办 也习惯说话中那种高居在上的意味 客服也不细盘问 站在三楼走廊 三二一六房间里有什么动静 杨东轩没有走过去听 自己所站的位子不引人注意 三楼走廊里虽有监控设备 但没有开启 没有客人喜欢在监控下进住这里 宾馆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开启监控 房间门肯定繁琐 等赵莉莉父母到后 要怎么样才能将房门骗开 与其骗开 还不如一脚踹坏了门 也震慑到里面的男人 最好是给吓得废了才好 赵夫少母急匆匆 气吁吁的上到三楼来 见杨东轩很淡然的站在楼道上 赵母双目一瞪说 你个没良心的 莉莉病倒了 你不送医院 让他到这里来做什么 莉莉在哪里 杨东轩没理 赵母又骂 呸 莉莉真是瞎了眼 当初怎么嫁给你这么个没良心的 这样没良心会穿上烂肚 转身走到三二一六房外 杨东轩手指着房门 赵母当即去开门 却拧不动 退一步 看看杨东轩要骂 杨东轩抬脚往门上一踹 看似不怎么用力 但枕扇门哗的一声锐响 拖开飞往里面 声音并不大 但那种破坏性和门板在房间里撞击的声音 却异常恐怖 令人颤抖 让人感受到死亡的冷意 赵母还没回过神 但房间里的尖叫声 却让她本能的担心自己的宝贝女儿 也不顾再骂杨东轩往里冲 赵父感觉到不对劲 女儿的尖叫声 她听得出来 哪是病人的声音 杨东轩已经离开 也不急着回家去等赵莉莉 更不想看房间里的男人是谁 找一间酒吧坐着喝酒 一杯又一杯的灌 深夜 离开酒吧脚步有些虚浮 到大江里泡一阵 酒气减少了 才回家 赵莉莉坐在客厅 并没有睡 神情淡漠的看着杨东轩进来 见杨东轩有些酒气 背后撇着一把刀 犹豫一番 不敢摸出来 杨东轩 想不到你这么被病 好 很好 今天我跟你离婚 但你记住 今后只要有机会 我都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赵莉莉那尖锐的嘶喊 将积蓄的怨恨表达出来 也将一张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放到茶几上 第二天 办理了手续 杨东轩不理会赵莉莉那怨毒深恨 显得平静 两人离婚 没有任何惊动 办理好手续 解脱后的那种轻松 让他对男女之间的情感 也进行反思 跟李杰说了结果 但真不想跟他碰面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问题 不想让李杰也经历 成了自由之身 杨东轩准备收拾情怀 跟方琼好好说说 两人之间的事 如今没有阻力 完全可发展了 方琼方熙都不会拒绝自己 不过杨东轩觉得会很顺 也不能过激 方熙中考后 一直没有来电话 李杰见到学生中考成绩后 给杨东轩打电话说 之前所带的三个班学生 化学成绩全校拿到第一 人平均分至少高出其他班三分 这样的成绩 即使往年杨东轩也拿不到 李杰说 杨东轩 你走了 一种损失太大 杨东轩不敢将成绩归在自己身上 两人说了一会儿挂了 随即收到十几条短信 都是之前那些学生发来的 有学生直接在短信里说 杨老师 我太爱你了 有的甚至写 杨老师 你就从了脑袋吧 杨东轩看了 只是苦笑 方熙和几个女生看到成绩 在学校给他打电话 七嘴八舌 吵嚷嚷的 只听到一阵吵叫声 分明是抢着在手机里跟他说话 嬉闹着 杨东轩 杨东轩也记起之前在学校里跟他们交流的一些情景 将他们的名字一个个叫出来 惹得女生们尖叫欢呼 女生们要杨东轩周末陪他们出去玩 只是在政府办工作没有假不假期 他不敢答应 如今正处在营检准备最忙碌的时段 方熙威胁说他要不答应会有几十个女生 跑到政府办去看他怎么跟领导解释 这一招对方熙这个跳脱的小萝莉来说 完全敢干的 方熙来还会怕谁 杨东轩只好投降 大早 方熙和另三个女生冲进家里来 说要将他绑架走 出到街外 见外面果真有十几个女生 八辆摩托 见他们出来一起轰声尖叫 围过来要将杨东轩抛起来 让大街上的人驻足为观 杨东轩忙上了摩托车 当先往前开 免得路人看稀奇 罗莉们张扬起来不得了 一路尖叫着 又是一队车队 杨东轩在前面压着车速 依然赢得很多人的关注 到了野外 女生们更放开心 三五个一起让杨东轩陪他们拍照 拉手的拉手 抱腰的抱腰 虽说才十三四岁的小罗莉 有些发育的很不差 胸脯前鼓起的小馒头 贴着杨东轩背后 或搂紧了他的手臂 都能够清晰的感觉到那种弹性与温软 好在杨东轩跟女生打交道多 所以感受到他们这些 心里却没有半点握说念头 女生们知道他这样 偏偏似乎有意考验他的自制力 到外面封一阵后 有女生倡导要杨东轩左抱右拥 更有在他脸上亲吻的 让杨东轩不得不仓皇而逃 方熙见了笑嘻嘻的将杨东轩的那些事都拍下来 存进手机 女生里唯有方熙没有跟他们一起封 让杨东轩似乎有些警觉 不知他是不是发觉了点什么 到政府办后几乎都不上网 除非用QQ传材料 信息挂QQ 偶尔聊聊天 领导也不会干预 罗立们要求加他做好友 说什么今后有学习上的问题 才便于请教 杨东轩也不能拒绝 到办公室才上网 唧唧唧的信息不断 是一些心急的女生 昨晚就发来请求加好友的信号 杨东轩盲将电脑的声音调低 免得影响向力梅和麻才阳两人工作 又将自己隐身起来 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 陪这些凶残的罗立闹 没成想 才将这些请求加好友的信息处理了 就有人发来对话框 杨东轩在隐身没搭理 对方连说几句话后 不再发信息过来 处理好一份材料 杨东轩休息之际 将之前的对话框点开看看 看到对方的名字吓一跳 居然是秋水一身在说话 好在当时没理他 秋水一身就是宋运秋的网名 直到宋运秋进医中戒毒后 他还不时的用这样的QQ号 跟他联系 但上次宋运秋在校外给熊海等人围住 雷豹打人 宋运秋当天转学走之后 一直都不再联系 想必是宋运秋转学走 给家里禁锢 没了自由 如今中考成绩出来 或许成绩不差 家里才将他放出来 对雷豹当时打了人后离开 宋运秋再没有消息 之后杨东轩因为这事给熊海等人找麻烦 杨东轩心里不是没有想法 也不是他甘愿给雷豹背黑锅 只是找不到雷豹而已 后来想谁会帮他掉进政府班来 根本原因或许就是雷豹或宋运秋背后所代表的力量 杨东轩不想主动跟宋运秋联系 这个小魔女惹不得 但他主动说话 也想看看他离开后的情况 秋水一身 流言有五句 你好 很久不见 很忙吧 加一个笑脸的表情 不记得我了吧 前两天才得知 运秋胡闹太过分 他将之前的对话记录都复制存下 我才看到 真对不起 运秋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少困扰 再见 杨东轩将这五句话看了三四遍 前三句和后一句都没有内容 但第四句话给出的信息量却不少 杨东轩在想 秋水一身不是宋运秋 或者这些流言本来就是宋运秋在胡闹 当初在跟秋水一身约炮之前 秋水一身之间的聊天很正常 给人的感觉 秋水一身不是宋运秋那种性子 而宋运秋后来表现跟之前的秋水一身反差太大 今天这个秋水一身是宋运秋故意这样 还是真换一个人 杨东轩不敢跟对方联络 主要是担心宋运秋伪装 看过后忙下线了 小魔女真惹不起的 心里虽说琢磨不定 但杨东轩觉得惹不起小魔女 还是谨慎为好 宋运秋背后是怎么样的家庭 雷豹虽不知道君子有多高 可那天杀法果决的气概 自然有足够的底气 而自己莫名其妙的改行 进到政府办后 对改行的了解更深一些 也在思量这样的问题 谁在帮自己 如果是雷豹 那么他依靠什么样的途径 自己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 能不能借着这样的途径来达成 有的事情不是想就能够想清楚的 那就索性不想 从上林阵出来 太阳很毒 中午才过 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车放在院子里 虽然没给太阳直晒 钻进车里 那一股热气轰得一下子 将人包裹了 很难受 杨东轩忙将车发动 开了冷气 只是冷气不可能一下子降温 从另一边车门后视镜 看着文路跟镇上领导握手道别 他那欲从一般的手伸在半空 给那镇掌握得有些不舍的样子 杨东轩心里很不爽 有些后悔那天晚上自己胆子过小 没有试着去将他房门推开 说不定门都没有拴 三平合一 赢检前一段工作 已经告一段落 杨东轩他们并不能轻松下来 工作虽然部署了 但要做的材料 要收集整理的材料不会少 更要往乡镇跑 负责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杨东轩无牵无挂 下乡镇也便利 他是政府办的新人 跟下面都没有往来 也不认识乡镇的主要领导 一些偏远的乡 杨东轩自己一个人跑 烧进一些大一些的乡镇 文禄不忙 会跟他一起走走 忙了这段时间 杨东轩见文禄 一直都不怎么理睬他 更没有提到两人之间的那点尴尬 脸上虽不是冷冰冰的 但总是一副巨人千里的样子 每一次下乡镇 跟下面的领导文禄态度都好 唯独对他是这样的态度 几次想问 话已经到嘴边 杨东轩又咽回去 怎么说呢 或许领导都是这样心态 文禄坐进车里 感受到热气和车里催出来的冷气 脸上的笑色收敛起来 看着车前方 杨东轩说 万主任 我们走 文禄将手里的冰水放到嘴边 小小的抿一口 这个动作很性感 杨东轩嘴巴不禁也受影响 动了动 似乎对空气吻了一下 就如同吻在文禄那性感的唇上 怕给文禄看见 忙将车开出院子 上林镇到市区十几公里 只是路况不怎么好 车跑不出速度 沿途有一小溪流 公路有大半是从溪流边过 从镇里出来 走几里路到溪流边 车里虽有冷风吹着 但文禄之前喝过一些酒 身子里的酒意让人烦乱 见到哗啦啦的溪流 想下车洗一下脸和手脚 要杨东轩将车停下 杨东轩想找背山阴梁 又有路下溪流处停 走几分钟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文禄有些不满 看着他 杨东轩忙偏到路边停了 文禄下车 杨东轩跟在后面 车里冷气不上段 溪流边空气好 视野不宽 两边的山将都市的喧嚣给挡住 文禄到溪流边 杨东轩担心他酒后万一栽进水中 可不妙得很 跟在他身后 蹲到水边 文禄将外套解下 露出丰硕性感的身子 杨东轩不敢盯着看 却在偷看 文禄见了说 敢乱看 不怕把你的眼给挖出来呢 杨东轩一说 见文禄笑得有些得意 心里不愤 这些天自觉的很努力工作 进步也大 可领导却越来越冷了 平时不敢表露 在这样的环境下 勇气足异些说 文主任 不会这样狠心的 文禄不理 洗着脸和手臂 脸红霞艳眉 手臂白嫩嫩的 只是胸口的角度对着对岸 让他看不到 杨东轩走近些 文禄突然转过脸来 冷冷的说 还没看过 谁想一阵风 沿溪流吹过 文禄一惊 重心不稳 一脚往溪流里踏去 踩入水里 心里更慌 怕摔入水里 本能的挣扎 全身肌肉僵化 更不协调 眼看着要往溪流里 穿行摔倒 杨东轩从后 一把将文禄的腰搂住 整个人都给暴离水面 尖叫一声 文禄意识到自己安全说 放下我 没事了 你是不是故意 看着我摔进水里 文主任 可悬放人了 你不准我看 我哪敢看呢 天热 文禄脚上穿着皮凉鞋 赤脚 只有裙子 给水见识一些 只是杨东轩从后搂抱 走上岸来 两人的接触面不小 手搂在腰间 感受也多 腿间那东西 不油的硬了 抵在文禄屯后 虽不是屯伴之间 也有很清晰的感觉 那火热的感觉 让文禄心里一荡 闲闲要哼出声来 这段时间 对这个帅气的手下 越来越难自控 在他面前 也越显得冷 怕在他面前显露出来 而闹出事情 这时候 要将他推开 又有所不舍 不推开 让他察觉也不行 也不能犹豫 文禄为了掩饰 手往后撑 将杨东轩推开 而此时 天忽然暗下来 嘎的一声巨响 却是雷声 从黑云上直披下来 文禄飞快的 往杨东轩身前扑去 紧紧的 惊乱一般的将他抱住 才几分钟之内 天上已经黑云密布 这一声巨雷声后 通隆隆的雷响 此起彼伏 几乎就没间断 文禄怕雷 抱住杨东轩不放 脸色都没了血色 我们回车里 要下雨了 风吹得更大 更猛 云层翻卷 随即有花花的雨声 从山一面转来 用肉眼看得见的速度 往这边 泼洒将至 快跑 杨东轩说 准备拉着文禄到车里躲雨 可文禄给惊雷下的浑身都没力气 当下将它横抱起来 往公路上跑 两人这样跑 没有速度 才跑几步 雨就追过来了 暴雨 轻盆 杨东轩 盲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文禄的脸 免得大力大力的雨点直撒在他的脸上 即使这样遮着 还没到公路 两人身上全都淋头了 到公路上 路面浑浊的水已经没到脚踝 密集的雨点打得人生疼 文禄这时反而镇定了 凑造杨东轩耳边说 放我下来吧 虽在雨中 搂抱着这个风鱼的女人 另有一种感觉 杨东轩真有些不舍 文禄用脸在他脸上蹭了下 反正浑身水淋淋的 即使上车 也会将车弄湿 这样密集的雨柱 也无法开车 放下文禄 拉着他 偶尔还有雷声 只是没有支钱大 临湿后 文禄身上的衣衫 完全贴在肌肤上 胸前黑色的文胸很显眼 见杨东轩在看着胸前 文禄突然做出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手背到身后 将文胸的扣子弄脱 顺着手臂将文胸弄出来 胸前骄傲 很圆很骨 很清晰 虽有衬衫挡着 却比卤露在外 更有吸引力 杨东轩一下子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